公元2023年7月10日 下 双庆室 高温 室外温度直达40以上 李道玄关掉电脑 晃了晃头部 用力搓揉了一下自己的太阳穴 然后颓然地向后一摊 在椅子上软烂成了一团 工作终于完成 天色也已经全黑 今天是他的生日 本想请假过个生日 却被甲方移去今天之内 必须完成无情击碎 在拼命加班中度过了 这样的人生 真的幸福 摊软了好一会儿 他才从椅子上爬起来 走到了门口 这里摆着一个巨大的快递纸盒 下午的时候 一个快递员送上门来的 包装上只写了一句生日快乐 别的什么也没有写 他也不知道 是哪位朋友寄来的 想来想去 自己的朋友不多 除了死党菜心子之外 也不会有别的人 给他寄生日礼物吧 白天忙于工作 也没时间开包裹 直到现在 终于可以看看 这唯一的生日礼物 究竟是个什么鬼了 快递盒子 有一台电冰箱这么大 吃力地拆开包装 里面是个巨大的造景箱 长度大约有两米多 高度 宽度也有一米多 平放到地面上之后 隔着造景箱的玻璃 能看到里面是一个 古代村庄的造景 村庄显得很破旧 破烂的房子 破烂的茅草屋顶 村子周边一片荒芜 黄沙漫天 李道玄忍不住就吐了个槽 一般的造景箱 都喜欢搞点亭台楼阁 瀑布假山 十分漂亮 这个造景箱 怎么搞个黄沙漫天的破村子 难道是想说 我的审美观 就只配看这个 正在这时候 村子里的一座破房子的木板门 突然吱嘎一声打开了 从破房子里走出来了 一个小小的塑料人 大约不到一厘米的身高 小人居然还有一头长发 是个少女 李道玄吓了一大跳 塑料人会动 电动玩具吗 做得如此逼真 这造景箱有点意思了呀 菜心子还挺够哥嘛 买这东西 肯定要花不少钱 再仔细定精细看 塑料小人少女五官娇好 长得挺好看 唯一的遗憾是非常的瘦 有点营养不良的模样 知道造景箱外面 有个巨人在盯着自己看 手上抄着个竹篮子 走到了村庄外面 那一片黄土慢慢的沙地上 挖挖跑跑 不一会儿 跑到了什么 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 他太小了 整个人才不到一厘米高 手上的竹篮子更小 从地里刨出来的东西 更是小到李道玄看不清 李道玄赶紧翻箱倒柜 找出一个放大镜 再用放大镜对着那少女看 这才看清了 他挖出来的是一节草根 少女在一片沙地上拼命地寻找 一会儿挖出一节草根 一会儿又找到一根枯树 从树身上扒下了一节树皮 运气好时 他能找到几片野菜的绿叶 那就像得了宝贝一样 开开心心地装在篮子里 少女跑回村中 将一篮子树皮草根拎回了小屋 接着小屋子里生起了吹烟 李道玄用放大镜对着屋子的窗户看 居然能隔窗 看到少女和一个中年妇女 端着破碗 做出吃饭的动作 挖树皮 草根 野菜来吃的吗 李道玄马上明白过来 这个造景箱 看来是用来反映 历史上某个朝代的灾年 贫苦老百姓 过着艰苦的生活 用此来警醒我 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李道玄忍不住就拿出了手机 一个电话给蔡新子打了过去 老蔡 你这个生日礼物真是别致啊 居然还给我玩了一波正能量警告 兄弟我很喜欢 非常感谢 电话那边响起了蔡新子猛逼的声音 什么生日礼物 今天是你生日吗 李道玄 就在这时候 造景箱里突然想起了奇怪的声音 李道玄惊愕地放下手机 转头过去一看 只见村庄外面 突然冲过来了一大群塑料小人 他们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布衣 手上拿着生锈刀剑 长矛 有人手里还拿着锅盖做盾牌 有人身上披着破烂的木甲 很明显 这伙人是山贼 他们冲进村子里 大声吼着什么 但他们的声音很小 混杂在一起 听在李道玄的耳朵里 就像蚊虫蝼蚁发出来的 嘻嘻嗦嗦的声音 他赶紧关紧门窗 并出所有现代的杂音 这才依稀听清了 山贼小人们在喊什么 村子里的人听好了 把你们家里的粮食 全都给老子送过来 不然 老子一刀一个 把你们全部杀得精光 村子里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 没有人出来 李道玄隔着窗户看到 刚才挖树皮草根的少女 和中年妇人 正在屋子里抱成一团 瑟瑟发抖 这造景箱做得也太逼真了吧 李道玄忍不住叹道 连细节都做得这么棒 究竟谁送我这么厉害的玩具 这时候 山贼小人们开始行动了 他们一脚踢开房门 将躲在屋子里的村民小人拖了出来 村民小人们开始哭喊 有人叫道 我们家里也没吃的 你杀了我 我也变不出粮食来 破 贼小人手起一刀 跺在那村民小人的脖子上 村民小人顿时躺平不动了 脖子处居然流出来一盆红药水 李道玄摇了摇头 还好这是塑料小人 要是历史上真的发生这样的一幕 那该是多么的凄惨 一个山贼小人 走到了那堆吃草根的母女门前 一脚踹开了门 两母女开始哭喊起来 李道玄第一次听到了那少女的声音 大王 大王放过我们吧 我们真的没有吃的了 你看 我们家吃的是草根啊 这碗里 全都是草根 少女的声音 很细 很动听 只是有点有气无力 大约是长期没吃饱肚子的原因吧 中气严重不足 山贼小人骂道 擦 一群死穷鬼 我管你吃草根 还是吃树皮 浇不出粮食 老子就一刀剁了你 吃你的肉 少女吓得哇哇大哭 那中年妇女冲过来 抱住了女孩 哭喊 大王饶命 山贼小人一刀 跺在了中年妇女的脖子上 红药水喷出老远 中年妇女倒地 不动了 少女扑在中年妇女的尸体上 放声痛哭 山贼小人却不为所动 冷酷无比地再一次挥起了刀 对着少女的脖子砍了过来 看到这里 李道玄实在忍不住了 掀开造景箱的上盖 伸手到箱子里 曲起食指 一弹 碰 那山贼小人被他一指 弹飞出去一米远 从村子中间 飞到了村外的黄沙地上去 落地重重地一摔 脖子歪斜 不动了 李道玄 哎呦 我好像把他的电动机关弹坏了 公元2023年7月10日 下 双庆市 高温 室外温度直达40以上 李道玄关掉电脑 晃了晃头部 用力搓揉了一下自己的太阳穴 向后一摊 在椅子上软烂成了一团 工作终于完成 天色也已经全黑 今天是他的生日 本想请假过个生日 却被甲方一句 今天之内必须完成无情击碎 在拼命加班中度过了 这样的人生 真的幸福 贪软了好一会儿 他才从椅子上爬起来 走到了门口 这里摆着一个巨大的快递纸盒 下午的时候 一个快递员送上门来的 包装上只写了一句生日快乐 别的什么也没有写 他也不知道 是哪位朋友寄来的 想来想去 自己的朋友不多 除了死党菜心子之外 也不会有别的人 给他寄生日礼物吧 白天忙于工作 也没时间开包裹 直到现在 终于可以看看 这唯一的生日礼物 究竟是个什么鬼了 快递盒子 有一台电冰箱这么大 吃力的拆开包装 里面是个巨大的造景箱 长度大约有两米多 高度 宽度 也有一米多 平放到地面上之后 隔着造景箱的玻璃 能看到里面是一个 古代村庄的造景 村庄显得很破旧 破烂的房子 破烂的茅草屋顶 村子周边一片荒芜 黄沙漫天 李道玄忍不住就吐了个槽 一般的造景箱 都喜欢搞点亭台楼阁 瀑布假山 十分漂亮 这个造景箱 怎么搞个黄沙漫天的破村子 难道是想说 我的审美观 就只配看这个 正在这时候 村子里的一座破房子的木板门 突然吱嘎一声打开了 从破房子里 走出来了一个小小的塑料人 大约不到一厘米的身高 小人居然还有一头长发 是个少女 李道玄吓了一大跳 塑料人会动 电动玩具吗 做得如此逼真 这造景箱有点意思了呀 菜心子还挺够哥嘛 买这东西 肯定要花不少钱 再仔细定精细看 塑料小人少女五官娇好 长得挺好看 唯一的遗憾是非常的瘦 有点营养不良的模样 他没有注意到 造景箱外面 有个巨人在盯着自己看 手上抄着个竹篮子 走到了村庄外面 那一片黄土慢慢地沙地上 哇哇跑跑 不一会儿 跑到了什么 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 他太小了 整个人才不到一厘米高 手上的竹篮子更小 从地里刨出来的东西 更是小到李道玄看不清 李道玄赶紧翻箱倒柜 找出一个放大镜 再用放大镜对着那少女看 这才看清了 他挖出来的是一节草根 少女在一片沙地上拼命地寻找 一会儿挖出一节草根 一会儿又找到一根枯树 从树身上扒下了一节树皮 运气好时 他能找到几片野菜的绿叶 那就像得了宝贝一样 将一篮子树皮草根拎回了小屋 接着小屋子里生起了吹烟 李道玄用放大镜对着屋子的窗户看 居然能隔窗 看到少女和一个中年妇女 端着破碗 做出吃饭的动作 挖树皮 草根 野菜来吃的吗 李道玄马上明白过来 这个造景箱 看来是用来反映历史上某个朝代的灾年 贫苦老百姓过着艰苦的生活 用此来警醒我 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李道玄忍不住就拿出了手机 一个电话给蔡星子打了过去 老蔡 你这个生日礼物真是别致啊 居然还给我玩了一波正能量警告 兄弟我很喜欢 非常感谢 电话那边响起了蔡星子猛逼的声音 什么生日礼物 今天是你生日吗 李道玄 就在这时候 造景箱里突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 李道玄惊惊地放下手机 转头过去一看 只见村庄外面 突然冲过来了一大群塑料小人 他们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布衣 手上拿着生锈刀剑 长毛 有人手里还拿着锅盖做盾牌 有人身上披着破烂的木甲 很明显 这伙人是山贼 他们冲进村子里 大声吼着什么 但他们的声音很小 混杂在一起 听在李道玄的耳朵里 就像蚊虫蝼蚁发出来的 嘻嘻嗦嗦嗦的声音 他赶紧关紧门窗 并出所有现代的杂音 这才依稀听清了 山贼小人们在喊什么 村子里的人听好了 把你们家里的粮食 全都给老子送过来 不然 老子一刀一个 把你们全部杀得精光 村子里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 没有人出来 李道玄隔着窗户看到 刚才挖树皮草根的少女 和中年妇人 正在屋子里抱成一团 瑟瑟发抖 这造景箱做得也太逼真了吧 李道玄忍不住叹道 连细节都做得这么棒 究竟谁送我这么厉害的玩具 这时候 山贼小人们开始行动了 他们一脚踢开房门 将躲在屋子里的村民小人 拖了出来 村民小人们开始哭喊 有人叫道 我们家里也没吃的 你杀了我 我也变不出粮食来 破 贼小人手起一刀 跺在那村民小人的脖子上 村民小人顿时躺平不动了 脖子处居然流出来一盆红药水 李道玄摇了摇头 心中颇为不忍 还好 这是塑料小人 要是历史上真的发生这样的一幕 那该是多么的凄惨 一个山贼小人 走到了那堆吃草根的母女门前 一脚踹开了门 两母女开始哭喊起来 李道玄第一次听到了那少女的声音 大王 大王放过我们吧 我们真的没有吃的了 你看 我们家吃的是草根啊 这碗里 全都是草根 少女的声音很细 很动听 只是有点有气无力 大约是长期没吃饱肚子的原因吧 中气严重不足 山贼小人骂道 擦 一群死穷鬼 我管你吃草根 还是吃树皮 浇不出粮食 老子就一刀剁了你 吃你的肉 少女吓得哇哇大哭 那中年妇女冲过来 抱住了女孩 哭喊 大王饶命 山贼小人一刀剁在了中年妇女的脖子上 红药水喷出老远 中年妇女倒地 不动了 少女扑在中年妇女的尸体上 放声痛哭 山贼小人却不为所动 冷酷无比地再一次挥起了刀 对着少女的脖子砍了过来 看到这里 李道玄实在忍不住了 掀开造景箱的上盖 伸手到箱子里 曲起食指 一弹 碰 那山贼小人被他一指 弹飞出去一米远 从村子中间飞到了村外的黄沙地上去 落地重重的一摔 脖子歪斜 不动了 李道玄 哎呦 我好像把他的电动机关弹坏了 公元1627年 天启七年 大明朝 陕西 城城县 高家村 下 高温 室外温度直逼40度 陕西连年不语 草木枯娇 黄沙漫漫 高一夜已经很久没有吃饱过了 他是个苦命的孩子 自幼就失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 贫苦的生活 使得高一夜从小就很懂事 帮着母亲做各种农活 母女齐心倒也能勉强地过着日子 但是 这两年 母女两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 随着旱灾一天比一天家具 村子边的小河已经断流 水井里的水也仅仅只够人饮用 却不够用来浇地 田地里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 高一夜只好每天出村去挖野菜回来吃 再后来 连野菜也哭死了 两母女只能包树皮 挖草根 已经到了只能挣扎着活下去的地步 完全看不到活路在何方 然而 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 就会再顺手把你家的窗也焊死 生活都如此艰难了 居然还会有山贼来抢劫 高一夜扑倒在刚刚被砍死的母亲尸体上 嚎啕大哭 山贼的脸上带着残忍的笑容 刚刚砍死的中年妇女 能供兄弟们吃上两三天呢 再把这小妮子也剁了 又是两三天的口粮 嘿嘿嘿 她挥起锈刀 对着少女的后颈窝一刀砍了下去 就在这时候 天空中风云变幻 云层之中突然伸出了一只巨手 急速伸下 刷地一下就伸到了山贼和高一夜的身边 高一夜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遮蔽了阳光 惊恶地抬起了头 然后 她就亲眼目睹了一幅毕生难忘的画面 云层里面伸出来的巨手 在她的上空曲起了食指 啪的一弹 挥一刀砍下来的山贼 就被弹飞了出去 她飞得很快 也飞得很远 从高一夜的身边起飞 划过天空 飞过整个村庄 飞呀飞呀 就像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 一直飞到了村外的黄沙地上 才扑通一声摔落在地 落地时 全身骨骼尽碎 脖子也歪到了一边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天空中还隐隐传来了风围之声 有一个威严而又愤怒的声音 骂了一句 可恶的山贼 接着 那只手就刷地一下 缩回了云层之中 消失不见 高一夜连哭都忘了 傻愣愣地看向了天空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远处的另一名山贼 大声喊叫起来 他为什么突然飞出去了 飞了好远 又一名山贼叫道 我也不知道 就只看到 他突然飞出去了 该死 是什么东西撞了他一下 飞得这么远 是这小妮子干的吗 其余的山贼 都向着高一夜围了过来 高一夜坐在地上 哀然地抱着母亲的尸体 眼光茫然地 看向围过来的几十个山贼 没有想着逃跑 也没有想着反抗 他只是不解 刚才那么大一只手出现 弹飞了山贼 他们难道看不见吗 为什么会怀疑 是我干的 我何德何能干得了这事 山贼的头目凶狠地问道 小妮子 刚才你做了什么 高一夜茫然地摇了摇头 不说 山贼头目怒 老子有的是办法 让你说 他向前一个大步 挥起了手里的锈刀 高一夜哀然等死 然而就在这时候 云层里刷地一下 又伸出来了一只巨手 就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动作 屈指一弹 山贼头目惨叫一声 向后飞出十几丈远 落地重重一摔 全身骨骼断裂 死得不能再死了 山贼们大吃一惊 发生了什么 头儿为什么突然向后倒飞出去 然后死了 又是这小妮子干的 妖法 一定是妖法 你 你究竟使了什么妖法 一群人大怒 对着高一夜 就是一阵乱吼 吼声里带着愤怒 惊慌恐惧 高一夜这次明白了 他们都看不到那只巨手 只有我能看见 他抬头向着天空中的云朵看 只见云开处 隐隐约约能看到 一张男人的脸 悬浮在半空中 仿佛神明在俯视着人间 他放下手里母亲的尸体 对着天空中跪拜了下去 天神大人 救救我们吧 李道玄的眉头 深深地皱了起来 他连续两次出手 帮了那个塑料小人少女 连续谈坏了两个山贼小人 正在按摩自己不成熟 一个活人 居然和塑料玩具斗气 突然就见到 那塑料小人少女 居然对着天空中看了一眼 那一瞬间 他甚至感觉到 自己与塑料小人少女的目光对上了 塑料少女的眼光很复杂 充满了感情 他隐隐地跪拜了下去 对着李道玄磕头哀求 天神大人 救救我们吧 李道玄只感觉到 内心处最柔软的东西 被这个小人给击中了 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你们为什么还要残忍地杀害他们 李道玄将自己胸中的不快 对着剩下的山贼小人们 发泄了出去 你们不配为人 连塑料人都不配做 统统给我去死 他一巴掌 就对着造景箱里的山贼小人们 拍了下去 山贼们一脸茫然 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刚才亲眼目睹了头目飞出去 飞得老远 落地时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接着 他们就看到那少女贵妇在地 似乎在对着老天爷叫救命 在下一个瞬间 天空中突然响起了风雷之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 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落得很快 带起了一股庞大无匹的颈风 吹得地面上的黄沙旋转起来 变成了狂卷的沙风 但他们抬头看天 却什么也看不到 啪 一个山贼突然被压扁了 被重物从头上压下来 将整个人压成了一个人饼 那种扁法 扁扁平平 一团烂肉 鲜血流了满地 旁边的山贼们 吓得魂不附体 惊声怪叫起来 怎么了 他怎么死的 发生了什么 啪 又一个山贼变成了肉饼 紧紧地粘在地上 啪 再一个山贼 啪 啪 看不见的重压 不断地将山贼一个接一个地压成肉饼 剩下的山贼惊慌失措地向着四面奔逃 然而 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啪 啪 啪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所有的山贼 全部变成了肉饼 鲜血染红了村子里的沙地 高一叶重新抱起了母亲的尸体 哭道 母亲 老天爷开眼了 他替您报仇了 造景乡里暂时安静了 村庄里各个破房子都打开了门 衣衫褴褛的村民小人们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围着那些被李道玄拍扁了的山贼小人转悠 小声地议论着什么 还不时抬头看一下天空 李道玄坐在乡外 看着自己的手 手掌居然是红色的 染上了塑料小人们身上的红药水 不对 不是红药水 他的鼻子里 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 虽然一个小人的血量很少 但连续拍了几十个小人之后 他的手掌心全都染红了 血腥味也就浓起来了 刺鼻难闻 那些村民小人们 现在围在山贼小人的尸体边 窃窃私语 不时抬头看向天空 有一些人围着少女小人 在问寻着什么 他们的声音像乙银一样 不大声喊叫的话 李道玄根本听不清楚 他心里有个古怪的念头冒了出来 这些小人 不是在按照预先设定好的剧情表演 那少女小人目光和我对上了 他刚才在对着我祈祷 在我拍死山贼小人之后 村民们的行动 也跟着事态的发展而变化了 李道玄很认真地看了看手上的鲜血 再低头看了看照景象里的小人 这些小人是有智商的 这个发现 让李道玄惊惊了一惊 他赶紧去卫生间洗干净手上的鲜血 再回到箱子前来 盯着箱子里看 只见村民小人们已经忙碌起来了 他们把山贼小人的武器收缴了 一户人家分一把武器 还把山贼小人身上的衣服 也扒了下来 一户一箭的分浪 在村外的黄土地上挖了个坑 把八光的尸体都埋在土里 然后他们又把山贼 砍死的几个村民的尸体 用草稀裹好 抬出了村子 也挖了几个坑埋了 还砍了几节木头做墓碑 村子里好像没有人识字 墓碑上连一个字都没写 只用刀子在墓碑上 刻了几个歪歪扭扭的记号 用来识别是哪一家的 少女小人跪在其中一个墓前 流着泪 猛刻了几个头 李道玄一直安安静静地 看着小人们忙碌了许久 从天黑看到了天亮 又从天亮看到了天黑 箱子里的时间 也到了第二天晚上 小人们都回屋休息去了 那少女小人也回了家 抱着母亲的遗物 流着泪 沉沉睡去 箱子里定格在了非禁止画面 没什么好看的东西了 李道玄打了个哈欠 这才发现自己 也两天一夜没睡觉了 揉了揉疲倦的双眼 痛得不行的太阳穴 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电脑前 他脑子里满是问号 军事论坛 匿名发帖道 造景箱里的小人突然活过来了 该当如何应对 回复一 该去看医生 回复二 用力掐自己一下 就会醒了 回复三 有女小人吗 偷看她换衣服啊 李道玄 没有人能理解她此时的感受 打开工作用的QQ 老板的头像正在狂闪 点开一看 在自己看着造景箱发呆的 这一整天时间里 老板给她发了好几条信息 还没起床 昨天你做的设计 甲方不满意 有几处需要修改 起床了立即联系我 某某人向你发起视频通话 已取消 什么时候了 还没起床 甲方催得很急 操 中午了 你他妈的装死吗 某某人向你发起视频通话 已取消 下午两点了 你是不是要这样 某某人向你发起视频通话 已取消 六点了 还不回复我 妈的 这半个月的工资给你结清 你别老子滚 某某人向你转账 两千三百五十元 李道玄 丢饭晚了 但是并不意外 也不难过 这破工作 早就不想干了 丢了工作 反而感觉一身轻松 卷一袭来 有多久没有好好睡过一觉了 就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休息吧 他连洗漱都懒得搞 走到床边 一头栽下去 瞬间人事不醒 公元2023年 7月12日 双庆室 下 李道玄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了 睡眠不足造成的头痛还在持续 习惯性地打开电脑 才想起来 今天不用工作了 肚子饿得厉害 他看着造景箱 傻傻地看了一天 一颗米都没吃 不饿才怪 睡眼懵懂地走进厨房 烧水 丢了两个鸡蛋在水里 脑子慢慢清醒 又想起了造景箱的事情 赶紧一个箭步 从厨房窜进客厅 造景箱还在客厅里摆着呢 里面的小人都起床了 纷纷在村子里活动 李道玄很快就发现了 那个少女小人 他又提着竹篮子 在村外的黄沙地上 寻找着草根 昨天才失去了母亲 他应该还没有 从悲痛中走出来 但却已经不得不 投入寻找食物的工作重了 李道玄轻叹了一口气 喃喃地道 这女孩子好苦 这句话刚出口 就见少女小人 猛地抬起了头 他似乎听到了什么一般 抬起头来 对着头顶上空 寻找了几秒之后 他的眼光 锁定在了李道玄所在的位置 李道玄马上就又有了那种感觉 他的眼光 和少女的眼光对上了 对是 眼光很复杂 李道玄的目光中 带着怜悯与同情 那少女的目光中 却满是哀伤与求恳 公元1627年 天启七年 夏 陕西 城城县 高家村 高一夜失去了母亲 现在已经是个孤家寡人了 但他没有时间哀伤 因为家里没有一颗粮食 他得活下去 不能做一个 只知道抱着母亲的遗物痛哭的废物 大清早他就起了床 拎着竹篮子 带着满性的哀伤 走出了村外 先到母亲的坟墓前 磕了一个头 对着那群山贼埋尸的坟墓 吐了一口唾沫 然后一边走 一边寻找着 曾经生长过杂草的地方 这一片的沙地 已经被他翻找过很多次了 想要找到草根 已经越来越不容易 手脚越来越没有力气 身子已经有点晃晃悠悠 站立不稳 他不知道 自己能还能撑多久 也许明天 也许后天 也许大后天 总有一天 他找不到足够的草根 就会饿得没有力气再出村觅食 那就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他知道 这一天已经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候 他听到天空中响起了一声叹息 这女孩子好苦 这个声音 他隐隐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高一夜猛地抬起头 就看到云层中浮现出了一张年轻男人的脸 目光对上了 那是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 充满了感情 少女知道自己有救了 他又一次隐隐地拜了下去 天神大人 我好饿 快要撑不下去了 求您大放慈悲 救救我吧 高一夜的额头磕在地面上 曲起的膝盖顶到了自己的胸口 整个人匍匐在地 缩成一团 等着天神大人的恩赐 然而等了好一会儿 什么也没有发生 抬起头来 才发现 云层中那张男人的脸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神大人不愿意帮助我吗 高一夜咬紧了下唇 有点用力 在唇上咬出了一排白色的牙印 也许昨天帮我杀掉那些 十恶不赦的山贼 只是天神大人偶然见来了兴致吧 他若是有求必应的话 天下又何来极苦可言 再转念想想 我也不曾为天神大人供奉过什么 为他修过庙吗 烧过香吗 点过竹吗 他老人家 又凭什么帮我呢 咬了咬牙 继续寻找草根吧 他拖着有气无力的身躯 继续在一片黄沙中 寻找着一线生机 李道玄并没有放弃他 只是在考虑 怎么才能帮到他 少女的祈求 他一个字不落地听到了 虽然声如已盈 但只要周围没有别的杂音 他竖起耳朵来仔细倾听的话 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他需要食物 可是 我要怎么给他食物呢 李道玄从灶井厢边站了起来 走进了厨房 灶台上燃着火 锅里的水正在翻滚着 他刚刚扔进水里的两个鸡蛋 已经差不多煮熟了 李道玄双眼一亮 咦 我要是拿一颗鸡蛋放到他面前 他能否捡得到呢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赶紧关掉火 把两个水煮鸡蛋 从锅里捞了出来 用凉水冲一冲 给他降降温 然后一只手拿着一枚鸡蛋 走到了灶井厢前 箱子里的少女小人 还在黄沙地上辛苦地寻觅着 李道玄轻声道 姑娘 我试试看 给你点吃的 少女小人浑身一僵 抬起头来看着天空 眼中满是惊喜之色 李道玄将一枚鸡蛋 缓缓地放进了箱子里 摆在了少女的面前 高一叶还以为 天神大人不愿意帮助自己呢 没想到走着走着 耳中又听到了 那个温和又威严的声音 他猛地抬起头来 就又一次与天神大人四目相对了 天神大人的眼睛里 满是温柔与怜悯 接着 云层向着两边分开 一只巨大的手伸了下来 将一颗巨大的鸡蛋 摆在了他的面前的黄沙地上 高一叶张大了嘴 惊愕地看着面前的鸡蛋 一颗超级巨大 大的可怕的鸡蛋 它的长度有三丈多长 高度达两丈多 摆放在高一叶的面前 仿佛远古巨兽的蛋 吓得他蹬蹬地连退了好几步 这是鸡蛋 高一叶不敢置信地道 李道玄 是的 鸡蛋 给你吃的 高一叶结结巴巴地抬起头 这个给我吃 李道玄 我已经把它煮熟了 你可以直接吃的 高一叶听到天神大人温和的话语 终于鼓起了勇气 走到鸡蛋边 伸手敲了敲他的蛋壳 蛋壳发出了沉闷的声音 仿佛再敲一块巨岩 他捡起一块石头 用尽全身力气 对着蛋壳砸了下去 碰 石头弹开了 蛋壳毫发无损 高一叶也被反弹了一个屁蹲 坐在地上呼呼地喘着气 李道玄发现了 这个鸡蛋 对于少女来说是个负担 他根本没力气敲开蛋壳 他太小了 身高才不到一厘米 在这颗长达五厘米的鸡蛋面前 他显得如此的渺小 李道玄柔声道 我帮你把壳包掉吧 他又伸手进箱子里 把鸡蛋拿了出来 在旁边的墙壁上一敲 三下五除二 把蛋壳包干净了 再把它放到了少女小人的面前 少女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刚才没包壳 他还不是很敢确定 但现在包开壳了 他认清了 这真的是一颗鸡蛋 白水煮鸡蛋 只是它也太大了 足足有三丈多长 这 真的是给我吃的 李道玄 吃吧 高一夜有点不敢置信 真的 啥给我吃的 李道玄长长地叹了口气 吃吧 可怜的姑娘 高一夜猛地一下 年轻力壮的高出五赶紧冲过来 用力推开他身边一圈的大白米 将他从米堆里拉了出来 村长也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接着全村四十二口人 又在高一夜家门口集合了 大伙看着像磨盘一样巨大的大白米 陷入了混乱 整个人处于短暂的当机状态 好一会儿之后 村长才道 这也是天神大人恩赐的吧 世间没有这么大的米 高一夜点了点头 天神大人和我开了个小玩笑 故意在我的家里堆满了大白米 等我开门时 把我淹没 村长 这样的玩笑 真希望他每天都和我们开一次 高出五傻乎乎的乐 伸手就在地上抱起了一颗大白米 这玩意儿百斤重 抱起来好吃力 但他抱在怀里 就不肯撒手 傻乎乎的笑 这个大米怎么分 我们一家分十颗吗 村长怒 住手 把他放好 我们还不知道 这些米是只赐给一夜的 还是赐给我们所有人的 如果是只赐给一夜的 你胡乱拿 惹怒天神大人 是想像山贼一样 被拍成肉酱吗 高出五吓了一大跳 双手一将 大米落到了地上 村长转向一夜 温言道 一夜 你是个好孩子 天神大人既然选择了 只在你的面前现身 那我们也只能 请你和天神大人说话了 就麻烦你问问他老人家 这些大米 我们能不能沾你的光 也想用一些 他正说到这里 村口的方向 突然响起了一声 趾高气扬的声音 高家村的建民 出来出来 别他妈的一个个 躲在屋子里装死 你们欠朝廷的税 什么时候交情 这声音一来 所有村民的脸色 齐齐黑了下去 连不懂事的小孩 也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 哭都不敢哭一声 高出五鸭低声道 糟糕了 县里的牙医来了 村长想也没想 立即道 一夜 初五 还有那几个年轻的 你们立即动手 把这些大米 都弄回一夜家里去 关好门 我去村口应付牙医 大家记住了 千莫让他们看见了 这屋子里的大米 李道玄突然发现 箱子里多出来了五个小人 没错 多出来的 今天早上 在给小人们买了粮食之后 他还专门数了小人的数量 一共四十二个小人 一个不多 忘了的朋友请看第五章 但是现在 箱子里有47个小人了 这多出来的五个小人 似乎是从造景箱的边缘 钻进来的 他们身上穿着统一的服装 衣服是深红色的 腰间挂着泼刀 手上拿着铁齿 背心还有一个白圈 上面写着个牙字 看起来像是古代的官差 由于他们钻进造景箱的时候 李道玄的注意力 正在村民们的身上 所以他也没看到 这五个小人钻进 来的那一瞬间 等他注意到这五个小人时 他们已经走到了村口 李道玄心中大奇 这五个官差 是怎么进入我的造景箱的 奇怪了 这就像一个养仓鼠的人 明明自己只养了42只仓鼠 突然发现 箱子里多出来了五只 而且品种和自己家里的仓鼠不一样 这还不猛 他围着造景箱旋转起来 左看 右看 看来看去 箱子四面都是玻璃 封得死死的呀 唯一一个可能进出的 是箱子上盖 但李道玄刚刚放完了米之后 明明把盖子给盖好了 通气孔 不通气孔很小 而且很高 小人们不可能从通气孔进出 太扯了 他正研究来研究去呢 就见到那新来的五个官差小人 似乎和村民小人们吵起来了 赶紧把耳朵贴过去 凝神细听 一个官差小人 正在渣渣呼呼地骂人 你们这群贱民 一直欠睡不搅 是要造反不成 另一个官差 则拿着铁齿挥来挥去 再不交税 老子把你们西数拿进牢里 村长小人迎了上来 陪着笑 官爷 官爷 不是我们不交税 实在是没钱没粮 大家都快要饿死了呀 您看这天气 好几个月一滴雨都不下 田里的庄稼全都死光了 官差小人冷笑 旱灾不是借口 朝廷的睡营 不管什么情况 都必须足额上缴 否则就是造反 村长小人哭丧着脸 官爷 你看我们村里这些人 各个面黄鸡瘦 风一吹就能倒 哪项还有钱的人 大家饿得快死了呀 真的没有办法交税了 官差小人 贱皮子 老子现在就去村子里走 要是被我找到 你藏阳不久 你就等着老底坐穿吧 一把推开村长小人 向着村子里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李道玄看着这一幕 也不由得乐 这官差小人和村民小人们 又演起剧情来了 我一开始看到 这个造景箱时 箱子里也在演剧情 一群山贼小人 在村子里烧杀抢劫 我当时 还以为小人们是电动的 在按设定好的剧情表演 伸手干预了一下 把山贼小人弄死了 还以为从此以后 不会有表演了 没想到 这里又演起 官差欺压良民的剧情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能想象 你养的一箱子仓鼠 每隔一段时间 就玩角色扮演 表演一段剧情吗 他心中生起一种 玄之又玄 古怪无比的感觉 这个箱子 没有我想象的简单 只怕并不是单纯的 养了一箱子小人 五个官差小人 在村子里闹腾起来 随意闯进村民的家里 翻箱倒柜 弄得到处都是吵闹声 村长小人的表情紧张起来 一般人的家里 倒是不怕搜索 反正大伙是真的没什么粮食 但是 高夜的家里 那可是堆了半屋子 墨盘大的大百米的呀 要是被官差找到 可就 他越是紧张 反而越是暴露目标 官差小人马上就发现了 村里人的眼光 都在有意无意 对着一桩破房子瓢 就像那屋子里 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一样 村子里所有的年轻人 都守在那破房子前了 其中还有两个人 用后背顶着屋门 似乎害怕门打开后 从里面蹦出什么东西来似的 官差小人的注意力 立即锁死在了那个破房子上 让开让开 一个官差小人 向着高一夜的家走了过来 村民小人们 立即紧张得不行 所有的人表情都变了 村长小人不由自主地 挡在了官差小人的面前 那官差小人用力一推 村长小人 亮亮呛呛地摔开到了一边 官差小人们 一个箭步窜到屋前 滚开 几个年轻人捏紧了拳头 但是 没有人敢出手 也没有人愿意让开 官差小人一脚就踹了过去 高一夜和高出屋两个小人 正用后背顶着门呢 官差小人突然出脚 将两人踢开到了一边 那木板门失了支撑 里面的大米 立即就推开门 滑了过来 哗啦啦一声 大白米滚出 站在最前面的官差小人 吓了一大跳 幸亏他洗过几天武艺 伸手还算敏捷 第一时间向后跳开 而且 大白米被高出屋等人 重新塞进屋子里之后 摆得比较规矩了 滑下来的威力也变弱了 倒是没有将官差 直接压死在米堆里 只是埋住了他腰部以下 后面挤歪观察小人 也吓了一大跳 一起向后跳开 被埋在米里官差用力甩手 把腿 向正拖出来 但当他看清自己 埋在了墨盘大的米粒里面 不禁吓了一跳 另四名官差也张大了嘴 惊讶得半天避不上来 村民们也不知道说啥好 全都保持着沉默 场面就这样 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 好几秒后 才听到那个埋在米堆里的官差小人大叫道 看什么戏 快把老子弄出来 另外四个官差小人赶紧上前 将米粒推开 将那官差小人拉了出来 一名官差小人结结巴巴地问道 高家村里 居然藏着这样的东西 这 大米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如此之大 村长小人也是豁出去了 这是天神大人赐给我们的神秘 救命用的 你们要是敢动他们 天神大人会要了你们的命 五名官差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道该不该信 场面再度僵住 好几十秒没有人说话 李道轩安安静静地看到这时候 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出手干涉 这场面有点诡异啊 我如果想保护自己的42个小人 现在应该伸手 把这五个新来的官差小人拍死吧 就像上次拍死山贼小人一样 但是 我这样做合适吗 这五个官差小人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进的箱子 后面还会不会再有别的小人 跑进箱子来 还有好多事没搞明白 此时胡乱出手 未必是最优解 李道轩用右手拿出手机 对着箱子里的小人们 咔嚓咔嚓 拍了几张微距照片 保留下了这个僵持的瞬间 同一时间 左手做好了随时帮自己的小人的准备 打开了造景箱的上盖 将一只手虚悬在了箱子上空 只要自己的小人有生命危险 他就准备把左手伸进去 干掉这五个外来的官差小人 就像干掉那些山贼小人一样 高一夜很慌 慌得不行的那种慌 他看到了 天空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天神大人 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天神大人已经举起手来了 他知道天神大人举手意味着什么 昨天他可是亲眼见到 天神大人一巴掌一个 将所有的山贼全部拍成了肉饼 那可怕又解气的画面 至今仍然在脑海中盘旋 高一夜赶紧抬起头 对着天空中大厂喊叫了起来 不要 天神大人 求您了 不要杀他们 李道轩 咦 高一夜大叫 他们是官差啊 杀了他们 我们全村人都完了 他这一声喊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在他身边的人 自然是全都听到了 村民们齐齐一棱 那五名官差也同样一棱 然后同时抬头看向了天空 心中暗响 什么意思 这村民居然对着天空喊 不要杀我们 天上有什么东西 能杀我们五个 看不到啊 天上什么也没有 他们倒也不傻 马上想起了刚才村长说的话 这是天神大人赐给我们的神秘 救命用的 你们要是感动他们 天神大人会要了你们的命 切 围守的官差忍不住歪了歪嘴 骂道 故弄什么玄虚呢 另一名官差也道 吓老子一跳 真以为有什么东西能来杀老子 结果是几个贱皮子演戏 当老子是吓大的 一名官差冲着高一夜吼道 你这件女人 喊些什么神神叨叨的鬼话 恐吓官差 就是与朝廷作对 不想活了 高一夜 我才没有吓你们 我再救你们 快走吧 天神大人已经抬起手来了 你们惹怒他了 再这样下去他会一巴掌一个把你们全部拍死 五名官差 这话听了心里发毛 但确实很难置信 为首的官差挪了奴嘴 对旁边的手下舌的眼色 把那妖言惑众的女人给我拿下 带回县衙门里慢慢审问 他有可能是白脸邪叫妖人 那官差扬了扬手里的铁齿 向着高一夜 缓缓地走了过来 高一夜瞥了一眼对自己走过来的官差 又抬头看 云层分开了 天神大人的手正在飞快地向下移动 很快就移到了官差的头顶上空 很明显 天神大人在保佑自己 如果这官差对自己出手 天神大人就会一巴掌压下来 将官插压成肉饼 但官差和山贼可不一样啊 山贼杀了也就杀了 抬出村一埋 就没了后闻 但官差死在高家村 却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官府会认为 是高家村的人杀了他们 全村人都会被打上造反的烙印 接着大军前来镇压 大伙都死无葬身之地 高一夜毫不理会 对着自己走过来的官差 抬起头 对着天空继续大喊 求您了 不要 李道玄听到了少女的呼唤 他声嘶力竭地吼着 只为保护这五名官差 哦 不对 他是在保护自己 保护村民 李道玄马上就懂了 这五个官差小人的背后 还有更多的官差小人 他们的身份 就代表了他们身后的力量 这个造景箱 绝不是我眼睛看到的这么简单 这一次 就按少女的期望来做吧 李道玄原本打算拍死官差的手 收了起来 他只伸出两只手指 轻轻地 就像捏起一朵小野花似的 将那官差捏了起来 啊 官差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 他正一步一步走向高一夜 准备将这个妖言惑中的少女 抓回去审问呢 哪知道突然感觉到一股大力 牵住了自己的肩膀 庞大的力量向着中间压 压得他全身骨骼都嘎嘎着想 险些散架 他左看 右看 想看是什么东西牵住了自己 但看不到 身边没有任何东西 他只能感受到无形的距离 接着他的双脚离了地 悬浮到了半空中 那看不见的力量 将他低流起来 悬于一丈高空 另外四名官差一起抬起头来 看着须旋在半空中 挣扎不休的官差 脸上满是惊恶 村民们看到这一幕 却奇跪了下去 天神大人显灵了 被抓起到半空的官差 吓得眼泪鼻涕齐流 连裤裆都湿透了 他在半空挥舞着手脚 嘶声大喊 天神大人饶命 天神大人饶命 小人无意冒犯 小人错了 饶命 另外四名官差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 李道玄鼓起腮帮子 对着另外四名官差 呼地吹了一口气 哄 狂风突起 一股进风 对着四人眷来 不卷别的人 就卷他们四个 四名官差被这股可怕的风 吹得齐齐向后飞了出去 直飞出三四米远 落地重重地一摔 屁股差点摔成四半 四人这一下 终于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 赶紧翻身爬起 然后扑通一声 贵妇在地 将额头磕在了黄沙地上 李道玄开口道 叫他们滚 不准把刚才发生的事说出去 高一夜大声道 天神大人叫你们滚 还告诫你们 今天那事不准说出去 四人赶紧磕头 谨遵天神大人的吩咐 起身 撒腿就跑 那个须玄在半空中的官差大哭 小人也想滚 天神大人饶命 求您了 让小人也滚吧 这里的事 小人半个字也不会说出去 李道玄手一松 那官差从一丈高处落下去 扑通一声摔了的结实 但他忍住疼痛 翻身爬了起来 一蹶一拐地追着四名同僚去了 李道玄的眼光 锁定在了五个官差身上 他要看清楚 这五个官差 究竟要怎么离开造景乡 只见五人跌跌撞撞 狼狈不堪地跑出村子 跑到村外的黄沙地上 再跑 很快就到了造景乡边缘了 这里立着一块玻璃墙 五人仿佛看不见那玻璃墙一般 继续向前走 穿进了玻璃 但他们并没有穿到造景乡外面来 而是就这样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玻璃墙是一道 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传送门 走出去了 消失了 李道玄亲眼目睹了外来的小人 进出造景乡的情形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造景乡了 也许 他不仅仅是用来饲养这42个小人用的 而是 连接着另一个小人国的世界 不 用连接只怕不妥 用俯视更加贴切 本以为自己养了一小箱子小人 那就随便养养 就当养着一箱子小仓鼠 也没想过深究这些小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如果自己是在俯视着另一个小人国世界 值得研究的事情可就多了 李道玄将视角回转到了村民小人们的身上 这时候官差小人已经逃走 村民小人们正聚在一块 对着天空中欢呼叩拜 少女小人作为唯一能与天神大人对话的人 被村民小人们围在中间 七嘴八舌头地对着她说了些什么 那少女小人便抬起头 对着天空中大喊道 天神大人 乡亲们感谢您的帮助 大家还想问问您 这些神米是赐给我一个人的 还是允许乡亲们都来享用的 李道玄的目光锁定在了少女小人身上 这个少女小人可以和自己交流 她能听到自己说话 可以通过她来了解小人国世界的事情 看来 是时候与这个少女小人说几句话了 李道玄开口道 把米都分给大家吧 另外 我有一些问题 想要问你们 少女小人大喜 乡亲们 天神大人说 这些米是赏赐给我们所有人的 大家可以分 村民小人们顿时欢呼起来 天神大人保佑 天神万岁 嗯 一夜 天神大人是佛家的 还是道家的神 我们该说阿米偷佛 还是该说无量受福 少女小人也猛啊 她虽然能看到神明大人 隐隐浮现在云层中的脸 但却看不到 她穿的是道袍还是僧袍 实在搞不清楚 七道是该说阿米偷佛 还是该说无量受福 这就很尴尬了 要是说错了七道切口 惹怒天神大人 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不过 大家好像都是文盲 本来就不会写死字 村民小人们僵住了 祈祷不下去了 李道玄提笑皆非的摇了摇头 这些小人还蛮有意思的 他们居然还会研究 自己是佛教还是道教的神 这个小人国世界的文化 看来和咱们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呀 她带着点笑意地道 别在意到家佛家 我哪边都不是 少女小人棱住 这就进入她的知识盲区了 还有这种天神大人 李道玄 不要在意这种小事 叫大家安静 我要问问题了 少女小人赶紧大声道 大家安静 天神大人还有几个问题 要问我们 她这一喊 所有人瞬间安静下来 李道玄 你们所在的是哪个星球 或者大陆 或者次元 少女小人听不懂 她把这句话原样复述了一遍 讲给了所有村民小人听 但是 在场的小人却一个都听不懂 连他们中懂得知识最多 见过的市面最大的村长小人 也是一连猛 星球是什么 大陆又是什么 次元是什么 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他们对这些词毫无概念 李道玄明白了 虽然文化一脉相承 但他们的知识水平 还停留在数百年前的水准 你们所在的是哪个国家 现在是什么年号 国家的概念 小人们倒是有辣们一点点了 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国家里的 这个国家还有朝廷和军队 但是 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是什么年代 他们却全都不知道 整整齐齐地摇了摇头 李道玄皱起了眉头 这些家伙 居然连自己是什么国家的人 什么年号都不知道 这也是文盲的超水平了呀 不过 再仔细一想就明白了 古代农民大字不识一个 足不出村 离家范围最远的 估计也就到个县城 如果出生的稍稍偏荒一点点 平时没什么商旅路过 村民们就会像眼前这群人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对外面的世界两眼一抹黑 山中不知岁月长 奈何人间百年仓 李道玄长长地叹了口气 罢了 从你们这里 也问不出什么来 村民小人们面面相去 高一叶压低声音 对身边的乡们道 天神大人好像很失望 村长 我们无法回答他老人家的问题 他当然失望了 高一叶 这可怎么办 村长很认真地想了想 你告诉天神大人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让我们想想办法 找一个有学问的人来 高一叶 有学问的人 村子里一个有学问的人都没有啊 村长道 高家村里没有 但是县城里有啊 我想想 我见过的最有学问的人 那当然是支县大人 高一叶尴尬地摇头 支县老爷 我们哪里请得动 村长道 那我们就请支县老爷的师爷 三十二 PS 三是一个很罕见的姓氏 最早建于明朝 万姓同谱 三姓的历史名人 元代有三宝柱 是瑞安之州 明代有三成志 所以 姓三明十二 在大明朝很合理吧 高一叶摇头 师爷我们一样请不来啊 村长飞飞笑 师爷虽然也是大人物 但他不像支县老爷一样 天天都有官差围着 请起来容易多了 高一叶 村长转头 看向了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 初五 高初五上前一步 憨笑 村长吩咐道 明天大清早 你带上村里的几个年轻小伙 多吃点大百米 吃饱点有力气 去县城走一趟 请师爷来高家村 他要是愿意来 就好好请 要是不愿意来 一棍子打昏了背过来 记住 我们的命是天神大人给的 天神大人要什么 我们必须供奉到他老人家手里 不能让他老人家对我们失望 高初五咧开大嘴 好咧好咧 天神大人赏了我大鸡蛋 还赏了我大百米 我要听他老人家的话 但是我从来没去过县城 要怎么去呢 村长 我来教你怎么走 李道玄这时候 还在箱子外面看着呢 见这几个小人 煞有其事地议论着 请个有学问的师爷 回来给他解答问题 也不禁有点乐 听起来蛮好玩的 这小人国世界看来不小 有村庄 有县城 有官差 有支县 有师爷 那必定就还有一个庞大的国家 希望他们尽快把县城里的师爷 请回来 安排好了之后 村长大手一挥 分米 大家吃顿饱的 42个村民小人 排着队在高一夜家门口分米 墨盘大的白米 一人领十粒 这足够一家人吃上好些天了 他们要把这些米搬回家都困难 得把它放在地上 用手推着滚 这样才省力 足足滚了十趟 才把十粒米都弄回了家 另外41人领完之后 高一夜的家里 还剩下好大一堆 只怕还有好几十粒 但没有人敢说 高一夜分多了 在这些没文化 又迷信的村民们心目中 高一夜现在的地位 就等同于其他宗教里的圣女 圣女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 各家各户 开始烧水煮饭 墨盘大的白米 没法一次煮一粒 得用凿子先把米凿碎 随便煮上十几块碎片 就够一家老少吃饱 但是吃纯纯的大白米吃饱 未免太奢侈了 他们只煮了半饱的量 在里面混入野菜 树皮 草根一起煮 这样的话 吃一顿的大白米 就能变成吃两顿了 李道玄用放大镜 穿过窗户 看他们在锅里煮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由得直摇头 明明我都给你们发粮食了 你们这煮的什么玩意儿 这样吃身体 怎么好的了 太节省了吧 干脆再给他们加点料 他正打算拿一块猪肉 放进造景象 但仔细一想 不行 要是直接给这些 长期吃不饱的村民下猛料 他们很有可能肠胃不适应 吃得闹肚子 身体虚的前提下 拉个膝稿不好就拉死了 罢了罢了 慢慢来 逐步调整他们的饮食吧 贝里道玄嫌弃的食物 对高家村的村民们来说 却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美食了 村民们开开心心地煮好了晚饭 也不用再躲着邻居吃了 反正家家户户吃的都一样 大伙干脆就在屋门外 摆开桌子吃 平时偷偷摸摸躲着吃点东西 搞得村民们的感情 都没以前好了 现在重新回到灾年前的气氛 村子里热闹了不少 好久没吃过这么好的米饭了 村长坐在家门口扒着饭 这神米真香 比我们自己种出来的香多了 不愧是天神大人恩赐的呀 高出端着个大碗 拼命地干饭 这家伙年轻 体格大 比别的人能吃 别人一家人才吃十几块碎米 他却一个人就要吃十几块碎米 狼吞虎咽 就像几辈子没吃过饭 真让人害怕 他会把自己噎死 高一夜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门槛上 细嚼慢咽 一口饭也要吃上半天 他一边吃 还一边流着泪 母亲 可惜你想受不到了 李道玄也在吃晚饭 他今天点了个外卖 红烧牛肉套饭 加上外卖跑腿费 一共二十九元 满满的一碗米饭上面 还盖着红烧牛肉和红烧萝卜 还有一份泡菜 店主还赠送了一瓶三百毫升的小可乐 他这晚餐 与小人们吃的东西比起来 可谓全方位碾压 吃一口牛肉 看一看造景箱里的小人们 不知道为啥 平时觉得贼难吃的红烧牛肉套饭 今天便香了不少 吃完饭 天色渐渐地暗了 村民小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屋里休息 整个造景箱又变成了非静止画面 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了 至于无聊的网友说的偷看女小人洗澡 那纯属无稽之谈 造景箱里明显是处于旱灾之中 河水断流 草木皆枯 水井里的水勉强只够饮用 连灌溉农田都做不到 哪里还有的水用来洗澡 村子里所有的小人都没有洗澡 甚至不换衣服就上了床 李道玄的注意力从造景箱上收了回来 伸了一个大懒腰 这该死的造景箱盯着看呀看呀的 一不小心就能看过去整整一天 他打开手机 调出白天拍的那张照片 忘了的朋友请看第八章 然后打开了自己常去的历史军事论坛 匿名发帖 大家请看看这张照片 照片上的村子叫高家村 里面的女孩子叫高一叶 年轻男子叫高初五 还有五个官差 你们从这张照片能想到什么 回复一 这几个官差的服饰 看起来像是明朝的牙医 回复二 高一叶 高初五 也很像是明朝人取名的方式 回复三 没错 我也一眼看出来 这应该是明朝 可惜看不出具体是哪一年 回复四 这造景象做得挺棒啊 小人们栩栩如生 真实地还原了明朝年间 牙医们欺压良民的画面 这造景象哪买的 我也想买一个 回复五 这个较高一叶的小人挺漂亮 想偷看他洗澡 李道玄 妈的智障 怎么总是离不开偷看洗澡 和这群没名堂的家伙 就没有道理好讲 李道玄关掉了论坛 不过 刚才那几个回复 还是让他心里大致有了个底 明朝吗 我的箱子 不会是在俯视明朝吧 这怎么可能 算了 睡觉 公元2023年7月13日 夏 双庆市 早上七点 气温已经攀升到了33度 这要是到了正午 太阳岂不是得杀人 李道玄昏昏沉沉地从床上爬起来 第一眼就是看向床边的造景象 这箱子一开始在门口 后来搬到客厅 昨天晚上睡觉前 就干脆搬到床边了 和电脑摆在一块 为的就是能第一眼看到他 箱子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小人们都起了床 高处带着几个年轻的村民 正在吃早餐 吃得很饱的那种 他们今天要去县城请师爷 所以必须吃饱饭 才好干活 村长正站在他们身边 一字一句地叮嘱着他们 至于别的村民嘛 正拎着竹篮子 准备出门找野菜 李道玄也不禁啼笑皆非 这些小人 每天就是找野菜 找树皮 找草根 连一点变化都没有的吗 好吧 理解一下 他们为了活下去 已经竭尽了全力 哪里还有心思做别的 开始今天的投食吧 只要每天给他们投食 小人们对生存的焦虑 就能自然化解 他们才有心思 去想到别的事情 李道玄拉开冰箱 从昨天买的大白菜上面 扒下了一片菜叶 白菜叶子挺大的 长度起码有四十几厘米 宽十几厘米 回到造景乡边 将那一片白菜叶子 轻轻地放到了高一叶的面前 这时的高一叶 正拎着竹篮子 准备出城找野菜呢 突然 天空中伸出一只大手 将一片巨大的白菜叶子 摆在了他的面前 高一叶一眼看过去 这一片白菜叶子 长三十丈 宽十丈 PS 细心的读者 应该已经发现了 现实中的物品 通过造景乡 进入大明朝之后 会变大二百倍 第一章就写了 小人的身高 不到一厘米 一百六十厘米高的人 在造景乡里 只有零点八厘米 也即是一比二百的比例 鸡蛋长五厘米 进入造景乡 就会变成十米 四十五厘米长的白菜叶子 会变成九十米长 也就是三十丈 体积等比例放大的时候 质量就会几何倍数的提升 这让我这个文科生很苦恼 每一次计算 食物的大小和重量 我都会搞错 所以经常会有bug 还请各位读者们见谅 天降巨大白菜叶 高一叶一开始吓了一跳 但马上就稳定了情绪 已经不是第一次 被天神大人投喂了 他已经不像一开始 看到巨型鸡蛋那样 一惊一乍 欣喜之余 首先跪下 对着天空中磕了一个头 大声感谢天神恩赐 然后才站起身来 扯开嗓子大喊 大家快来啊 天神大人又赐给我们食物了 原本拎着竹篮子 准备出去觅食的村民们 刷地一下围了过来 巨大的白菜叶 看得他们一阵猛 但经过大鸡蛋和大白米的洗礼 他们也就直猛了很短的时间 然后就是村长一声令下 大家开始瓜分大菜叶了 一加一块 给初五和那几个去了县城的娃子 也分几块 摆在一边 村长大声吩咐着 村民们便乖乖地排队分配 一人切了好一块菜叶回家 就如李道玄所料 大清早投了时 村民们也就不急着去挖野菜了 人在饿的时候 只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吃 但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却会有无数的烦恼 村民们马上就开始展现出 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了 三娃 你的裤装破了好几天了 过来 喂娘给你缝一缝 李道玄发现 村子里有一个很擅长针线活的中年妇女 明明没什么先进工具 就一把剪刀一根针 居然却能给他的孩子 缝出一件很漂亮的粗麻布衣 老八哥 你上次不是说 要教我怎么烧制瓦罐吗 我特意挖来了好大一块黄泥巴 你教教我 怎么把它弄成罐子 李道玄看到两个中年男子在玩泥巴 原来其中一个绘制陶罐 这还真是门厉害手艺 不一会儿 他就把一坨黄泥巴 搓成了一个很漂亮的瓦罐 另一个人笨手笨脚地跟着穴 居然也搓出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罐子 再把视角移到村子另一边 村长居然也是有手艺的 他削了一堆竹面 不一会儿 就编出一个竹篮子 两个竹篮子 这手活计做得贼漂亮 高一一 我家的柴刀卷口了 你帮我打打呗 李道玄的目光跟着一过去 发现一个名叫高一一的铁匠 正帮着邻居断打一把柴刀 叮叮的一声响后 柴刀打好了 弄得跟新的一样 这一下 观景箱里能看的东西就丰富多了 让他看得津津有味 咦 等等 好像有什么不得了的情节可以看了 李道玄突然发现 高一一在打水 他从水井里打了一桶水上来 拎回了自己的屋子里 倒进一个大木盆 然后关紧了门 拉上了窗帘 他猛地一下明白过来 这不就是论坛里那些个无聊网友说的事 要发生了吗 少女要洗澡了 李道玄的心 不知道为啥咚咚地跳动起来 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放大镜 又看了看高一一那破败的房子 房子上到处都有破洞 尤其是屋顶 大约是因为三年大旱没怎么下过雨的原因 屋顶漏不漏 根本没有人在意 肉眼可见的有一个洞 能看到里面 如果把放大镜对准那个洞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 李道玄开始纠结 我该做个人 还是该做一头狼呢 正纠结万分时 突然发现 那破洞处 出现了一张脸 原来是高一夜 他把桌子凳子搭起来 搭得老高老高地爬上去 直到他能够得上屋顶的破洞 他从破洞往天上看 李道玄从天上往破洞看 于是两人的目光再一次对上了 一种诡异的气氛 在两人的目光中交换着 好几秒后 高一夜一开了目光 他可不敢和天神大人对视 只是 脏兮兮的小脸疼得一下就红了 红得连脸上的污渍都遮挡不住 整张脸变成了暗红色 只是 他太小了 整个人才不到一厘米高 李道玄如果不用放大镜 根本看不清他的脸色 更看不清他脸上的一抹羞涩 高一夜碰得一声推开门 跑了出去 飞快地跑到了村长的身边 压低声音 用天神大人肯定听不到的那种音量 低声道 村长爷爷 我有个事想问问您 村长 哦 啥事 高一夜的脸红得像猪肝 是葛色的 天神大人 好像一直都 在天上 看着我 村长 这是你的福源啊 天神大人眷顾你 一直在天上照看着你 通过你的手来 赐给我们食物 也通过你的嘴 来传达神旨 你应该感恩才是 干嘛还摆出一脸奇怪的表情 高一夜 我一直 一直被看着 今后 怎么换衣服 怎么 洗澡啊 村长 切 原来是这种泼式 也不想想你的命是谁给的 换衣服和洗澡 算得了什么 天神大人 哪天需要你侍奉的时候 你也该乖乖听命才是 此时民间诸多奇怪的信仰 有些教派需要女子侍奉神明 是很常见的事情 当然 神明们其实一点甜头都没尝到 这些女子用身体侍奉的 都是代表神明说话的僧人 道士 神棍而已 PS 别光顾着嘲笑古人 现代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高一夜听了村长的话 心里咯噔一声响 原来是这样吗 天神大人救了的我命 还赐给我食物 是需要我 侍奉 她的脑海中 闪过天神大人那张年轻又好看的脸 马上又将之灰去 哎呀 我在想些什么呢 太不敬了 回到家里 抬头看了一眼屋顶上的破洞 打消了把那个洞填不起来的想法 就如村长所说 天神大人要看便看吧 我高一夜的命都是她给的 又有什么不能给她看呢 她用颤抖的手 解开了自己的衣服 脏兮兮的身体露了出来 太久没洗澡 黄沙都在身上结块了 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 皮包着骨头 她的身体实在说不上好看 她心里自嘲 就这肮脏又瘦弱的身体 摆在天神大人面前 她也不屑于看一眼吧 我还藏个什么劲 拿起一张破布片 在水桶里拧了一把 然后开始仔细地擦拭起来 她并不知道 此时的李道璇 早已经拿开了放大镜 如果一开始没有被少女发现 她可能就坐廊了 但是 被人家带住了一次偷看 正常人都不会厚着脸皮 再去看第二次 她转开了目光 看向了造景乡的边缘 心里在想 去县城找师爷的那几个小人 现在情况如何了 他们一走出造景乡 我就看不到他们了 也照顾不了他们 如果死在外面了 那该怎么办 公元1627年 天启七年 陕西 城城县 高出五带着三个高家的年轻人 走进了县城的大门 四人都是从没出过村的土包子 这一路从高家村走过来 足足三十余里路 全靠嘴巴田 在路上见人就问 几次走错了路 都靠嘴巴问了回来 走进县城大门时 日头已经挂在天空正中间了 五十 最热的时候 室外气温高达四十度 四个年轻人热成了狗 垂头丧气 眉睛打踩 整个人轻飘飘的 处哥 要找师爷 就得去县衙门吧 我好怕衙门 听说支县老爷 吃人不吐骨头 那些衙役 也一样吃人不吐骨头 好可怕的 三个年轻人 都怂得不行 高出五也怂 平生没离家超过十里的土包子 第一次进县城 早已经被县城的那些高门大院给吓着了 整个人都带着点哆嗦呢 他伸手进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袋子 捏了捏袋子里的大百米碎块 这是出村前 村长塞给他们 已被不时之虚的 一人袋子里装了五块碎米 摸到这个 他才定了神 怕个屁 我们有天神大人撑腰 三个年轻人听到天神大人四个字 倒是精神一震 胆气稍稍回流了些 四人拿出舔嘴巴 见人就问路 在路人的指引下 终于走到了县衙门前 刚到县衙门口 就看到了一幅不和谐的画面 一个中年男子 白面无虚 身材微深发福 穿着一身长衫大褂 正在衙门面前大声哭喊 县尊大人 求您不要赶走小人 小人一向为您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您怎么能说 不要我 就不要我的呢 您这个就叫做 吐死狗烹 他说到最后四个字的时候 语气加重 神态夸张 一副傻乎的模样 守在县衙门口的官差摇头道 三先生 你就别在这里哭号了 县尊大人说了 不要你 就是不要你 你再在这里叫唤也没用的 小心惹恼了县尊大人 把你拿进牢里 那不是更惨 他们这两句话一说 旁边的高初五 眼睛就亮了 你们听到了吧 牙医叫他三先生 这个人应该就是村长说的 县令老爷的师爷 三十二 另外三个年轻人大骑 师爷在哭 好像是县令老爷不要他了 高初五 管他呢 我们只需要把他请回去就行了 盯着这家伙 一会儿他走进小巷子 我们就去请他 他从身后拿出一根大木棍 这是来县城的路上捡的 三十二对着县衙门一阵哭号 但毫无用处 县令张药材早就烦他了 不论他怎么哭号也不为所动 还派了两个牙医出来 对着三十二一通乱打 打得他鼻青脸肿 这家伙挨了打 也知道县令心意已绝了 长叹一声 离开了县衙门 顺着长街走了一段 再一拐 钻进了一条小巷 想抄近路 从这条巷子回家 没想到刚在巷子里走了几步 就见前面出现了一个年轻汉子 手上拿着根大木棍 三十二吓了一大跳 赶紧转身 想向来路跑 却见背后也有三个年轻男子 堵住了横道这一头 三十二 这已经飞小 眼光在四个年轻人身上一扫 马上判断出来 四个穷尼腿子 他赶紧举起手 飞快地道 不要打我 我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拼命征税的是县尊大人 和我无关 我还一直劝他不要征收重税 这就叫做为民深约 高出五憨憨地笑了笑 原来还有这种事 三十二飞快地道 真的 我就是因为听你们说话 才被县尊老爷赶了出来 不再录用我的 这就叫顶种涓谜 高出五抠了抠头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感觉你很有学问的样子 三十二道 对对对 我是学问人 你们不能对我这么粗鲁 快放下你手上的棍子 我们有话好好说 这就叫做指割散马 高出五咧嘴笑 有学问就对了 我们要请的就是学问人 请你和我们走一趟高家村吧 三十二道 哎 高家村是什么地方 我 我不去 我不要去 这就叫 碰的一声响 一根棍子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三十二连哼都没哼一声 扑得到了 他身后的年轻村民收起了棍子 道 不知道为啥 听他说话就想打他 这家伙最后那四个字太烦人了 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高出五咧嘴笑 哎 其实我也正想打 四人黑黑一阵笑 其中两人把三十二架了起来 用最快的速度 向着县城外走去 走着走着 前面路上一对官差过来 远远看到 这边四个泥腿子 架着一个穿长衫大褂的有钱人 有钱人低着头 似乎晕过去了 官差们的注意力 一下子就锁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画面怎么看 怎么像是穷人在抢劫绑架有钱人啊 一名官差大声道 你们四个 干嘛的 高出五等四人正在玩绑架呢 一看到官差 瞬间耸了 四人脚下打颤 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 不料有趣的是发生了 那官差仔细一看 居然把高出五给认了出来 大吃一惊 高 高家村的 高出五定睛一看 也把官差认了出来 昨天的官差 原来 这官差就是昨天到高家村收睡 被李道玄用两根手指 粘到半空中的那个官差 昨天的是吓得他屁滚尿流 回来一晚上没睡着 担心被天神大人惩挚 提心吊胆 魂不附体 现在根本不敢出城 拉着几个 同僚渣场子 才敢上街 他身后还有昨天那四个 被李道玄一口气吹飞的四个官差 也同样吓破了胆 现在五个人走在一块 就是为了互相撞胆 哪料到冷不丁在县城街上 看到了高家村的人 这 莫不是天神大人派来监视我们 有没有把他的事说出去的 五个官差 吓得脸色都轻了 高出五也吓得不轻 结结巴巴地道 我们 这个 朋友 被太阳晒晕了 我们扶他去河边洗个脸 五个官差结结巴巴地道 你们 请便 昨天的事 我们一个字 也没说出去 双方都颤颤巍巍 抖呀抖呀 在街上措身而过 刚刚错完身 五个官差撒腿就跑 高出五一行人 也同样撒腿而跑 双方背对背 绝承而去 李道玄盯着造景香看 傻乎乎的一看 又是一整天 饿了就点个外卖 就这么一晃 傍晚到了 窗外的双庆室 披上了金色的落日余灰 造景香里的景色 居然也同样变成了 夕阳西下的模样 明明家里有日光灯 灯光将造景香照着 应该能透过玻璃进入箱内 但实际上 灯光并没有钻进造景香 箱子里的天色越来越黑 这箱子有太多奇怪的地方 李道玄已经不再为 光线这种小事吐槽了 他现在有点担心 高出五和另外三个年轻村民 他们大清早出发去了县城 现在还没有回来 不会在外面出啥事了吧 这种心情 就像养了一院子小猫咪 有四只调皮的猫咪 跑出了家门 不知道去哪里了 作为他们的四主 颇有点担心 他们还能不能平安地回来 就在这时候 造景香的边缘 突然出现了五个小小的人 李道玄精神一震 太好了 平安回来了 没错 高出五一行人回来了 被他们打晕的师爷三十二 走到半路上时 就已经醒了 然后就被四个凶神恶煞的村民 拿着大木棍压着走路 三十二不敢反抗 偷偷拿眼看四人 发现这四个 都是憨糊糊的那种人 讲道理也讲不通 废话说多了 恐怕还要挨棍子 只好闭嘴不语 乖乖地跟着他们 一路走到了高家村 三十余里路 对于四只不情的师爷来说 还真不是一件一事 再加上一天没吃东西 走到高家村时 已经为你不振 喘气都喘不动了 一进村 三十二就贪软到了地上 高家村终于到了 几位壮士 你们叫我来这里 究竟意欲何为 现在可以说了吧 这就叫图穷笔现 高出五 你们三个 把事业看好 我去叫一夜过来 他撒腿 向高一夜家里跑 想借他之口 通知天神大人 但李道玄 早已经看到了 他们这一行人 哪里还需要他通知 他对着高一夜的房子 开口道 一夜 一夜 高一夜这时候 刚刚用过晚饭 正在屋子里缝着破衣服 听到天神大人的声音 全身一个机灵 刷地一下 从破凳上跳了起来 接着就是扑通一声 贵符在地上 天神大人有何吩咐 李道玄 高出五带回来了一个 看起来有点学问的人 你来帮我向他提几个问题 高一夜听懂了 谨遵天神大人的吩咐 李道玄 好了 快去吧 高出五马上要到你家门前了 高一夜起身 拉开门 就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 外面的高出五刚准备敲门 手举起来 门却枝嘎一声 向里面开了 高出五举起的手 一下子僵住 一夜 你怎么知道 高一夜道 天神大人 说你回来了 还带了学问人回来 高出五用敬畏的眼神 看了一眼头顶上的天空 高一夜用最快速度 向着村口的方向跑去 这时候 村子里不少人都得到信息了 毕竟村子就这么点大 有几户人家通过窗户 就能看到村口发生了什么 再一吆喝 大家都出来了 全村42口人 男女老幼 全都来到了32的面前 此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 金色的斜阳 将整个村子的影子 都拉得斜斜的 全村人站在西洋洋 沉默地看着32 那画面 颇有点诡异 32顿时感觉到压力山大 害怕呀 不等村民们开口 他就抢先道 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绝对不是 我要逼着你们交税的 我向老天爷发誓 我是帮你们说话的 我劝劲县尘尊老人 不要收税 被他赶出了衙门 真的 我发誓真的是这样 你们不要打我 有什么不满 找尘尊老爷说 这就叫恩怨分明 村民们向两边分开 高一夜走出来 站到了最前面 直面着32 他这一下站着了C位 32的眼光 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心里直犯嘀咕 这村子怎么回事 一般的村子 都是由一个 德高望重的村长老头 出来说话 这个村子 怎么是个年轻的姑娘 高一夜侧尔 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然后一脸严肃地道 你是什么人 现身居何值 读过多少书 见过多少世面 32精神一阵 在下姓三 因生于10月2日 因此取名32 任陕西省城城县县令大人的师爷 曾认 现在已经被辞退了 在下十年寒窗苦读 走过大江南北 这就叫 才高八斗 李道玄听到这家伙说话前面 还算正常 说到最后四个字时 突然声音放大 表情夸张 还摆了一个装逼的 POS 实在有点滑稽 忍不住有点月 一夜 你问他 现在是何年何月 高一夜精神一阵 赶紧转达天神大人的话 听他这么一问 32也不禁冷了冷 问我何年何月 这伙村民什么情况 听说乡下农民 数年不出村 对外面的世界两眼一抹黑 这倒也是有的 只是 他们问这个 又是何意 疑惑归疑惑 问题却不敢不答 32神色一阵 一脸严肃地道 现在是天启七年 七月 这就叫 呃 糟糕 这句话 无法用成语总结 他双手抱住了脑袋 露出痛苦的神色 似乎一句话无法总结 让他感觉到非常痛苦 难以接受 众人 村民被他滑稽的模样 弄得啼笑皆非 但李道玄却没有笑 反而整个人僵住了 因为 常年混历史军事论坛的他 对于天启七年这个年月 并不陌生 这可是大明朝 真真实施有过的年号 这一年天启皇帝诸有孝病死 崇祯皇帝诸有减登基 天下大汉 明末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大明朝也即将迎来 最后的十余年挣扎 什么情况 我通过造景香看到的 居然是真实的历史朝代吗 不不不 也许只是巧合 只是年号的巧合而已 李道玄沉声道 一夜 问他现在皇帝的名字 一夜赶紧发问 被问到皇帝明慧 三十二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当令圣上的明慧 小人不敢提及 这就叫尊主则明 李道玄 暴打他 高一夜 这家伙不说皇帝的姓名 天神大人很生气 大家抄家伙 暴打他一顿 高出五第一个抄起了大木棍 另外几个年轻人 也紧了紧手里的棍子 村民们纷纷开始寻找武器 夕阳下 一大群村民 举起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瓦罐 锄头 捉腿 扁蛋 三十二看到这阵仗 脸色都黑了 不等村民们出手 立即嚎叫起来 朱油笑 朱油笑 当今圣上名叫朱油笑 这时候 也顾不得什么皇帝明慧不能说了 所谓山高皇帝远 保住在说管他犯不犯忌讳 甚至连自己每句话都要总结一下 都忘了 居然真的是叫朱油笑 李道玄的脸色黑了下去 一夜 再问他天下形势如何 高一夜赶紧转问 三十二看到周围那五花八门的武器 吓得不轻 也不知道他问的那个天下形势是什么意思 便将自己 才在县衙门里看到的公文背了出来 五月十一日 建奴兵为锦州 朝廷调兵应援锦州 建奴于二十八日 奋兵在攻宁远城 都督袁崇焕与中关刘英坤 副使毕自速度将士登匹手 猎营豪内 用炮锯机 背到这里 看周围村民一脸猛 明显没听懂 心里有点忐忑 但他们的武器并没有落下来 三十二就知道自己背对了 继续 满贵率游士路 祖大寿以兵来救 大战于城外 互有杀伤 满贵身被术使 建奴军旋即引去 一兵攻锦州 锦州一位能攻下 遂以酷鼠还尸 背到这里 停了 完蛋 背不出来了 也不知道他们满不满意 会不会打死我 现在的情况就叫做 千军一发 实际上他背到这里 已经够了 李道玄听到这里 已经确定了 造景乡里 并不是什么一世界小人国 而是 大明 而且是明朝末年 最艰难的那段岁月 难怪高家村一片荒芜 村民都吃不上饭 明朝末年的老百姓 过的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 只是 以前在史书上看 并不直观 在造景乡里看到 才能感同身受 这一下 李道玄全都明白了 行了 不难为他了 我想问的已经问完 看他被抓过来 又累又饿的样子 给他点吃的吧 说完 他已经没有心情 理会造景乡里的事了 用最快的速度 打开了电脑 打开浏览器 打开度娘 搜索明朝末年的相关资料 一头扎了进去 躺扬在历史的海洋中 而他最后一句话 经高一夜的口转打下去 村民们立即放下了武器 对着天空磕了头 各自散开 回了自己的家 三十二松了口气 心想 捡回一条性命了 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好诡异 他们都在听这个少女的话 而这个少女看起来像个神棍 一副我替神明传话的 典型骗子模样 不会是白连教 那一类的邪教组织吧 落入邪教之手 凶多吉少 我得顺着他们来 保住性命才能回家 这就叫 委屈求全 他也装模作样 学着村民们的样子 对着天空磕了一个 也不知道 自己磕的是个什么神 反正磕就对了 为了保命 不寒碜 高一夜对他道 你跟我来 我给你弄点吃的 三十二应了一声 赶紧跟上 一边走 他不定边低声问 这位姑娘 我看你们村好像都在拜神 你们拜的是哪位神仙啊 这就叫支援派本 高一夜 不知道 三十二道 第一次听说 有人连自己拜的是什么神都不知道的 这些村民蠢得过头了吧 高一夜 天神大人就是天神大人 他没有说过自己的名讳 我们也不敢问 只知道他法力通天 温和仁慈 对我们高家村的人照服有加 我们都是靠着他才活下来的 三十二心里冷笑 神棍编的神话 也就只有傻乎乎的渔民才会相信 我三十二读过圣贤书 才不会被你轻易愚弄 这就叫 心明之间 他正想到这里 前面已经到了高一夜的家了 他吱嘎一声 推开破木板门 你先做会 我去厨房给你弄吃的 三十二抬眼向着高一夜家里一看 顿时傻眼 只见屋子的角落里 堆着好大一堆大白米 真的好大 每一粒都有墨盘般大小 墙边还靠着一块白菜叶子 并不是整片菜叶 从脉络就能看出来 只是白菜叶子上切下来的一小块 就有整面墙壁那么大 高一夜随手拿起几块碎米 又在巨大的白菜叶子上 撕下一片来 装在竹篮子里 走进了厨房 看样子是打算用这些东西 给他做一顿饭 三十二的嘴巴惊恶地张开 久久喝不上来 这米是什么回事 这菜叶是怎么回事 这村子又是怎么回事 低个老天爷啊 三十二是一个典型的古代知识分子 虽然比起文盲来懂的东西多得多 不容易被神棍欺骗 但依旧不能完全甩掉迷信 也就是说 他虽然不相信无声老母 真空家乡一类的白莲叫鬼话 但他并不是无神论者 他也是相信世界上有神明的 在僵立了几十秒之后 他一个箭步窜到厨房门口 对着里面正在煮饭的高一夜大喊道 究竟是哪位上仙 赐给你们这些食物 高一夜都说了不知道 三十二道 你连这个都不问清楚吗 亏你还算是神使 你害的村民们再给谁磕头都不知道 将来要为神仙修庙时 都不知道该供奉什么 简直是糊里糊涂 高一夜 呀 你说的对 还是有学问的人考虑周道显 仰起头 对着天空叫道 天神大人 天神大人 我们该如何称呼您的尊号 天空中安安静静 没有人回应他 李道玄这时候 已经看历史书去了 明末那屈辱的历史 看得他黯然神伤 箱子里的少女小人 犹如文银的声音 他哪里听得到 高一夜对着三十二探了摊手 天神大人不想说 三十二道 哎 天亮了 李道玄瞪着一双布满了血丝的眼 瞥了一眼窗外亮起的晨曦 不知不觉 看了整整一个通宵的史料 明末那段屈辱的历史 他是大致上看了一遍 对整体的流程有了一定的了解 只是 细节上 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的地方 而且 史书这个东西 用了不少的春秋笔法 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 根本不能尽兴 用鼠标双击 打开桌面上的一个文件 那是他连夜总结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问题一 投进造景象里的东西 会变大二百倍 体积等比例变大二百倍之后 质量好像会变大得更多 具体多少他 一个文科生也不会算 反正就是一颗五十颗的鸡蛋 会变成几万斤 以此来计算 自己 每次养一个小人 每个月大约需要花费几毛钱就够了 养活四十二个小人没有问题 还能让他们吃香喝辣 过上好日子 但想要养活成上万个 甚至十万百万个小人的话 就会面临现实中破产的尴尬境地 那问题来了 我的目标是什么 只拯救这四十二个小人 还是尽自己的力量 拯救尽量多的明末老百姓 甚至是拯救整个国家 如果是后两者 我的财力不足 需要重新考虑我的目标 问题二 明末战乱 小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而自己要吃饭 要睡觉 要洗澡 偶尔还有可能和妹子约会什么的 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 守着造景箱 说不定出门买个菜 回家来就看到四十二个小人 被朝廷 建奴 或者李自成 张献忠杀光了 造景箱里 变成躺满了尸体的废墟 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此 必须提高小人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问题三冒号2.5米长 1.5米宽的造景箱 只能提供500米长 300米宽的视距 也就刚刚覆盖了高家村 和周围的一片田地 没办法直接影响到看不见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办法扩大视距 这是他这一晚上想到的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 问题三是个神秘学的问题 只能顺其自然 先集中精力 解决前两个问题吧 他的眼光放在了问题上 作为一个自认为还算善良的人 他当然不打算只拯救这42个小人 如果可以的话 想尽量的多救一点贫苦的老百姓 再或者 能拯救整个国家 那是最好不过了 所以 不能光靠自己 网造景箱里投食 那样做很不科学 只会养些麻木的 躺平废物出来 必须调动箱子里的小人们 自己种植粮食 积极面对生活 想到这里 那就干 首先要做的是 给小人们提供水 有水他们才有活力 要怎么给他们提供水呢 直接拿水龙头 对着箱子里冲 那明显不靠谱 变出了二百倍的水柱子 冲进村子 那不叫供水 叫洪灾 李道玄的眼光 转到了自己的乐扣乐扣盒子上 他拿起乐扣乐扣盒子 对着村子旁边的一片空地 比划了一下 很好 在这里能放得下 于是他伸手对着那块地面 用力一挖 瞬间挖出一个大坑 清晨 村民们起得很早 天一亮 这些勤劳的人们就开始准备干活了 但是 天下大旱 田地里寸草不生 他们并没有农活可做 本来应该是早起挖野菜的 但家里还摆着一百多颗大白米 还有好大几块白菜叶 不用急着去找野菜 所以起床之后 大伙就开始做一些杂物 编竹楼 磨刀 缝补衣物 高一夜也打算将自己破破烂烂的衣服缝上一缝 拿上针线 端个小凳子 走出门外 刚准备摆下凳子来 就这清晨的阳光穿针引线 就听到屋子边响起了稀稀缩缩的声音 他转过头去一看 居然是三十二 咦 你怎么还在高家村 原来 昨晚他按天神大人的吩咐 给三十二吃了一顿饱饭之后 在警告 他不能把在这里看到的事说出去 就让他回城 但三十二昨晚看到了墨盘大的米 又看到了巨大的白菜叶 虽然看不懂 却感觉大受震撼 就想在这个村庄里 再多待一阵子 出了高一夜的家门之后 就在屋檐下面睡了 他是养尊处优的师爷 平时哪有这么早起过 被高一夜惊醒后 脑门还猛猛的呢 翻身坐起 哎 天亮了 高一夜祈祷 昨晚给你吃饱饭之后 不是让你回县城去吗 三十二迷迷呼呼地道 呀 我昨晚为啥没回去呢 这就叫莫名其妙 一句话刚说完 高一夜的脸色就变了 原来他看到了天空中 伸下来一只巨手 在村庄旁边的一片空地上一挖 那地面顿时轰隆隆震动 出现一个巨坑 三十二跟着高一夜的眼光看过去 他看不到李道玄的手 只看到地面突然一下子 就出现了一个巨坑 坑中的泥土砂石 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挖了起来 放到了旁边 那一下 当真是飞沙走石 惊天动地 三十二满脑子猛圈 啊 我骑猛了吗 是不是该再睡一会儿 他连最拿手的四字总结 都忘了做 村子里所有的村民 都被这一下给惊动了 全都向着那片空地的方向跑 高一夜赶紧跳起身来 大叫道 乡亲们 别过去 别妨碍天神大人施仙法 村民们齐齐停住 高一夜喝止村民之后 认真的看 只见天神大人的巨手 在地面上连挖了好几把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长十余杖 宽五杖 身八杖的方形巨坑 接着 巨手拿出了一个透明的盒子 从天空中缓缓放下 刚好放在了地面上刚刚挖好的坑里 将四面的泥土堵石 三十二和村民们看不见巨手 却能看见那个透明的大盒子 只见他从天空中缓缓降下 就这么不偏不一 刚刚好地落进了大坑中 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李道玄拍了拍手 很好 蓄水池建成了 他拿起了一个装满水的杯子 将杯子里的水 缓缓地倒进了 乐扣乐扣盒子里面 于是 箱子里的小人们 就看到了一幅奇景 只见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瀑布 一股庞大的水流 从天而降 冲进了地面上的大盒子里 没用多长时间 盒子里就装满了水 村民们全都看傻了 隔了许久许久 才听到三十二开口道 一试银河落九天 高一雁 你这次超过四个字了 三十二抱头 不用这句诗 不足以形容其壮观 高家村的旁边 出现了一个长十余杖 宽五杖 身八丈巨大的池塘 塘中的水 都是现代的自来水 那当真是清澈透亮 这样的好水 身处于旱灾中的村民们 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了 水啊 是水 天啊 这么大一堂子水 是很干净的水 这是 赏给我们的吗 不敢相信 天神大人万岁 李道玄低下头 看着高一夜 一夜 告诉乡亲们 以后我每天都会补满 这个池塘里的水 大家今后 可以从池塘里打水出来 日常使用 或者灌溉农田 高一夜大喜 赶紧磕头谢恩 然后转向村民们 大声宣布了李道玄的神旨 村民们顿时欢呼起来 这下不怕汗灾了 我们有水种田了 太棒了 珍藏起来的种子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还等什么 赶紧回家拿桶打水 急个屁 现在天气太热 什么庄稼能撞 得等初秋 啊 这倒是 我高兴得太早了 村民们喜不自胜 一个个昏头转向 差点忘了 要从哪一步做起 倒是女人们双眼一亮 有了这么多水 就可以洗衣服 洗澡了呀 又脏又臭的 过了大半年的日子了 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 那还不赶紧打水 至少装满自家的水缸线 32的瞌睡 这时候 已经彻底下醒了 她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现在是什么 也看不到的 再看面前的池塘 却是真真切切地 出现在面前的 刚才的那一幕 并不是自己奇梦了 是真的有一股 看不见的无形之力 凭空造了一个池塘出来 而且还凭空到挂了一个瀑布下来 将池塘里倒满了水 谁要敢说 这不是神仙做的 他第一个跳起来 抽那人老大的耳阔子 正发猛呢 旁边的高一夜开口了 三先生 天神大人有话要对你说 32精神一醒 赶紧对着天空施个大礼 天神大人有何吩咐 李道玄 你好像是县太爷的师爷 对吧 高一夜赶紧转续 后面 默认他一直在转续 一说这个 32就哭丧着脸 小人前日帮老百姓说话 劝县尊大人不要收税 惹恼了县尊大人 被扫地出门 不再聘用小人了 这就叫 引火烧身 李道玄 哦 也就是说 已经吃了饭碗了 32颗头道 这个 确实 这就叫 住嘴 听着就烦 李道玄美好气得道 你说话这么招人烦 你自己不知道吗 难怪要被县令扫地出门 32将硬 李道玄 本以为你是个师爷 能在县衙那里看些公文 给高家村送些消息来 现在看来 你这人没啥用吗 32听了这话 心里微动 天神大人 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 他本来打算收我为他做事 能为神仙做事 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必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死来活来 也要在神仙身边做个打杂的 他赶紧道 小人有用 小人有用的 虽然小人不在县衙门里做事了 但小人聪明伶俐 能写会算 天神大人有什么复杂点的事 这里的村民们肯定 嗨嗨 交给小人去做 会更靠谱一些 这就叫 他正打算总结四个字 突然想起 天神大人嫌他烦 赶紧住嘴 刹车太急 脸部表情都扭曲了起来 李道玄也看得乐了 行吗 我现在暂时想不到 有什么事要你做 你且回县城里去 眼睛放亮 耳朵拉长 多打听一下周边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重大消息 就派人来通知高家村 需要你做什么事 我会派人通知你 32全身匍匐在地 额头磕在地面上 小人听命 李树做足之后 他才爬起身来 向着县城的方向去了 李道玄心想 现在我还没有找到 扩大视野的办法 造景箱锁定在高家村上空 看不到外面的事 有了这个叫32的人 倒是相当于多了一双 在造景箱外面的眼睛 希望这双眼睛 能在关键时发挥作用吧 再回过头来 看看村子里 所有的村民都在忙了 年轻力壮的男人们 在田地里挖挖跑跑 有了一个大水塘 他们已经有信心种庄稼了 虽然要等到秋天才一波种 但他们躁动的重地之星 已经无法控制 先提前挖个水渠 李道玄点了点头 很好 村民们自己造写的能力 被激活了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还需要自己养着他们 但到秋天 他们就会开始种田 自己养活这一村子人 需要花费的成本 就会开始降低 如果他能用同样的方法 帮助到更多的村庄 就能让很多人免于饿死 接下来 开始解决问题二 当自己没在造景箱旁边时 村民们得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回想了一下 自己常看的历史军事论坛 以及历史小说 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给42个村民 人人都配置上武器 但是马上他就发现 这个想法暂时不可行 先不论他在现代社会购买枪支 会不会被警察叔叔抓去吃牢饭 就算他能合法弄到枪吧 但枪这玩意儿 就算是世界上最小的 瑞士迷你手枪 也有55毫米长 他把这东西放进箱子里的话 会变大200倍 村民们看到的 会是一把长达11米的 超级巨型手枪 这玩意儿怎么用 谁能拿着11米长的手枪 去轰敌人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 请人定制超级微型武器 但他需要把各种武器 做到只有几毫米长 放大200倍之后 才会变成1至2米的大小 箱中世界的人才能正常使用 很明显 以他现在所知的工艺 没有人能把枪做到几毫米 若是做些寻常刀剑 对村民们的战斗力提升很有限 李道玄唯一的解决之道 只能是教村民们自制火冲 但是 以现在造井箱里 那42个小人的技术实力 别说自制火冲了 自制一把优质的刀都困难 也就只能打打柴刀 菜刀这样的粗货 这条路暂时别想 以后再考虑 短时间内 唯一能用来保护村民的办法 也许只有一个 那就是坚固的家宝 这是古代村民自保最常用的手段 耸在一个坚固的堡垒里面 能抵御大多数土匪强盗的袭扰 最有代表性的建筑 就是客家围乌 这也是李道玄 可以在现实世界里做得出来的东西 只需要以200比1的比例 做出一个类似客家围乌的建筑物 将它摆放到造井箱中 安全的多了 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做得到 只是有辣们一点点花钱啊 李道玄需要出一趟门 去找人制造200比1的模型 但他知道 箱子里的世界是明朝末年之后 真不放心离开箱子太久 很担心回家看到一地小人尸体 想了想 脑门上灯泡一亮 把自己家里的监控摄像头移了过来 近距离对着造井箱摆好角度 在手机上打开摄像头的APP 可以清晰地看到 箱子里的大致情况 这下就可以放心出门了 赶紧打了个车 向着好友蔡新子的家里赶了过去 15分钟后 李道玄站在了好友蔡新子家的客厅里 蔡新子是一个商人 专门做模型生意的 车模 船模 手办 机器人 恐龙 总之你能想到的模型 他都做 所以几天前 李道玄收到造井箱这个生日礼物时 第一时间就以为是蔡新子送给他的 见到老朋友来了 蔡新子咧开嘴 嘿嘿笑 道玄 好久没来我这里玩了 这次又想来骗我什么东西 李道玄笑 这次不骗 我花钱 定制 蔡新子斜眼 少来了 上次找我定制辽宁号模型的钱都没给我呢 你压每次来我这里 都是明抢 李道玄二话不说 拿出手机 转账 一千元 蔡新子吓了一大跳 我擦 转账这么痛快 糟糕 你要的东西肯定很难搞 我不接 不接这一单 李道玄笑骂道 你这家伙 转账痛快时你不接 不给你转钱时 你倒是一点也不忽 蔡新子 这是一个商人的直觉 李道玄用手比划了一个差不多半米长的距离 我想要一个这么大的客家围巫 二百比一的比例 他的东西放进造景箱 就会放大二百倍 模型做成半米长的话 放进箱子里 就能变成一百米长 差不多正好是大型客家围巫的长度 蔡新子大齐 你要这个来干嘛 李道玄当然不能说真话 随口撒个善意的谎言 最近看动画片大鱼海棠 迷上了客家围巫了 就想做个模型在家里摆着 原来如此 蔡新子道 这玩意儿干嘛要定制啊 我这里有现成的 一百比一 看起来威武霸气 不要 李道玄不等他说完 就一口回绝 我就要二百比一的 蔡新子 嫌大 我这里还有一百四十四比一的 不要 李道玄 我必须要定制二百比一的 蔡新子开始虚了 妈蛋 我就知道 转钱痛快的情况下 后面肯定麻烦多 说吧 除了二百比一 还有什么具体要求 我不用听都知道超级复杂 李道玄 嘿嘿笑 好了 那我就要开始猎要求了 整个客家围巫都要用强度非常高的材料来建造 那些薄薄的泡沫板就不要来了 塑料板也不要 木头容易烧 最好是全部采用 呃 用啥材料好呢 我不专业 你帮我出出主意 蔡新子斜言 用复合材料的压制板吧 不但坚固 还轻便 你搬回家的路上 也不至于闪了腰 李道玄想了想 也对 现代的复合材料压制板 确实不错 放进箱子里 它的厚度会翻二百倍 那就很牛逼了 明朝时期的刀剑 火冲 肯定对不穿厚了二百倍的压制板 用佛狼机炮 都不一定能打穿 等等 要变厚二百倍 可不能太轻率 我得问问他 本来有多厚 李道玄好奇地问道 最薄的复合板有多薄 蔡新子 三毫米吧 李道玄在心里 做了一个三毫米乘二百倍的数学题 顿时一棱 我擦 放进箱子 变成六十厘米厚 这个厚度太占用空间了 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分隔墙 如果达到这个厚度 微屋里的房间数量 就会大大减少 他皱起了眉头 不能再薄了 蔡新子摇头 不能 再薄 就只能用铁皮了 铁皮有一毫米薄的 李道玄在心里算了算 一毫米厚的铁皮 放进箱子 就是二十厘米厚的铁板 很好 铁皮非常棒 不像压制板那么占空间 还更加坚固 行吧 就一毫米厚的铁皮 蔡新子 用这种铁皮做出来的模型 会显得很没质感哦 给人一种 这个模型偷工减料的感觉 李道玄 我不需要什么质感 要的就是偷工减料 对了 这个模型不能光把外观做好就算数 内部也必须非常细致 每一个房间都要完全按比例做好 蔡新子 这不可能做到 客家为屋两百多个房间 那些小门小窗 我要是全部做细致 做到可以开合 你知道要多少手工吗 加一万 李道玄心想 我擦 这么贵 门窗干脆不要吧 我弄好主体结构就行 门窗这种东西 让小人们自己做也是可以的 李道玄 那门窗全部不要 你在原本门窗的地方 留个黑洞洞就行了 还有 传统的客家为屋 在排水渠的设计上有缺陷 你用现代化的方案修改一下 蔡新子插点仙桌 妈的智障 你一个模型还考虑什么排水渠设计 用上了现代化方案的话 你这个模型就不算原汁原味的客家为屋了吧 这样的模型还有什么收藏价值 李道玄 我偏要 我现在是甲方 不论我提出的要求多么离谱 你也毫无挣扎的余地 蔡新子 这无力吐槽 蔡新子一口老血 差点吐出来 翻了翻白眼之后 他哼哼道 你要不要再给客家为屋下面 加装几个轮子 装上电机 再装个遥控器 到时候整个客家为屋像大坦克一样 横冲直撞 他本来是随口吐个槽 说点垃圾话来吐槽甲方 没想到这句恶搞的话 听到李道玄耳中 却让他双眼一亮 猛的一拍大腿 我擦 蔡新子 你简直是个天才 就这样做 给他加上轮子 装电机 遥控器 弄成超级为屋坦克 横冲直撞 天下无双 蔡新子 我擦 你别顺着我的话来啊 这样搞出来的 才不是什么客家为屋 这是变态小孩玩具 没有任何观赏和收藏价值 李道玄拍着他的肩膀 哈哈大笑 我就要变态小孩玩具 我不要观赏价值 对了 轮胎弄大点 要能轻度越野 你还要越野 蔡新子翻了翻白眼 甲方疯了 我他妈的就知道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 甲方就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吐槽完 他又跟了一句 轮胎 电机 遥控器 加一千元 李道玄付了钱 约定好了一个月后交货 这才打到回复 到了小区门口超市 又随手买了一块 二百克重的鸡胸肉 花了五元 回到家里 顺手把鸡胸肉 往高一夜的面前轻轻一放 这时候的高一夜 正从池塘里打水 回家里的水缸 挑着两个桶 摇摇晃晃地走着 突然 天神大人的巨手出现了 抓着一块巨大无比的鸡肉 缓缓地放到了他的面前 然后刷地一下 又收回了天上 天上响起了天神大人温和的声音 提醒一下大家 吃惯了清淡东西 一次吃太多肉肠胃会受不了的 让大家悠着点吃 PS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客家维吾模型 如果等比例放大二百倍 重量几何提升 会变得和真正的房子一样重 就算轮子和电机 也变大了二百倍 理论上也是无法驱动的 轮胎上包的橡胶 不可能承受这样的重量 但是 这个客家维吾放进箱子之后 并不是单单出现在明末 它本体依旧在主角的造景箱里摆着呢 它还受到主角世界的物理规则影响 所以 维克坦克在主角的造景箱里可以实现 PS 以上解释 很科学吧 有肉 天神大人给我们送肉了 高一夜一声大叫 整个高家村瞬间激活了 所有人都第一时间围了过来 是鸡肉 这是鸡胸脯的肉 虽然它很巨大 但肯定是鸡胸肉 我不会认错的 这么大的鸡胸肉 是神机身上割下来的吧 肯定是天界的神机 村民们也不知道多久没吃过肉了 数年前 风调雨顺的年景 村里也有人养过鸡 但随着这几年 旱灾一年比一年严重 人都没吃的了 哪里还有粮食去喂养家禽 高家村里早就已经鸡犬不留 除了一群饿得嗷嗷叫的村民之外 找不到半个活物 如今看到一块肉 真是让所有人都激动万分 高初五第一时间就找来了一把刀 准备割下几块肉来回家饱餐一顿 高一夜一脸严肃地道 天神大人说了 我们吃惯了清淡东西 不能一次性吃太多肉 肠胃会受不了 必须忧着点吃 初五哥 你就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高初五憨憨地抠了抠头 哎 还有这个讲究 村长站了出来 天神大人说的 肯定就是初五这种憨憨 吃坏肚子 是要死人的 不能一次给初五太多 他肯定会忍不住全吃了 高初五 哎哎 村长吩咐道 每个人只领一两肉回去 小孩半两 剩下的肉切成条 挂起来风干 免得腐化了 一个中年村民走出来 村长 咱们没有足够的盐 风干的过程中 肌肉不用严严的话 会腐坏 与其坏掉 还不如都吃了算了 我就算拉肚子拉死 也不想看着这么好的 肉白白腐坏掉 高初五 是呀是呀 村长 我宁可拉死 也不想浪费 李道玄听到这话 不禁乐了 他并没有收回多余的肉 放进冰箱 而是走进厨房 拿了一包盐出来 哗哗哗 就在高一夜的面前 倒了一小堆下去 村民们抬头仰望 见到天空中凭空流下盐来 那雪白雪白的金盐 像巨大的冰块一样 哗啦啦地落地 不一会儿 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高一夜都不需要转续什么了 只是摊了摊手 你们这点小心思 天神大人哪有不知道的 休想一口吃成的大胖子 现在有盐了 盐肉吧 这么多的盐啊 盐好贵的 给我们这么多 天啊 好久好久不用买盐了 村民们又一次跪了一地 对着天空中拼命磕头 如事一来 今天的高家村民们 有事可做了 男人们挥起刀 扑扑扑地剁着肉 将庞大的鸡胸肉剁开来 切成一条一条的细条 把巨大的金盐 碾碎成粉末状 然后把鸡肉条 在盐粉里打个滚 裹得白白胖胖的一条 再把它挂起来 让干燥的风 带走鸡肉条里的水分 干这活 其实挺累人 但是村民们干活的时候 却满脸都挂着笑容 当天傍晚 村子里吹烟生起 家家户户都在做饭了 全村人的锅里 清一色的鸡肉菜粥 把一两鸡肉切成碎末 与大白米一起煮至粘稠 对了 还要加上白菜叶子 最后出锅的 粥式色香味俱全 还不伤胃 高出五熬熬就吃了五大碗 连高一夜这个秀气的少女 居然也干了两碗 看得李道玄 这个现代人 也不禁吞了一口口水 赶紧拿起手机 点了一个鸡汤饭 来给自己压压惊 一边扒拉着鸡汤饭 一边打开了网上银行 瞥了一眼自己的余额 存款还有两万多块钱 这点钱 好像不太够用了 今天定制一个客家围屋 就用掉了两千元 今后如果想帮助更多的小人 钱只怕会哗啦啦 像流水的一样向外洒 他很认真的考虑了两秒 打开QQ 找到了一个久不联系的头像 点开 发了一句话过去 老哥 我是李道玄 半年前你联系过我 问我要不要接点私活 当时我拒绝了 那是我年少不懂事 今后你那边有设计方面的活 可做的话 我愿意接 价钱好商量 那头像很快就闪了起来 就等你这句话呢 正好我这里有个活 某游戏公司的人物设计图 要得很急 五天 四张人设图 三千块 你接吗 李道玄 我接了 天亮了 双庆室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李道玄伸了个大懒腰 一边揉着太阳穴 一边爬起床 连续五天 他都工作到了晚上两点 拼了命地把游戏公司要的人设图 给做出来了 甲方验收之后 挑了几个小毛病 他照对方要求修改后 对方又觉得 还是第一板设计后 于是收工 三千块钱到账 他确认那笔钱打进了自己的卡 才放心地睡下 这一睡就睡得人事不醒 直到天亮了 才爬起床来 这五天 忙于赚钱养家 属于照顾箱子里的小人们 只是每天定时 投喂一点食物 每天给乐扣乐扣盒子里家满水 也没怎么死盯着他们看 现在 终于无事一身轻浪 他决定 今天好好地陪陪自己的小宠物们 刚坐到观景乡边 就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村子里的小人们 现在全都围在池塘边 低声议论着什么 李道玄赶紧关上窗户 让屋子里安静下来 将耳朵贴在箱子上 才能听清楚 他们文银般的声音 有人偷水 你们看 池塘里的水位 一晚上就下去了好多 是啊 看这边 好多凌乱的脚印 昨晚来偷水的人不少啊 李道玄定精细看 果然 乐扣乐扣盒子里的水位 居然下去了好大一简 这个盒子 在现实中长二十厘米 放进小人世界之后 变大了二百倍 也就是变成了 十丈长的超大池塘 这么大的池塘 一夜之间 水位居然下去了两尺深 这偷水的人 有点厉害啊 或者说 偷水的人有点多 李道玄的眼光 顺着偷水贼那凌乱的脚印 一直向着村外延伸 但是很快 那些脚印就走到了 造景乡的边缘 穿出箱子 没了 眉头不禁深深皱起 这箱子最大的不便 就是视角太窄 能看到的地方太少了 仅仅只能看高家村这一片 外面的世界 全是两眼一抹黑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定要想想办法 让这箱子里的试剧 变得更大才行 李道玄位 视野狭小不爽了两秒 突然想起来 自己五天前 在观景箱边 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 一直监控着箱子里的一切 这玩意儿是循环录像的 昨晚拍的视频 现在肯定还能调出来 赶紧打开手机 监控摄像头APP 拉开录像列表 昨晚自己是两点多才睡的 那只要看两点多以后的录像 就完事了 没用多久 他就找到了偷水的真相 夜色中 一大群衣衫蓝绿 就和高家村的村民们 打扮得差不多的贫穷小人们 带着水桶 借着月光 小心翼翼地摸到了 高家村的大池塘边 亲手亲脚 把水桶放进池塘里 打起两桶水 挑起来 然后撒腿就向村外跑 过了差不多一个时辰 这伙人又来了 又一次挑起两桶水就跑 就这样来回了三趟 花了三个时辰 直到天色快亮了 这伙人不来了 池塘里的水就这样 被偷走了两尺身 看到这一幕 李道玄也不知道说啥好 他收起手机 就听到村民们 还在继续在议论 不知道哪来的毛贼 居然偷咱们村的水 太过分了 这宝贵的水源 是天神大人赐给我们的 岂能让别人偷走 村长呢 请村长出来说说 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要顺着这些脚印 去把偷水的贼抓出来打一顿 那必须打他们一顿 把谁抢回来 不然天神大人肯定会怪我们 没有守护好他 赐予我们的神水 李道玄开口了 高一夜 你告诉大家 偷水的事 不必追究 高一夜正在跟着村民们 义愤填膺地 声讨有人偷了天神大人赐的水呢 突然听到天空中 响起天神大人的声音 压了一声 仰头来看 就见到云层里 隐隐地献出了天神大人 那张年轻又好看的脸 他赶紧道 天神大人 有人偷您的恩赐 您不生气吗 他这一喊 村民们齐齐看了过来 见他正在仰头对天说话 就猜到了 是在和天神大人交谈了 所有人都捂住了嘴 半点声音也不敢发出来 李道玄 告诉大家 这是另一个村子的村民 没有水喝 活下不去了 所以才会来偷高家村的水 他们偷走的这点水 不算什么 我再给你们加满 就行了 不必去追着一群 快要可死的人喊打喊杀的 高一夜赶紧把这句话 转续给全村人 村民们马上把刚才凶神恶煞 要出去打人的状态 给收了起来 大人仁慈 神恩普世 大慈大悲 救苦救命 一阵乱七八糟 也不知道是佛还是道的恭维慈 飞上了天来 李道玄深深地叹了口气 心想 果然 只就42个小人 那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 我还得救更多的小人 那就从这群偷水的村民开始吧 希望我的彩礼能撑得住 当天夜里 天色黑了下来 高家村的42个小人 都回屋睡觉了 整个造景箱又恢复了非静置画面 但李道玄还没有急着睡 他还坐在电脑前 翻看着明末相关的史料 同时 眼光偶尔扫向造景箱 昨晚那一群偷水贼来的方位 夜已深 凌晨三点了 窗外的双庆室 却还没有休息 现代人的夜生活 可是很丰富的 窗外的公路上 还有汽车在飞驰 小区外面的街道上 吃烧烤喝夜啤酒的人 还在吆喝着五盔手呀 666呀 七仙女呀 李道玄拿起手机 点了个夜烧烤外卖 正在这时候 造景箱里有动静了 从箱子的北部边缘 钻出来一个 穿着破烂衣服的小人 他向着高家村的方向 眺望了一会儿 对着身后招了招手 然后一大群小人出现了 每人都挑着水桶 勾搂着腰 亲手亲脚 向着高家村前进 李道玄关上窗 隔绝了窗外的声音 让屋子里绝对安静下来 然后将耳朵贴在了造景箱上 箱子里安安静静的 小人们走路 连脚步声也没有 没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 乐扣乐扣盒子边 围首的那人 向着盒子里看了一眼 不由得疑了一声 后面跟上来一个小人 低声道 王大哥 怎么了 那围首的小人姓王 他指着面前的乐扣乐扣盒子 一脸惊恶地道 昨天晚上 我们明明把水位 偷下去了两尺 加上今天白天 高家村的人还要用水 水位应该再下去了一劫才对啊 你看 现在水位居然又满了 李道玄偷着乐 我又往里面加了一杯紫水呢 来偷水的小人们 围在乐扣乐扣盒子边 全都一脸猛逼 又抬头看看天空 这一整天都没下过雨 水是怎么补满的 无法理解 这池塘里的水究竟哪来的 王大哥也猛得不行 但他是带头大哥 不能猛着不下命令 将手一挥 低声骂道 管这么多做啥 赶紧把你们的桶都装满水 别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了 要是惊动了高家村的人 被人家逮个正招 咱们全都得羞杀在这里 这话在里 一群人赶紧围到池塘边 将水桶放进去 打水 有人还把整个脑袋都埋进了水里 咕噜咕噜地喝 李道璇看到这一幕 颇绝心酸 可怜的灾民们 他的眼光转向自己的米袋子 想抓一把米放下去 但仔细一想 我这米一旦放进去 就会变成40至60厘米长度的巨米 他们的木桶都不好装 总不能让他们 像高家村的人分米时那样 把米放在地上滚 滚个十几里路 回自己的村庄吧 还是别拿这么大的米来 折腾他们了 半夜三更吓人 会折腾出人命的 给他们点方便用桶装的东西吧 他把眼光从米袋子上移开 移到了旁边的面粉袋子上 现代的面粉 都是磨得比沙子 还吸的粉末 放进箱子里之后 粉末就算变大200倍 也依旧会是粗颗粒粉末形状 不至于太过吓人 给他们这个 他们就不会神神叨叨地吓一跳了 李道璇伸手抓了一小撮面粉 趁着小人们专心制制地打水时 悄悄地 无声无息地 将一撮面粉 放在了他们的身后 堆成了一个面粉的小丘 王大哥走在最前面 他的两个水桶最先打满 用一根扁蛋串起两个桶 扛上肩膀 然后借力旋转掉头 他必须旋转得很慢 尽量不要晃动 不然会把桶里宝贵的水给洒出去 这大汗年间 洒出去一滴水 都要心痛好久 不过 他刚刚旋转过来 看到背后的景象 就整个人都猛逼了 不知道何时 在他的背后 居然出现了一座奇怪的白色小圆球 堆成了小丘 王大哥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半想何不拢来 扛在肩上的水桶滑落下来 光当一声摔在地上 两桶水全都洒了一个 第一步声 旁边的村民好生心疼 急道 王大哥 你怎么把水桶掉了 这 两桶好水啊 他心疼得好想当场跪下去 连着腻一起捧起来 王大哥僵硬无比地道 大伙 快看 背后 池塘边的村民们纷纷回头 回头一个 定身一个 再回头一个 又定身一个 一转眼的功夫 一大群村民 就像被点了穴道 全都保持着僵硬的笔的动作 傻乎乎地看着背后的小圆球小丘 一个村民张嘴就想惊呼 王大哥一个箭步窜过来 捂住了他的嘴 其余的村民这才醒过来 这里是高家村呢 我们来这里偷水 可不能大声叫唤 不然被人家带住 全都羞杀当场 王大哥走到小圆球小丘前 捏起一粒 闻了闻 压低声道 这是面粉吧 我应该没搞错吧 闻起来是面粉的味 就是好大的颗粒 莫不是受了潮 沾成球的面粉 另一个村民点头 肯定错不了 刚才我还在想 怎么突然闻到了面粉的香味 莫不是饿得太凶 出现了幻觉 王大哥 这面粉球怎么出现呢 我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 我刚才在打水 王大哥咬了咬牙 是高家村的人 趁我们不注意 悄悄放到我们背后的 只有这个可能了 村民们面面相去 高家村的人这么好 他们哪来这么多面粉 为什么要把面粉沾成球 有这么多面粉 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给我们啊 还半夜三更 悄悄放我们背后 这 王大哥左看 右看 前看 后看 把周围看了一个大圈 硬是没看到有人的影子 再扔了一颗面粉球到嘴里 嚼了嚼 扑的一声 差点打喷嚏 生面粉的味道一言难尽 他低声道 确实是面粉 是高家村的人给的面粉 只有这个可能 他们知道了 我们半夜来偷水 为了给我们留点面子 没有当面揭穿我们 同情我们穷 就把这堆面粉球摆在这里 送给我们吃 村民们一万个不相信这样的分析 但是 除了这个很离谱的分析之外 他们也想不到 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了 王大哥低声道 大家都把桶里的水倒回池子里 先用水桶来装面粉 能装多少装多少 记住了 这个千万千万不能浪费 要比挑水更加小心 谁要是撒了面粉 我老大拳头揍死他 村民们哭笑不得 王大哥 这个不消你说 我们要是撒了面粉 自己揍死自己 不劳大哥动手 一伙人赶紧把桶里的水 倒进池子里 还不敢用湿桶 直接去装面粉 会糊的 他们拿着湿水桶 对着风吹 还在半空中不停地挥舞 好一会儿才把桶弄干 赶紧冲到面粉小球边 装满两个桶的面粉 小心翼翼地担起来 小心翼翼地 迈开了小碎步 比老婆生孩子的当晚 双手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时 还要小心 生怕一步小心晃了一下 面粉球滚落到沙地里 那就要心痛到不能呼吸了 一行人挑着面粉离去 走到村外 领头的王大哥 突然把桶放下 双手对着高家村抱了抱拳 行了一个大礼 今日后次 我王二记下了 来日必报 他也不知道 自己谢的是谁 反正肯定是在高家村里的某位高人吧 今日自己是个偷水贼 高人也不想和他相见 才暗送面粉 一月自己定要光明正大的来 光明正大的谢 听到他这句话 李道玄这才知道他的名字 王二 这个名字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他心中一动 赶紧打开自己看了几天的明末史料 在里面查找 最后终于在《陆桥记文》这一本书里 找到了王二的名字 崇祯改元之岁 情中大击 赤地千里 白水王二者 纠中莫其面 闯入城城 沙之县 烈黄小时 艺术中更是写得有声有色 天启丁茂 陕西大汉 城城之县张药彩 摧一颗甚酷 民不堪其毒 有王二者 应究数百人聚集山上 皆以墨图面 王二高鹤曰 谁敢杀张之县 众其声应曰 我敢杀 如是者三 遂闯入城 守门者不敢遇 直入献杀药材 众遂团聚山中 历史学家们将王二的起义 定义为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 换句话说 颠覆大明朝的农民战争标杆人物 就是此人了 什么李自成 张献忠 都是此人的晚辈 李道玄默默地关掉了浏览器 将注意力重新转回了造景箱里 王二已经带着他的人 撤出造景箱外了 他们留下的 只有一地的脚印 以及堆方面粉的地方 连地皮都跑走了一层的痕迹 李道玄轻叹了一口气 既然你是明末农民战争开始的标志 那看来用不了多久 农民起义的战火 就要烧到高家村来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再转头看向高家村那些破破烂烂的防射 李道玄知道 一旦农民起义爆发 高家村不可避免会被卷入战争 如果自己守在造景箱前 靠着伸手进箱子里横扫千军 倒也能护得小人们的安全 但若自己睡着了 或者出门做点什么 小人们就危险得很了 客家围乌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做好 但王二的起义 恐怕已经迫在眉睫 不能傻乎乎地等客家围乌了 被提前弄点别的什么东西 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想到这里 他的眼光不禁在家里来回扫尸 寻找着能用来帮助小人们的东西 很快 他就注意到了 衣架上有一块生锈的铁皮翻起来了 李道玄双眼一亮 破铁片 这个可以用来给小人们做铁甲 不过 这些村民小人战斗力低下 就算穿着铁甲 也未必打得过流贼和官兵 还得给他们更靠谱的保护 他的眼光又落在了书桌边的 一堆乐高积木上 嘿嘿 这个东西可以在客家围乌见钱之前 先撑一撑 天刚亮 高一夜起了床 以前每天起床想都不用想 直接拎上竹篮子 出门找野菜 树皮 草根 从早到晚都忙得要死 但现在有了天神大人恩赐的食物 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便成了考虑今天该做点什么 现在村里不缺水了 总之先洗个脸吧 他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 以前脏兮兮的 又加上营养不良 面黄肌瘦 掩盖了他的励志 但连续数日吃的饱饱的还有肉 使得他气血充盈了不少 洗干净小脸 能看到脸部已经圆润起来 有了血色 给人的感官 一下子就和以前不同了 现在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他的衣服有点破旧 哪怕洗得再干净 也有点拖他的后腿 洗完脸 不知道该干嘛了 他缓缓地推开家门 走出来 刚走了两步 一只大手 穿过云层 向着他面前缓缓落下 高一夜知道 天神大人又要开始今天的投食了 今天会给村民们发什么呢 米 面 菜 肉 盐 这些都不是 天神大人放在他面前的 是一块巨大无比的铁块 李道玄把包裹木制一架的破铁皮扒了下来 得到了一块长十厘米 宽五厘米 厚度一毫米的长方形铁片 这小小的一块铁片 放到高一夜的面前 却变成了长七丈多 二十米 宽三丈多 十米 厚六寸 二十厘米 的巨型铁板 高一夜有点猛 天神大人 今天要给咱们吃铁板吗 我可能咬不动这个 李道玄提笑皆非 你第一个念头是吃掉它 笑骂道 就只知道吃 这块铁 是给你们做铁甲的 高一夜有点好奇 呀 做铁甲 李道玄 你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研究一下这块铁 我记得村里有一个铁匠 好像是叫 高一夜赶紧达到 高一一 李道玄 哦 对 高一一 让村民们在高一一的指挥下 给村子里的青壮年 一人定制一套简单的铁甲 高一夜应了一声 赶紧爱所有人 没过多久 村民们全都围了过来 看着地上的巨型铁板 高出五第一个开口 好厚的铁板 天神大人 要我们吃这个吗 他咧开嘴 显出一排略 有点发黄的牙齿 我可能咬不动啊 高一夜学着李道玄的语气笑骂道 就只知道吃 这块铁板 是天神大人 给我们做铁甲的 高出五 哎 铁甲 人群中挤出一个中年男人 正是铁匠高一一 平时帮着村民们 打打菜刀什么的还行 但铁甲这么复杂的东西 他是真的没做过 围着那块巨大的铁板 转了两圈 用手比划了几下 这么大一块铁 能值好多钱啊 得把它融化了 才能打造成别的东西 但是它也太大了 我没这么大的炉子来融化它 李道玄的双手 马上就伸进了造景箱 一毫米薄的铁皮 在他手里 也就是随便搓揉的硬度 他左扭扭 又扭扭 用力一掰 啪 铁皮断开了 再掰 继续掰 啪啪啪啪 那铁皮被它掰断成了几十块小碎片 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巨大的铁板 被无形的大手抓了起来 在半空中扭曲 变形 然后啪的一声掰断 再继续扭曲 变形 掰断 反复数次 刚刚的巨型铁板 现在变成了几十块碎铁块 在他们眼里 那可是厚达六寸 二十厘米 的铁板 就这样在他们面前 眼睁睁看着扭曲折断 画面实在是有点震撼 神威满满 村民们又开始往地上跪了 高一夜赶紧大声道 天神大人叫你们不要跪着浪费时间 起来干活 村民们哀哑一声叫 赶紧爬起来 干活干活 把这些铁块 搬到高一家里去 堆在炉子边 我们需要给他弄更多的柴盒炭来 话说 天神大人为啥突然要我们制作铁甲 村民们一边搬运铁块 一边悄悄议论 李道玄听到他们有议论搬运铁块的 有议论造质工艺的 有议论造来干嘛的 却没有一人各在说私藏铠甲 是谋反大罪 可见这些村民 当真是对村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彻底的法盲 他沉声道 高一夜告诉大家 制造铁甲是为了保护自己 还记得上一次山贼们 杀进村里来的事吗 那件事 高一夜当然永远也不会忘记 想起了惨死在山贼刀下的母亲 他的脸色也变得不太好看了 李道玄 接下来的日子 会一天比一天凶险 光有食物 并不能保证你们活下去 你们还得武装起来 高一夜一五一十地将他的话 复旭给了所有的村民们听 村长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天神大人的意思是 还会有山贼杀进村子里来 村子里的女人们有点慌 那可怎么办 男人们却马上明白了 该做什么 天神大人不是告诉了我们 该怎么办吗 至假 咱们村子里所有青壮年 一人制一套铁甲 咱们还有从山贼那里缴来的刀 拿上刀 穿上铁甲 加上咱们现在吃的饱 有利解 那些山贼还有什么好怕的 原来是这个意思 夫人们懂了 于是大伙今天又有事可做了 捡柴 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跑出去捡柴去了 捡回来全都堆到高一一的家里 还有人把自制的木炭也搬了过来 一股脑的往高一家里堆 高一家里 那个可怜的小炉子烧得红红火火 几个年轻人帮忙 把大铁块搬进炉子里 烧熔 然后就看着高一一用别角的技术 抡起锤子 乒乒乓乓地敲打着 一一大叔 铁甲要怎么个打造法啊 复杂的我也不会 但是两当甲 我是会做的 两当甲 前胸一块铁板 后背一块铁板 两块铁板拿绳子穿起来 挂在身上 能挡前面的攻击 也能挡后面的攻击 就叫两当甲 那不如打造一个铁筒穿在身上 铁筒上身 你还怎么会刀子 一群人在炉子边议论纷纷 李道玄听着他们的议论 不禁皱起了眉头 高家村的技术实力 还是太差劲了 有了材料也做不出正经铁甲 我得想法提高他们的技术才行 不对 提高他们的技术需要时间 原水解不了尽渴 还不如想法从村外引进一些有技术的人呢 想到这里 李道玄倒是想起了那个 说话拿枪拿掉的师爷来 32 这个人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高一叶 李道玄一声喊 高一叶马上就恭敬地抬起了头 看着天空 他抬起头来的时候 李道玄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了 五官秀美 脸淡微红 真是个漂亮的女子 可惜不到一厘米高 再漂亮也无法 可 想远了 李道玄开口道 让高出五去县城里走一趟 找32帮忙 弄几个有手艺的工匠人来高家村 高一叶赶紧应了一声 把高出五叫了过来 几句话一吩咐 高出五和上次一起去县城的三个年轻人 就吃顿饱饭 带上干粮 向城城县出发了 李道玄又拿起了自己的乐高积木 准备用这个 给高家村做一个临时的城墙 不用做什么很复杂的造型 把积木一块一块地拼接在一起 连接成一个长长的横条 然后将这个横条 轻轻地放进了箱子里 沿着高家村外围 摆上一圈 村民们这时候 还在到处捡柴呢 突然听到风雷之声 大地震颤 他们抬头一看 就看到半空中 有巨大的五颜六色的奇怪物体降了下来 落到了村子的周围 很快就将整个高家村围了起来 变成了一圈巨大无比的城墙 只留下了一个空洞的大门 这城墙居然高达两丈 厚度也很可怕 只是材质有点奇怪 不像石头那么坚硬 似乎用刀子砍得洞表皮 哇 这是怎么了 高家村一下子变成高家城的感觉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城墙 像彩虹一样的颜色 村民们议论分分钟 高一夜顺着阶梯 爬到了城墙上面 站在高高的城门处 大声对所有人道 这是天神大人赐给我们的城墙 接下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大量的贼匪作乱 天神大人要我们做个木板门 把城门洞封起来 派人轮班指手 如果有贼匪来犯 我们就拿起武器 穿起铁甲来保护自己 村民们赶紧应成 谨遵天神大人的吩咐 李道玄安安静静地看着 村民们很快就奋出一些人手来 砍树做城门 他们的工艺很粗糙 把胳膊粗的树砍倒 削掉枝干 然后并排放在一块 用草绳捆扎 同一时间 在村长的安排下 村民们还定好了轮班指手的顺序 两个村民提着从山贼那里缴获的弓箭 站在了城门上 摆出一副哨兵模样 还真像那么回事 很好 这下村子拥有了基本的自绑能力了 这伙人只要不蠢 看到山贼来了 独在城门处死守 山贼就进不了高家村 只要他们撑到自己来了 那就没事了 接下来 就盼着派去县城的高出武 能有所收获吧 与此同时 城城县 县衙门外 三十二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长衫 对着守门的衙衣抱了抱拳 在下 衙衣面无表情地道 县尊大人有吩咐 只要是你来 一律不让进 三十二微笑 我不是来见县尊大人的 压衣大齐 那你是来 三十二道 我就是想来打听打听 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事 我当初在这里做师爷的时候 待你不薄 你给我透个小消息 也不过分吧 这就叫知恩图报 压衣仔细想了想 好吧 这师爷每次说话 最后四个字 拿枪拿掉 有点讨人烦 但为人还不错 也曾帮过自己的忙 给他透点消息也没事 他压低声道 那我就给你透个疯 前天县尊大人派了几队人 出去几个村子收粮 三先生当时反对 被县尊大人赶出来的 你还记得吧 三十二道 这是我当然记得很清楚 可谓是刻骨铭心 压衣 当时派出去几队人 分别去了高家村 王家村 郑家村 但是 去高家村的一粒粮食 都没收回来 三十二行想 那里有天神大人 守着 你们收得回来睡才怪了 只怕当时去收睡的官差 被收拾得很惨 压衣继续道 去郑家村的收了一点点税回来 也不足额 最后一队人去王家村的 收获最多 他们打了王家村 那群贱皮子一顿 还放火烧了一个 没人住的破房子 吓唬得王家村的人 瑟瑟发抖 最后趁着夜色 闯进贱皮子的家里 把他们的重粮当成税 给抢了回来 听到这里 三十二行李咯噔一声响 急道 重粮 你们把重粮给人家抢了 我的天 这东西是能抢的 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饿死爹娘 不吃重粮 这种东西 你们居然敢抢 你们 这简直是道行逆施 牙医一脸不在乎的表情 哪管他们饿不饿死 朝廷催得急 如果收不上来税 县尊大人就要倒霉 他倒霉 兄弟们也全都要跟着倒霉 三十一大吉 完了 王家村 只怕要反了 牙医冷笑 一群贱皮子 哪来造反的胆 三十二不敢在县衙门口浪费时间了 赶紧撒腿往家里跑 回到家里 对着妻儿丫鬟家奴道 快快快 收拾东西 咱们要离开县城 出去避一避 这就叫 逃之夭夭 他老婆是个胖胖的中年妇人 文言大吉 逃 为啥要逃 三十二飞快地道 三年大汉 民不聊生 县尊老爷却派人 去抢农民的重粮 这是要闹出大事的 咱们得赶紧走 走晚一步 只怕就要跟着县尊老爷一起倒霉了 这就叫 没时间想辞了 总之快收拾东西 跑路 三夫人听了这话 还是毫无压力 几个村民造反 又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就算造反 也就是落草为寇 总不至于打到县城里来吧 三十二压低声道 你不懂 那王家村不是寻常村庄 村子里有一个从白水献过来 投靠亲戚的男子 人称白水王二 是远近闻名的好汉 一根哨棍屎开 几十条汉子 进不了他的身 在十里八乡声望极高 他要是带头造反 镇臂一呼 我得个乖乖 不得了 这城城县和周边几十个村镇 只怕全都要出大事 总之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我现在反正也没在县衙门里做事了 逃远些就对了 王家村 后山坡 白水王二 黑着一张脸 看着眼前的村民们 昨天晚上 他组织了一群村民 跑去高家村偷水 结果每人挑回来了两桶面粉 那当真是嗨翻了天 一群人心情极佳 走路都带着风 没想到一回村 美好的心情就遭到了雷击 官差居然趁他不在村里的时候 连夜突袭了王家村 打伤了好几个村民 烧毁了一间破毛草屋 抢走了村民们家里的重粮 几个被打伤的村民 头上包着布 布上还渗着鲜血 趴在王二面前阴阴地哭 王大哥 你得帮大伙做个主 我家里的重粮被抢光了 就算旱灾过去 老天爷赏雨 我家也没粮可重了 一家人全都只能饿死 我家的重粮也没了 横竖是要死了 王二勃然大怒 拳头捏紧 兄弟们 我带了面粉回来 大家拿来做成面疙瘩 先吃炖饱的 然后反了他妈的 众人一听 吓了一跳 要造反 那可是杀头的罪 王二怒吼起来 怕杀头 你们家里连重粮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横竖都是个死字 与其饿死 不如斩了县令张药才的狗头再死 众人仔细一想 这倒也是 王二在地上抓起一把黑土 将自己的脸涂黑 然后举起了手 大声吼道 谁敢杀张药才 村民们齐齐涂黑了脸 一起回应 我敢 好 生活 造饭 吃面疙瘩 吃饱了就杀去县城 剁了张药才的狗头 他环顾了一下身边 村民只有不到百人 这点人数造反 好像还单薄了点 招过来两个年轻人 吩咐道 你们两人 分别去仲家村和郑家村 联系我两个兄弟 种光道 郑念夫 告诉他们二人 就说我白水王二现在要造反 问他们敢不敢跟着一起来 两个年轻人 赶紧向着仲家村 和郑家村去了 高出五带着三个年轻人 走进了城城县城 第二次来县城了 他们的胆气比上一次足多了 第一次来时畏畏缩缩 第二次来时 却自然从容 这大约就是见过了世面 和没见过世面的差别吧 四人嘴巴依旧很甜 在街上见人就打听 前世爷三十二的住处 很快就有人 给他们指了方向 四人穿街过巷 来到了三家大门前 高出五举其手 正打算拍门 没想到 那门居然现一步 从里面拉开了 高出五一巴掌拍了个空 有点小尴尬 憨憨地笑了 拉开门的 正是三十二 他一边开门 还一边在对着身后的人叫唤 动作都快点 快点 咦 话音停下了 他盯着高出五看了一秒 突然恍然 你是 高家村的后生 名字叫高啥来着 高出五 哎呀 对对对 三十二的眼珠子 滴溜溜地转了两圈 马上就明白过来 天神大人有什么吩咐 在下 席耳宫听 高出五棱住 我还没说 你就知道了 果然 有学问的人 就是和我这种憨憨不一样 村长爷爷 要把一件事 和我说清楚的话 得提着我的耳朵吼半天才行 高出五尴尬地抠了抠头 天神大人 正在让咱们村的人造铁甲 说是 最近会有很多贼跑出来乱砍人 叫我们造了铁甲保护自己 但是村子里唯一的铁匠 高一一大叔的技术不太好 所以 天神大人想找你想想办法 给弄点有水平的铁匠过去 三十二一听到铁甲两个字 人就猛了 撕造铁甲 你们这是要杀头的够当啊 不对 重点抓错了 这句话真正的重点是前半句 最近会有很多贼跑出来乱砍人 三十二瞬间明白过来 天神大人的意思是 白水王二要反了 他刚才只是通过抢重粮的事情 来猜测白水王二要反 但现在有了天神大人 说的这句话 那就几乎可以百分之分判断出 白水王二要造反了 乖乖我的妈 吓死人了 三十二转头对家人怒吼 还在拖延什么 还没收拾的东西 全都不要了 走 立即走 这就叫丢盔弃甲 他的夫人抱着个女儿 从屋子里跑出来 丫鬟和家仆 各背着一个大包裹 里面装着金银细软 跑出来就慌慌张张地问 我们走哪里去 三十二咬了咬牙 一把抓住高出武的手 高出武兄弟是吧 高出武被他激动的动作 吓了一跳 怎么了 三十二急道 烦老你和另外三位后生 护着我的妻女去高家村 请天神大人照顾 我妻女只要安全了 我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拼了命也会帮天神大人做事 这就叫投桃报李 高出武 哎 哎 哎 他一脸的憨憨模样 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 三十二急道 走 快走 别在这里磨叽了 白水王二随时可能杀过来 到时候想走都走不掉 这就叫 哎呦我的妈 别再听我废话了 你们赶紧走 高出武依旧憨憨憨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这种憨人有个好处 就是很听别人的话 村长话事时 他就听村长吩咐 天神大人话事时 他就听天神大人的吩咐 现在三十二话事了 他就听三十二的吩咐呗 咧开嘴笑道 好呀 那我们走了 四个年轻人 护着三十二的妻女丫鬟奴仆 一行八人 飞快地出了县城 返回高家村去了 他们八个刚刚出城 走出梅梁里路 县城西北面的山坡上 就出现了数百名涂黑了脸的人 为首一人 正是白水王二 旁边还站着他的两个结义兄弟 众光道 正念夫 白水王二大声吼道 无良县令 摧一颗圣裤 夺我重粮 在这样的家伙管辖下 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了 今日大伙随我杀入县城 砍了县令狗头 将城中为父不仁的狗屎们 一并杀得干净 开了粮仓 让穷人吃顿饱饭 你们有胆跟着我吗 众人 有胆 谁敢杀张药材 我敢 谁敢杀张药材 我敢 谁敢杀张药材 我们都敢 白水王二大笑 那还等什么 冲啊 数百个村民齐声呐喊 挥舞着锄头 木棍 锅盖 铲子 柴刀 粪插等武器 对着城城县城 杀了过来 轰轰烈烈的名墨农民起义 宣布正式开始 白水王二帅领着数百人 冲杀向县城 守城门的两个老兵 一下子就像梦了 由于明朝奇葩的军屯制 城城县的驻军 并不在县城里面 他们在距离县城十余里外的卫所里 屯田丸 守门老兵知道自己短时间内 等不到援军 就凭着两个老头 抵御数百个反贼 借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 两个老兵很干脆利落地 往旁边的阴沟里一钻 再用最快的速度 脱掉身上的军服 变成了两个垂垂老朽的老头 农民起义军 瞬间就冲上了县城的街道 街上的老百姓 鸡飞狗跳 缩回自己的家里 王二也没打算找他们的麻烦 率着叛军 直冲县衙门 在他们冲过去之后 三十二才从一条小巷里钻出来 在空荡荡的大街上 左看一眼 右看一眼 然后飞快地向着 江湖聚居的城区跑了过去 原来 在高出武护着三十二的妻女离开之后 他正准备去找铁匠 就听到城外响起了喊沙之声 白水王二果然反了 他赶紧脱掉了 身上那套长衫大褂 把家里奴仆的粗布衣服拿出来穿上 三十二才从家里出来 在小巷里乱穿 然后就看到 王二率领数百名反贼 从前面的主街道上一涌而过 杀气腾腾地向着县衙门去了 等他们都走了 三十二才深呼吸了几口气 给自己壮了壮胆 钻出小巷 继续向着江湖聚居的城区跑 没多久 他就来到了匠人街 这是一条阴暗狭窄的街道 房子破败 污水横流 住在这里的 都是江湖 铁匠 木匠 陶匠 都有 这些人都很穷 三十二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敲响了一个铁匠的家门 外面正在闹农民起义 那铁匠一个人缩在家里瑟瑟发抖 突然听到敲门声 当真是魂兜 吓得要飞走 哪敢来开门 直到他听到三十二轻轻呼唤的声音 才鼓起胆子来开了门 啊 是三师爷 您怎么来我这里了 还打扮成这样 三十二飞快地进去 掩上了门 嘘 外面反贼作乱 我才弄成这样的 铁匠 哎 三十二压低声 先别管那些反贼了 他们要杀也杀不到你头上 顶多也就是把县尊老爷 县城老爷 主部老爷那几个都杀光 再杀了小丽和衙役们 就会去抢粮仓了 暂时还轮不到我们这里 铁匠 那您这是 三十二飞快地道 李大 你是城城县里最好的铁匠 但是城城县所有的官 都没把你当人看 只有我知道你的技术 这就叫 识人之名 原来这铁匠名叫李大 他确实是城城县最好的铁匠 给城城县的三位巡检老爷 和卫索兵们 打造过许多优质的武器和铠甲 PS 巡检是九平五官 每个巡检手下 有一百多人的兵力 但是 朝廷并不重视江户 管你技术好坏 你都是比平民低一等的工匠 县令老爷连正眼 都不看江户一眼 又管你技术好坏呢 只有师爷 这个协助县令处理事物的人 才会知道他的本事 实际上三十二这个人不错 经常为穷人说话 李大爷得过三十二的照顾 不然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 刚才也不肯给他开门 让他进来了 李大 有点小尴尬地道 是啊 只有三十爷知道小人的技术 三十二道 我知道你很穷 一直想发财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跟我走 去给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大老爷 做私家铁匠 你要不要去 李大听得一脸猛 很有钱很有钱的大老爷 私家铁匠 这 我可是有降级的 我要是随便跑了 岂不是很不妙 三十二对着外面指了指 现在外面反贼作乱 到处杀人呢 你趁着这个机会跑了 不会有官兵来追你的 大家只当你这个人 被反贼砍成肉酱 你从此以后 就可以摆脱降级 跟了新的大老爷 给大老爷好好干活 他老人家一开心 说不定帮你弄个新户籍 舅舅能洗回白身了 李大一听这话 顿时心动 他也搞不清是哪一代的祖宗 因为打了败仗 被抓来做了工匠 从此子孙代代都入了降级 日子贼凄惨 连讨媳妇都困难 至今还单着呢 现在听三十二忽悠说 能逃出去给大老爷做事 今后有可能洗成白身 诱惑度直接拉满 古人脑子也是简单 没有被人骗去 免北脉器官的经验 很容易轻信人 尤其是三十二这人 还算的是个好师爷 就更加深信不疑了 他低声道 真能让我过上好日子 相信我吧 三十二道 咱们赶紧走 趁着城中反贼作乱 牙役都在县衙门 守成兵也躲起来了 你这个降级才能逃得出去 等这些反贼消停之后 你再也出不去 子子孙孙都是个降级 这话真的是贼吓人 李大咬了咬牙 拼了 带我去见那位大老爷 三十二大喜 很好 铁匠骗到手了 我三十二靠着三寸不烂之舌 坑蒙拐骗 脸都不要 终于帮天神大人骗到一个铁匠 哈哈 这一下我天神大人狗腿子的身份 那就堵实了 这可比给县灵做狗腿子强多了 他拍了拍李大的肩膀 拉着他的胳膊 钻出了门 县城里依旧喊声震天 混乱主要集中在县衙门 和有钱人聚居的那一片街区 听声音就知道 县衙门已经沦陷了 喊杀声已经弥漫到了 有钱人们的院子里 看来是家丁护院 还在和反贼战斗 肩中不时响起女子的哭喊声 三十二不用眼睛 去看就知道 有许多妇女会在这一场混乱中 惨遭侮辱 尤其是官家小姐和丫鬟们 各个五官娇好 细皮白肉 落在那些反贼手里 只怕是 他不由得长长的叹了口气 抢中粮食官府的不对 但是这些女人又有何罪呢 官府不是好东西 反贼们也同样不是好东西 世间果然只有我三十二 做事是无愧于心的 这就叫举世接着我独青 他拉着李大的胳膊 走走走 我们赶紧走 等反贼们杀完附加大户 混乱就会波及到这里来了 两人贴着街巷一阵狂奔 前面城门大开 根本没有人守城 刚刚跑出城门一步 李大的心情就飞了起来 哈哈 我这个匠户 终于逃出官府的掌控了 就在城城县城 闹得不可开交的同时 高家村的城门建造 碰上问题了 问题出在绳子上 李道玄随手用乐高积木 搭出来的城墙 又高又大又宽 城门洞的位置 虽然刻意留小了点 但也有两丈高 两丈宽 这么大的门 需要相当多的树干捆在一起 才能做成 但是 村民们拿出来的草绳 不论质量还是数量 都不顶用 草绳本就少 而且 他们是由村民们自己手搓出来的 制作工艺粗糙 平时用来捆捆什么桌腿床腿 耕地用的梨 粪插杆子什么的 倒也勉强够用 要用来捆胳膊粗的树干 那可就 糟糕了 这里的绳子又崩开了 村长 您拿来的绳子 轻轻一扯就粉了 那边的两根庄子 谁去捆一下 要掉了 村民们手忙脚乱 一塌糊涂 李道玄在外面看着小人们 忙忙碌碌搞了一个多时辰 却因为两根草绳断裂 捆成一排的树干 居然散了架 可怜的小人们又要重新开始了 用什么东西帮他们呢 眼光扫过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 突然看到了 在角落里吃灰的钓鱼工具包 头顶上一个灯泡 啪的一声亮了 钓鱼线 他还清楚地记得 自己当初买钓鱼线时 研究了好一阵子各种鱼线的规格 其中有一种0.4号钓鱼线 直径只有0.104毫米 放进箱子 就算变粗二百倍 其直径也只有两厘米 比起村民们的草绳来 那可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高一夜 高一夜 正在拼拿搓草绳的高一夜 听到了天神的呼唤 赶紧仰起了头 露出一幅尊敬又虔诚的表情 小脸还蛮好看 天神大人 您有何吩咐 把这根绳子拿去 让大伙用它来捆扎城门 李道玄剪下一劫0.4号钓鱼线 缓缓地捶了下去 高一夜赶紧招呼村民们 大伙抬起头 就看到天空中 缓缓地降下来了一根透明的绳子 它只有一纸粗 看起来很像一根煮熟了的大粉条 众人面面相去 这 这是什么怪绳子 高一夜 天神大人叫大家 用这个来捆木材 扎城门 众人 哎 他们忠心满是疑惑 但是没有人敢把疑惑说出来 直到那大粉条落到了地面上 他们亲手摸到了 才脸露惊喜之色 这个透明的绳子 好结实 比我们搓的草绳结实多了 别看它只有手指粗 但是却比胳膊粗的草绳还要结实 快 拿刀子来 割一截下来 捆捆木材试试 村民们拿了刀子过来割线 但它钓鱼线韧性十足 村民们的钝刀子 要割断这玩意儿 还真得费点事 好不容易才割下来一截 泪出一头汗 不过 这玩意儿越是难以割断 就说明它越结实 村民们开开心心地 又割了几截下来 捆栽了两根木材 然后让几个人分成两边用力拉 试着将它拉断 但不管他们怎么用力 那钓鱼丝都毫无压力 果然 这东西比草绳结实多了 神神啊 这不会是神仙用的捆仙绳吗 有人无意间这样说了一句 结果旁边的人全部变得面如土色 糟糕了 我们把捆仙绳割断了 会不会很糟糕 高一叶哈哈大笑起来 瞧你们 这没出息的样子 天神大人说了 这不是捆仙绳 就是他的玩具 你们随便使用 没关系的 他还多得很呢 村民们听了这话 更加敬畏 神仙用的玩具线都如此厉害 那捆仙绳的有多牛饼 想到这里 一些村民又要往地上跪了 李道玄没好气地骂道 别一天到晚就跪跪跪地 多把时间用在做正事上 高一叶学着他的语气 对着村民们一通笑骂 那伙人善善地爬起来 抠着后脑勺 加入了城门制作中 有了好绳子 大伙干活就快多了 三下五除二 捆好了一排树干 弄得像一个木筏子 将它竖起来 就变成了一块高达两丈 宽一丈的大门板 只需要做两块这样的门板 就能组成一个 可以开合的城门了 正在这时候 站在城门上面放哨的村民 大声叫唤起来 啊 高出五他们回来了 咦 他们还带了外人回来 村民们放下手里的活 围在城门边看热闹 李道玄的眼光 则直接放到了造景箱边缘 很快 高出五第一个跑进了造景箱 在他后面 跟着一个穿加丁衣服的男子 然后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妇人 牵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一个穿丫鬟服饰的人 护在小女孩身侧 在后面则是三个村里的年轻小伙 一行八人 脸色惊慌 狼狈不堪地向着高家村跑过来 高出五一行人大清早离开高家村时 李道玄还没有把乐高积木搭的城墙放进箱子 所以高出五等人都不知道 高家村已经有城墙了 他们隔得远远的 看到高家村被一道奇怪的 五颜六色的巨大高墙给围在里面 心里一阵慌 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好在城门上的少兵 对着高出五一行人挥起手道 初五 初五 你们回来了 高出五看到认识的村民 这才放下了心 一边跑一边大叫 村子里发生了什么 为啥突然多了一个古怪的墙 少兵笑骂 什么古怪的墙 这是天神大人的恩赐 你敢说他古怪 天神大人不给你吃的了 我看你哭不哭 高出五一听这话 脸色都下黑了 赶紧对着天空大喊 天神大人 我错了 我这儿没脑子 说话相放屁 您老人家千万别往心里去 李道玄才不会为这种小事生气 一个尽的乐 只见高出五一行人飞快地穿过 暂时还没有城门的城墙洞 钻进了村子里 那四个新来的小人 三女一男 都有点畏畏缩缩的 眼光小心翼翼的周围的人身上转 最后锁定在了巨大的城墙 和奇怪的透明绳子上面 一步开了 只是他们出来乍到 不敢随便发问 有疑惑也只能憋在心里 高出在人群里找到了高一叶 跑到他面前 飞快地道 一叶 你给天神大人说一声 那四个人是三十二师爷的妻女 家仆和丫鬟 他帮天神大人找铁匠去了 请天神大人帮忙 关照一下他的家人 高一叶仰起头 正想问问天神大人的意见 李道玄抢在前面开口道 一叶 有一家人被山贼杀光了 房子现在还空着 你带三十二的妻女过去 安顿在那间屋子里 高一叶赶紧应了一声 走到了三十二的妻女面前 你们几个 跟我来吧 奴仆和丫鬟都不敢说话 十岁大的小女孩还怕声 也缩着不敢说话 倒是三夫人胆气要大点 见高一叶面相还算和善 一看就是个好人 便一边走 一边大着胆子问道 姑娘 你们这个高家村 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城墙 这城墙比县城的城墙 还厉害多了 高一叶道 那城墙是天神大人的恩赐 咱们高家村受天神大人的庇护 拥有很多神物 你既然来到这里 很快就会见识到了 三夫人一脸猛 天神庇护 神物 不是很懂 其实她在来这里的路上 心里就一直在骂自家男人了 先前她以为躲出城去 就是在离县城不远的村庄里 躲上一躲 哪知道高出五带着他们 一直走了三十余里 三十余里啊 这对于一个四肢不情 身材发福的中年妇女来说 简直就是地狱级别的折磨 这一路走来 好几次她都想往地上一躺 不走了 但是想到出城不远之后 城里响起的巨大喊杀声 她就咬了咬牙 继续跟着高出五艰难跋涉 现在总算到地方了 却是一个巴掌大的小村子 要不是有个五颜六色的奇怪城墙 她都看不出 这个村子有什么惹眼之处 三夫人正在心里把丈夫 骂个狗血淋头 突然一抬头 发现前面的空地上 立着一排架子 架子上挂满了 用盐腌制好的肌肉条 正在风干 本来这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是 这样的架子 如果很多很多 摆得密密麻麻 向前一眼看过去 扑了一片 全是这样的架子 那就很稀奇了 大规模风干肌肉条制作现场啊 三夫人整个人都看猛了 不是旱灾吗 不是民不聊生吗 不是农民们都没吃的东西 饿得造反了吗 这里数不清的风干肌肉条 是怎么回事 他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盐 可以用来腌制 真是离谱到家了 三家的丫鬟和奴仆 也同样看得傻乎乎的 眼光锁定在那些肌肉条上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啊 我莫不是在做梦的状态 高一夜将他们带到一个破烂的屋子前 你们先暂时住在这里吧 眼前的房子属实有点破旧了 三夫人有点嫌弃 但她认为 只是暂时再次躲避 等到叛军走了之后 就回县城 也就没说啥 高一夜听到耳边 又响起了天神大人的声音 这里不比的县城 他们就算有钱 也买不到吃的 你给他们发两粒米 一小块菜叶 几根肌肉条 一把盐 让他们先填饱肚子 高一夜应了一声 回家拿了食物过来 她这几样食物 往三夫人面前一摆 后者就吓了个半死 这是什么 什么 你 为何 如此之大 还有这个盐 好大一颗一颗的 看起来像白水晶块似的 高一夜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咱们高家村里 有许多神物 这米盒盐 就是天神大人恩赐的神米 你只管心怀感激地受下吧 三夫人这一下 也算是体会到何谓神物了 赶紧双手合十 对着天空中拜了两拜 这才将食物收下 李道玄暂时也没有别的吩咐了 高一夜也就不再理会三夫人一行 出了屋子 向着城门方向去了 三夫人让家奴和丫鬟打扫房间 收拾床斧 她本人却没啥事可做 干脆牵着女儿的手 又从屋子里钻了出来 在村子里随意走动 整个村子都被彩色的巨型城墙包围 让她有一种颇为安心的感觉 屋子旁边空地上那一片肌肉条 再次让她震撼 不过这还不算啥 她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池塘 里面装满了干净的水 这已经飞小 现在可是大旱灾年间啊 到处江河断流 草木枯死 这里居然有这么大的池塘 这简直匪夷所思 加油 一 二 三 远处城门的方向 响起了村民们的吆喝声 三夫人转头过去 就看到四五个村民 正用力将刚刚捆好的一块巨大的城门给推起来 想要装在城门洞的位置 那城门全是石木捆制而成 沉重无比 一个村民脚下一滑 摔倒了 巨大的城门吱嘎一声 向着旁边倒下 眼看就要砸中老麦的村长 村民们大声惊呼 三夫人和女儿都吓了一大跳 就在这时候 到了一半的城门 突然一下子悬停在了半空中 没有落下来砸到人 村民们也保持着各种奇怪的姿势 棱住 好几息后 才听到高一叶大声叫道 天神大人伸手抓住了城门 你们还发什么冷 赶紧把城门重新扶住啊 高出五从旁边跑过来 伸手扶住城门 最近她吃得饱 身体长得快 手臂上已经可以看到肌肉 她一加入 扶城门的人立即感觉到 压力变轻了不少 另外几个年轻人也都加入进来 大家重新把城门扶起 小心翼翼 将它安装到了城门洞里 拿绳绳捆好 这才松了口气 三夫人在远处看到这一幕 拼命揉了揉眼睛 刚才 那是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把倒下来的城门给拖住了 我的天 我的老天爷啊 三夫人其实是一个信道教的人 平时没事就会去逛逛道观 给天尊烧几炷香 捐点善款 许点小小的愿望 好几本道家经书背得溜熟 什么太上老君 急急如绿令一类的切口 他背得不比倒是差 但他福元不够 半生前信 却从未见过神仙显灵 这一次 终于给他亲眼见到了 三夫人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额头对在地面上 对出一头泥沉 但他毫不在意 大声叫道 天尊显灵 弟子有缘的剑 三生有幸 虽死无憾 傍晚 夕阳西下 三十二来了 还带来了一个新面孔 铁匠里大 被骗来了 两人趁着混乱逃出城城县之后 一路向着高家村跑来 三十余里路 其中还有大段山路 走起来可不轻松 到了地方时 两人都又累又饿又渴 有点撑不住了 到了 前面到了 三十二指着高家村的方向 呀 几天没来 这里又多了一道五彩的城墙 真是太厉害了 这就叫日益月书 李大这一路走来 越走越荒偏 越走越没人烟 其实心里已经有疑惑了 但看到眼前五彩的城墙那一瞬间 他猛了一猛 随即大喜过望 眼前这一道城墙何等威额 居然高达两仗 这说明 驻扎在这里的大老爷 非常有实力 而且他还给城墙涂颜色呢 这说明他已经富有到了 拿钱搞些无聊事的地步了 这种喜欢浪费钱的大老爷 出手一般都很大方 他忍不住就问道 这里居然有一座这么大的城 咱们究竟在哪里 三十二 高家村 村 李大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算三十二说 这里是西安城 他都敢信 但说 这里是个村 两丈高的城墙啊 怎么敢说成是村呢 既然只是个村 那这个就是个家宝了 李大好奇地问道 我没听说过 咱们城城乡里 有姓高的大老爷 三十二 这位老爷叫天神大人 李大脑门上 缓缓地跳出来一个巨大的问号 三十二 一会儿进去之后 少问多看 别得罪了大老爷被赶了出去 那时候 我可就不了你 这就叫做 如履薄冰 李大可不是高出五那种乡下傻白甜 他是在县城里混大的 见过不少官和乡绅士族 当然明白 进了豪门大院 要少问多看的道理 赶紧点了点头 这个我懂的 三十二在前面带路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了高家村的城门 城门现在才只做了一扇 还有一扇 今天是来不及做成了 这画面看起来颇有点滑稽 李大心里暗想 这城池居然是才建起来的 连城门都没建好 难怪大老爷要征集铁匠 看来这里有我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刚想到这里 他就被坐在城门洞里吃饭的苦衣们 吓了一大跳 这些苦衣 手里端着个大土碗 碗里居然全是白花花的碎米 白菜叶子和鸡肉调盖在上面 形成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肉白菜盖饭 这大老爷家里什么条件啊 连给他做苦衣的工人 都能吃上这个 有一次我为寻见老爷打造铠甲 也没得到这样的好饭食啊 而且 这些苦衣的身体 是不是太好了点 三年大旱 李大平时经常接触到的社会底层老百姓 几乎个个都是面黄肌瘦 风吹可倒的模样 但眼前这群苦衣 个个气色饱满 这就离了个大谱 他哪知道 自从李道玄开始给高家村投食以来 村民们炖炖油米有肉 有菜有盐有水 营养丰富 吃饭香 那当然身体辈棒 好想说点什么 但是三十二警告了他要少问多看 只好憋着 十分难受 三十二带着李大 走到了高一夜的面前 微笑着拱了拱手 高姑娘 在下 按天神大人的指示 将铁匠带来了 这就叫 信不辱命 高一夜应了一声 正准备抬头呼唤 就听到了天神大人温和的声音 嗯 夸他一句 干得很好 原来 李道玄这时候也在吃饭呢 正端着一碗酸菜肉丝米线 盯着造景香傻乐 三十二和李大刚刚走静造景香中 他就已经看到了 高一夜道 天神大人夸你 干得很好 三十二 心花怒放 李道玄准备问点正经事 语气也就放严肃了 一夜 让三十二介绍一下这位铁匠 此处开始 默认高一夜再转续 三十二赶紧介绍起来 这位名叫李大 是城城县里最好的铁匠 给县城好几位巡检大人 打造过铠甲 为所士兵们的武器 也有不少出于他之手 这就叫 能攻巧匠 李道玄心想 居然和我一样姓李 五百年前是一家 李大听到三十二帮他说好话 倒是心存感激 只是有点奇怪 三十爷在县城里 也是一号人物 怎么对着一个小姑娘 点头哈腰的 这小姑娘穿着打扮 也就是个平常村女啊 李道玄的眼光 锁定到了李大身上 李大 你可会制造铁匠 李大被问到了自己的专业 马上精神一震 颇有些骄傲地道 启柄 姑娘 小人自幼入了军器局 从小就学习打制各种兵器和铠甲 没有小人不会打造的东西 哟 有点自信啊 李道玄乐了 火冲你 也会打造吗 会 李大自信满满地回答道 小人会造三眼神冲 李道玄 不错 不错 技术挺不错的嘛 看来 你可以教教村里的人打造铁甲 撕造铁甲 这可是谋反大罪 李大 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但仔细一想 谋反大罪又如何 这人敢做这样的事 就证明了有实力 也只有这种有实力的人 才能帮我摆脱降级 恢复白身 啪个锤子 干 李道玄 另外 我还想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听到艰巨的任务这五个字 李大嘴角闪过一抹自信的笑容 再艰巨 又能有多艰巨 我李大就没有不会打的武器和铠甲 不论你给出多复杂的东西 不就是一堆铁吗 我多花点时间 总是能打出来的 如果真的面对一位大老爷 他还会有点畏惧 但只是 面对着高一夜这么一个村女 他真是一点也不怯场的 挺了挺胸膛道 姑娘只管向大老爷禀报 我李大 没有不会造的东西 大老爷不论要什么 小人也能造得出来 只求大老爷提携一把 事成之后 给小人一个白身 小人子孙后代 能摆脱降级 就感激不尽了 他这么自信 李道玄也就不客气了 拿起了一张A5纸 向着城门后面的空地上摆了下去 一大群村民正在吃饭呢 见到天空中 突然降下一张古怪的大白纸 赶紧端着饭碗撕散跑开 边跑还边笑 天神大人 又给我们送什么奇怪的东西了 这次的东西 好像不能吃啊 A5纸平坎到了地上 上面画着一大堆奇怪的图案 斜着看过去 其中好像有一把火虫 高一夜伸手指着那张纸道 李大 那张纸上 就是要你打造的东西 你去看看吧 李大看到啥也没有的天空中 突然凭空落下一张大纸 整个人都猛掉 好一会儿都没反应过来 直到32 抓着他的肩膀晃了两下 他才猛的一醒 那只有池塘般大小 李大站在平地上斜着看过去 只能看到 好像有一把火虫 还有一堆零件什么的 但无法一窥全貌 只好爬上旁边两丈高的城墙 再向着纸面俯视 咦 正中间 好像是一种新奇的火虫 旁边的图案 则是这把火虫上的各个零件 细致图解 李道玄嘿嘿笑 没错 夏赛博步枪 早期后装步枪的优良典范 这是他的设计图 原来 李道玄这几天也没闲着 他一直在思考 在有自己提供材料的情况下 以明朝人的工艺水平 究竟能造出什么样的武器 他还在自己长去的历史军事论坛上 匿名发了一个帖子 问了一句 各位大佬 如果你穿回明朝 以明朝铁匠的工艺水平 有现代的原材料 最高能造出什么样的武器 回复一 尖兴剑 回复二 先活埋一楼 当然是 AK 四七了 现在随便一个家庭作坊都能造 在明朝 也是能拿锤子敲出来的 回复三 别傻了 光敲出壳子有屁用 精密度不够 一枪一个炸糖 何况你也解决不了弹药问题 还是线糖枪最靠谱 穿越大佬们 都是用线糖枪 回复四 楼上好像忘了楼主说了 有现代原材料 既然有现代的材料 那就有了橡胶 能解决气密性 和不跳过线糖枪 直接玩后装步枪 下赛博步枪就很不错 精密度要求 没有自动步枪那么高 明朝铁匠完全可以手敲出来 回复五 你们是不是抓错了重点 穿回明朝 当然要买几个丫鬟 然后掀他们的裙子 偷看他们洗澡啊 反正买来的丫鬟 不能反抗主人 我能用他们 玩出十八般模样 李道玄 我擦 又是你 所有回复其骂 你这家伙 滚出历史军事论坛 闹过之后 李道玄记下了一个下赛博步枪 在论坛上的老哥们帮助下 居然搞到了这种步枪的照片 设计图纸 各种零件的实拍图 打印在一张A5纸上 就等着铁匠来了拿出来了 李大站在城墙上 很认真的看着下面的A5纸 左看 右看 旋转着看 看完之后 汗水哗啦啦一下就下来了 这把火冲 小人 不敢说一定能打出来 李道玄道 不要有压力 努力的尝试 争取将它弄出来 我可以给你很长很长的时间 几年都无所谓 如果你 真的能弄成功 我会让你梦想成真 对李大来说 梦想就是成为一介白身 这件事可不简单 从高一叶的嘴里说出来 总觉得有点不踏实 他忍不住大声道 这位姑娘 三师爷 不是我不信任你们 只是 我要做的事 可不是普通勾当 连大老爷是谁都不知道 心里有点 刚才天降一张大纸 你还没看明白 高一叶大声道 你从城墙上往下跳试试 马上就知道 大老爷是谁了 李大吓了一跳 跳下去 三十二也跟着笑了 你跳跳看 李大向下看 这里可是两丈高的城墙 让我跳这个 是什么意思 证明我的胆量吗 他常年打铁 身体还是很健壮的 从这个高度跳下去 只要落地的时候 小心点 也不一定就会受伤 就算受伤 也就是断腿的程度 如果这样做 能让大老爷帮他摆脱降级 倒也不是 不能拼一拨 李大咬了咬牙 就当自己站着的城墙是降级吧 要跳出降级 本来就是要玩命的事 老子拼了 他将牙一咬 跳了下去 起跳的一瞬间 他就做好了落地蹲一下 打个滚化解力道的想法了 但是 刚刚跳出城墙 还没来得及开始下坠 他就感觉到 自己被什么东西拖住了 双脚踩到了什么东西 由于太过意外 他根本没能站稳 扑倒在地 双手撑在了看不见的地面上 感受到的 却是好像摸到了别人的手掌的触感 咦 咦咦咦 李大吓坏了 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高一叶大声道 你现在在天神大人的手掌上 李大 李道玄故意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拖着李大 缓缓划过半空 李大感觉自己 就像在天空中飞行 只是姿态太不雅观 Oars这个姿势 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的飞行姿势 进村之前 三十二对他说过 这村子里的大老爷是天神大人 当时他一头问号 根本没听懂三十二在说什么 但现在 他似乎好像 有点明白了 李道玄的手缓缓下移 放到了地面 再倾斜了一点点 李大就滑了下去 坐在黄土地上 一脸的惊骇 一脸的慌张 同时 又有那么一点点的欣喜 欣喜当然是因为自己的梦想有保障了 脑子清醒过来之后 他一个翻身 从坐在地面的动作 变成了贵妇在地 大声道 小人 小人保证拼尽全力 把您交代的火虫打造出来 只是这个东西 好像有点复杂 小人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就如您所说 也许一两年 要是李大抡起 锤子几天 就把下赛搏步枪造出来了 那他肯定是有系统的穿越者 李道玄当然知道这不可能 嗯 慢慢来 不用急 你一边教高一一打铁甲 一边慢慢研究这把火虫 需要什么材料 就让高一叶向我汇报 总之 什么时候打造成功 什么时候让你梦想成真 说到这里 话音一转 高一叶 村里 还有空房子吗 高一叶有点小干大地道 没有了 唯一能住人的空屋 安排了三师爷一家 李道玄 哦 那你们等一会 他从冰箱里 拿出一瓶百式可乐的伊拉罐 咕噜咕噜 几口喝完 打了个嗝 好爽 接着拿剪刀 把伊拉罐剪掉一半 成了一个圆柱形的小杯子 再在上面剪出一个小门 两个小窗 然后将这半个伊拉罐子 往村子里的空地上一扣 碰 村民们听到一声巨响 大地好似摇晃了一下 然后 一个造型奇特 颜色鲜艳的蓝色小圆屋 就这样出现在了村中一角 上面的百式可乐四个简体字 是反着的 显得颇为滑稽 李道玄 李大 你就暂时住在这个临时小屋里吧 过一阵子 我再给所有人 安排更好的房子 村民们虽然已经被神迹震惊过好几次 但今天再一次 惊得差点丢掉了碗 天神大人盖房子的手段 实在是让人不得不敬佩莫名 一直在旁边偷看着的三夫人 更是磕头如捣算 停都停不下来 房子是有了 但伊拉罐房子里 空空如也 什么家具也没有 村长抱了一大捆干草的屋子里 给李大当临时的床用 还借给他一床就被子 高一夜又给他送上一大碗 煮好的鸡肉白菜盖饭 让李大美美的饱餐一顿 他们这边拽着李大舌腾的时候 三十二也把发生在县城的事情 汇报给了李道玄 白水亡二造反的是 并不出李道玄的意料之外 只是没想到 反得这么快罢了 听完之后 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为城里那些丧生在这一亿里的无辜者 叹了口气 天色已全黑了 李道玄又拿了一块铁皮 暂时封住了 还没有做好门的半边城门洞 村民们便各自回屋休息去了 造景箱进入了非禁止画面 没啥可看的东西了 李道玄将目光从箱子上移开 瞥了一眼自家的窗外 双庆式的天色也已经黑下来了 但城市里灯火璀璨 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坐回电脑前 点开QQ上蔡新子的头像 老蔡 我的客家 唯屋进度如何 蔡新子 早着呢 还在搭架子 哪有这么快 一个月后再来问我 李道玄 好吧 那唯屋模型 确实够得搞 催不得 他又打开了自己长去的历史军事论坛 继续匿名发帖 如果你穿越到明朝末年 再有了坚固的城堡 火冲 铁甲 解决了基本的安全问题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第二件事 会是什么呢 回复一 多泡点妹子 好女孩莫辜负 坏女孩莫浪费 全部摆成十八般模样 回复二 版主来一下 把一楼那个二货禁言 我忍他很久了 回复三 杀呗 先把烟党杀光 再把东陵党杀光 李自成那火流寇都杀光 东北剑奴全部杀光 不听我话的杀光 得罪我的人杀光 然后带着一群听话的小弟 建立一个新国家 横扫欧美 回复四 如果你胸无大志 那就按一楼说的办 如果你胸怀大志 但脑袋里装的都是屎 就按三楼说的办 如果你真有抗清救国之心 还想要中华民族横扫地球 那就得李贤下市 拼命地收纳各种各样的人才 烟党里有用的人要用 东陵党里有用的人也要用 流寇里有用的人才也要用 甚至野猪皮那边有用的人也要用 手上有用的人越多 能干成的事越大 回复五比四楼进放屁 我需要用这些垃圾 我自己从头开始 培养一套自己的班底 回复六 从小还培养起 要多少年 才能养大成人 能帮你做事 崇祯十七年 大明朝叫灭亡 那时候 你还躲在某个山沟里 当私塞老师 回复七 不要培养什么班底了 还是来培养萝莉吧 不需要几年 就能培养的可以实用 李道玄 妈的智障 你这二货又来了 讨论结束 帖子被版主锁了 再这样聊下去 他害怕喝茶 李道玄把前面几楼的回复 认真的看了一圈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 四楼说的最有道理 不说远了 就说静点 他这个小小的几十号人的村庄 现在急需人力 甚至都不要求是人才 只要是人就行了 男人能用来砍树伐木修城门 女的能用来煮饭洗衣打杂活 真是哪哪都需要人 正想到这 造景箱里想起了一阵细小的人声 似乎是很多人一起在说话 汇集在一起 闹哄哄的 李道玄转过头去一看 热闹来了 数百人聚在一起 推着大车小车 打着火把 沿着黄土路 走到了高家村外 他们的本意 应该是要进高家村的 但是现在的高家村 被乐高积木搭成的巨型城墙 给围了一圈 那火人在黑漆漆的夜色中 只靠着月光和火把提供的光芒 事业非常有限 连城门都找不到在哪 这数百人都很猛逼 一阵焦头接耳 李道玄刚才听到的 就是他们一轮的声音了 他饶有兴致地 趴到了造景箱边 一眼就看到了 这火人最前面 站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子 正是白水王二 看来 他白天迁返起事 杀了县令张药彩之后 开了粮仓 夺了官粮 装在后面那些大车小车里 又逃出了城 一路跑了三十余地 跑到高家村来了 王二现在有点急 他知道 追兵随时可能到来 所以想要尽快地完成 对高家村的报恩 但这诡异的高家村 不过一转眼的时间 居然凭空多了一个巨大的城墙 让他不得其门而入 王二先让身边的人安静下来 接着扯开了喉咙 对着高家村里大声喊叫起来 高家村的人 你们听得到吗 我是隔壁王家村的 白水王二 我偷过你们的水 但是你们不计前嫌 反而送了我许多面粉 今天我们是来报恩的 我来给你们送两车粮食 高家村的人 你们听到了吗 李道玄哑然失笑 这白水王二 为人还不错 抢了官粮 马上就眼巴巴地来 还人情来了 难怪这个人 能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之一 能让一大群人 愿意为你抛头颅洒热血的人 那必定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人格魅力 高家村的人 白水王二又喊了两嗓子 城墙上出现了一个黑影 高出五来了 他一脸憨憨样 对着城墙外面道 呀 原来偷我们水的贼是你 王二有点尴尬 好在夜色夜沉 只凭着月光和火把的光芒 没人注意到 他脸有点微红 是我偷的 哎呀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烦请你打开城门 我送两车粮食给你们 然后我马上就得走 高出五脑子简单 属于没人给他下命令 他自己就不会判断的人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道玄花了半秒思考了一下 这两车粮食 当然是不能要的 王二这伙人 也不能放进高家村 现在还是农民起义的初期 天下局势还算稳定 朝廷的控制力依然很强 如果这时候 高家村就和王二这一伙人扯上关系 会引来很大的麻烦 麻烦这两个字 当然是能免则免 脆弱的高家村 现在还经不起折腾 李道玄正打算叫醒高一夜 让他来替自己传话 就在这时候 城墙上又爬上来一个人 是三十二 他伸手 在高出五肩头上一拍 示意他别说话 然后扯开嗓子 对着城墙外的王二喊道 王好汉 你的好意 咱们高家村心领了 你造反启事 身后有官军追捕 接下来怕是要亡命天涯 咱们高家村 如果接下你这两车粮食 生活并不会更好 没有这两车粮食 生活也不会更差 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但这两车粮食 对你来说 却是亡命天涯的本钱 意义重大 还是你留着它们更好 这就叫做物尽其用 李道玄心中暗笑 这家伙还行 有了这个三十二 自己都能少操点心了 王二听了三十二这番话 也不禁犹豫起来 身边随着他启事造反的 另一位义军首领 重光道低声道 王大哥 这人说的有道理 高家村上次 既然能给你一堆面粉 这就说明 他们不缺粮食 而咱们接下来 要落草山中 粮食可是真缺的 另一个义军首领 郑彦夫也道 王大哥 报恩之事 待咱们站稳脚跟之后 再来 也不迟 你看现在高家村 这个架势 他们摆明了 不想和咱们扯上关系 王二仔细一想 懂了 高家村看来 他也不敢接自己的粮 他也是个利落的汉子 就不纠结了 对着城墙上抱了抱拳 大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王二就先别过了 欠高家村的一份情 王二始终记得 说完 招了招手 咱们走 三十二见他要走 突然开口道 王好汉 王二驻足 回头 三十二叹了一声 语气悠长地问道 县城里附加大户门的女眷 现在如何了 王二整个人一将 如中雷击 冷了好几秒之后 转头过去 对着身边的种光道和郑彦夫两人 甩去了两个非常不爽的眼神 再回过头来 对着三十二抱了抱拳头 然后转身就走 没花多少时间 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李道玄看出来了 他们现在走的方向 就是上次来偷水之后撤走的方向 那边应该有个王家村 也不知道阁高家村有多远 短暂的喧闹之后 高家村又恢复了宁静 三十二拉着高出五 从城墙上下来 在他们后面 已经有大量的村民聚集起来了 刚才王二那一番喊话 还是吵醒了不少人的 只是赶上城墙的没几个 三十二对着村民们 就开始吐槽 你们这高家村 虽有城墙 却无防备 夜间连个轮班放哨的人都没有安排 这次来的是 王二还好 他扯开嗓子 把咱们叫醒了说话 若是来了别的贼寇 悄悄扔出飞爪钩锁 翻墙进来 咱们岂不是死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这个吐槽 其实也是李道玄想要吐槽的 村长站出来 摇头道 夜间放哨 须有灯笼 咱们这村子虽小 但围着城墙扎一圈灯笼的话 也得好几十个 这灯游 我们到哪里弄去 三十二皱起眉头 这话倒也有礼 但他马上就笑骂道 你担这游的心 这高家村 可是有天神庇护的 明天大清早 大家一起跪好 对着天空好好摆摆 游不就来了吗 村民们仔细一想 对啊 天神大人最喜欢在大清早 奔辞食物给大家 若在那时候 大伙跪好一起向他老人家磕头恳求 说不定就能求得一些油了 李道玄见他们这个样子 颇觉好笑 何须等到明天早上 我现在就能给你们油 走进自己的厨房 拎来一大桶菜油 再找了个矿泉水瓶盖子 打算装一瓶盖的 油放进箱子里 不过 他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见到小人堆里 跳出了一个中年女人 正是三十二的夫人 三夫人伸手指着村民们 满嘴满怨的语气 我来这村子的时间还不长 但是我有几句话 可得好好 和你们说道说道 你们这些家伙 对天神大人也太过不敬了 村民们齐了 不敬 我们对天神大人 哪里不敬了 三夫人心里 暗骂了句一群土便没见识 但这话 他也知道不能说出来 嘴里哼哼道 天神大人在此村子显灵 帮助了你们许多 你们为他老人家修庙了吗 给他老人家诉了精神吗 供奉了香火吗 请神的时候 就只知道跪地磕头 求这求那 贪得无厌 却连个端正的仪式都没有 他这一连串问题甩出来 村民们齐齐猛逼 三夫人见这伙人 真的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只好恨铁不成钢地道 和尚们要求佛祖赐福时 也得沐浴更衣 先悄悄钟 悄悄沐浴 念几句经 而佛祖还不见得理他们 你们若真想向天神大人求恩些什么 好歹考虑一下悄悄钟 烧根香 点个蜡烛 得把礼仪做全了 这话一出 村民们恍然大悟 对啊 我们好像礼数不全 乃来的脸面 要这样呢 李道玄听到这里 差点笑出声来 这些礼数 对于他来说 根本没有意义 其实不 等等 李道玄脑门上灯泡 啪地一声亮起 这些礼数 好像是有意义的 因为小人们太小了 他们讲话的声音也很小 李道玄经常听不清 他们在说什么 就算他们大声对着天空呼喊 自己也有可能听漏了 若他们每次想和自己 说点什么的时候 就先拿着大钟 光光光地敲上几大锤子 那自己就很容易听到了 原来和尚敲钟 是有实际意义的 妈蛋的 封建迷信那一套行事主义 没想到我也会觉得有意义 糟了糟了 唯物主义之心 好像在动摇啊 三夫人对着村民们 一通疯狂输出 明天早上 所有人洗漱一下 换上干净衣服 尤其是你 高一夜姑娘 你是天神大人选中的神使 你来我家一趟 给你挑件好点的衣服 好好打扮一下 由你牵头向天神大人祈求 那两铁匠 你俩今晚别睡了 连夜打个大钟出来 明天早上用 三夫人这一通安排 全都乖乖听了 李道玄在天空中 安安静静地看着 小人们商量这一套 颇绝好玩 本打算马上给他们的油 倒是不急着给了 明天早上再看情况给吧 另外 他的眼光落在了 三十二和三夫人的身上 心里暗想 村子里来了这么两个人 对自己的帮助相当大 其实李道玄 早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高家村缺乏组织度 或者说 高家村本来就不算是一个组织 只是一盘散沙而已 除了村长 靠着德高望重 有点发言权 别的人互相没有同属关系 都是独立的个体 每一次李道玄给他们食物 村民们就随便一分 各拿一堆回家 给高一夜留的多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缺乏对物资的统筹安排 三十二和李大刚来高家村时 没有人招待 还得靠李道玄亲自发话 高一夜才会给他们安排住处 送他们食物 老实说 这有点小烦 这不是应该由自己来管的事 现在有了三十二 情况一下子变得不同 刚才三十二劝退完二 现在三夫人又解决了 召唤自己的问题 一下子就帮李道玄解决了两个麻烦 让他感觉很省心 想到刚才在论坛上看到的那番争论 四楼说的那番话 确实是有道理的 接下来一段时间 自己的重点 应该要放在多弄些有用的人 这个大方向上 村民们被三夫人教训了一通之后 纷纷散开 回屋继续睡觉去了 李大和高一一这两个铁匠 则聚到了高一一的家里 开始研究连夜打一口钟 一夜的时间 当然别想打出真正的钟 只能暂时弄个简单点的 向着大铁桶就行了 两人点起炉子 折腾起来 李大一边干活 还一边教高一一技术 他倒不怕教会徒弟饿死了师父 反正已经打定了主意 恢复白身之后 这辈子都不碰铁锤一下 师父我就算是饿死 从山崖上跳下去 也绝不再做铁匠 第二天大清早 天还没亮 高一夜就被三夫人压着去洗澡了 村子里能洗澡的 就一个大池塘 白天池塘别人多 可不敢在这里洗 但天还没亮时 村民们都没起床 趁着黑灯瞎火 飞快地洗个澡 倒也不怕被人看见 当然 他们并不知道 箱子外有个带夜视功能的摄像头 隔着一块玻璃 24小时录制着箱子里的情景了 若是知道了 可 估计论坛上那个哥们儿 会欣喜过望吧 洗完之后 三夫人又拿来一套雪白的衣袍 布料贼后的那种 一看就价格不菲 她的衣服穿在高一夜的身上 有点显大 太宽敞了 不过问题不大 反正也不需要她下地劳作 衣服不合身 动作慢点就完事 高一夜吐着舌头 我好热 现在可是七月 干旱中的盛夏 气温是很可怕的 身上的衣服布料越厚实 越伤不起 热也得忍着 三夫人一边帮她牵扯着衣服 拉平皱褶 一边低声道 对天神大人要尊敬些 今天请出她老人家之后 一定要问问她老人家的尊号 不能再这样乱拜了 问明了尊号之后 咱们才好 给她老人家修建妙语 塑造精神 高一夜乖乖点头 我懂了 三夫人又拿出自己的化妆盒子 亲手亲脚 一笔一画地给高一夜化起妆来 李道玄是被一阵钟声给惊醒的 昨晚她刷历史军事论坛 翻看明末史料 一不小心又弄到了两三点才睡觉 早上当然起不来了 直到耳朵里听到一阵光光光的难听钟声 她才摇了摇头 一脸猛逼地爬起床来 造景箱现在就摆在她的床边 和电脑桌紧紧相靠 而钟声就是从造景箱里飘出来的 甩开瞌睡 脑子慢慢清醒 这才想起来 昨晚发生的是 这敲破筒般的声音 应该就是村民们在召唤天神了 她在床上打了个滚 爬到床檐 将脑袋伸到了造景箱上方 向着里面看 哟 小人们今天精神了呀 村子里的42个村民 连同32全家四口 新来的铁匠里大 一共47人 现在排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阵 就像高中一个班的学生 在参加升旗仪式 高一夜站在最前面 为了全村人今后的幸福生活 她这明显是C位出道了 一袭白衣飘飘 头发扎了个很复杂的造型 上面还插满了首饰 本就年轻貌美的她 化上妆之后 当真是花容月貌 秀色可参 这模样放到现代 多少算是个女神 身边的暖男 骑马一个团 舔狗能有一个连 富二代也能来一个牌 连王校长也得来给她刷一句 输的什么夜 想你的夜 李道玄看得有趣 不错呀 这小姑娘越来越好看了 这模样 让我都有了掀她裙子的兴趣 我擦 糟糕 被论坛里那个二货带歪了 只见高一叶双手举起了一个杯子 做出对着天空敬酒的动作 只是动作不太标准 显然是临时抱佛脚练的 先进了天 再把酒 里面装的其实是水 往地上一洒 然后跪好 后面46人一起跪下 高一叶开始念祈祷词了 这祈祷词 应该是三十二和三夫人 连夜帮她写的 让她背熟了 现在念出来 只是她背得明显不太好 结结巴巴 一句话能念错三次 李道玄也没兴趣 听这些神圣叨叨的祈祷词 就没往耳朵里去 好一会儿 她才背完 然后大声道 斗胆请问天神大人尊号 我们好 为您修妙速身 李道玄 李道玄答了 就当陪他们玩过家家 高一叶听到了她的声音 顿时大喜 转头对着三夫人叫道 天神大人回答我了 她叫李道玄 道玄 三夫人听到这两个字 狂喜 这分明就是道教的神仙啊 她本人就是信道教的 还真有点害怕 天神大人是个佛教的菩萨 那她就尴尬的能给尴尬她妈妈上香了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为道教 三夫人二话不说 扑通 磕头 大声叫道 拜见道玄天尊 高一叶有样学样 也扑通一声 磕头 拜见道玄天尊 另外四十几人立即跟进 所有人齐声道 拜见道玄天尊 李道玄乐了 有趣 好玩 一下子从无名天神大人 变成了道玄天尊 有名号了 谁也不会想到 后来席卷整个天下的道玄天尊教 就是在这一刻 由这四十几个小人 拉开了帷幕 高一叶开始结结巴巴地说话了 应该也是三十二教他的说辞 他们还准备了道教和佛教的两套说辞 他现在背的是道教的这一套 先感谢道玄天尊 赐给了村民们一道城墙 然后就说 夜间需要人放哨 需要围着城墙一圈点起灯笼 而灯笼需要大量的油 请求天神大人恩赐一些油什么的 这样玩过家家 还挺有趣 李道玄在他磕磕绊绊的声音中 提起菜油桶 在矿泉水瓶盖里倒上满满一盖子 然后缓缓地将瓶盖放到了高叶的面前 矿泉水瓶盖并不大 直径仅仅只有2.5厘米 深度仅一厘米 但放到小人们的面前 却是一个直径达一丈期 深度超过半丈的巨大池子 池子里装的是满满一池子 现代工艺制成的菜油 村民们鼻子微微一动 就闻出来了 菜籽油 是上好的菜籽油 天啊 这么大一池子菜籽油 我以前只见过小小一油瓶 天上的神仙 什么都玩大的 村民们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吃到过菜籽油了 三年前 旱灾还没发生的时候 村民们还有机会种点油菜什么的 榨一点点菜籽油 逢年过节用 但大旱三年 连粮食作物都种不活 谁还有能力去种油菜这种经济作物 现在看到这一池子 可以在里面泡澡的菜籽油 村民们当真是喜不自胜 高初五第一个开了口 哇 要用这个来点灯 我舍不得 还是全吃了吧 住口 村长劈头就给他骂了过去 没见到昨晚大群反贼从村外路过吗 就只知道吃 我们村在天 在到玄天尊的照幅下 已经不缺吃了 现在要考虑的是 怎么好好地保护自己 高一夜扬声道 天尊发话了 这些油 咱们吃一半 剩下一半用来做灯笼 每天晚上 点亮城墙上一圈灯笼 派哨兵巡逻 切不可松懈 若是发现有贼人到来 哨兵敲响警钟 大伙便拿起武器 死守城门 让贼子不得其门而入 村民们 遵命 高一夜 天尊吩咐 这些菜子油 由三十二来安排 其余的人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城门还要接着做 铁甲也得做 还有李大那边的新式火冲 也要投入大量的心力 要做的事还多着呢 村民们听到菜子油 交给三十二安排 颇有些意外 还以为天尊大人 会像平时一样 让大家分了呢 没想到这次居然不分 而是交给了三师爷 这可真是奇了 不过好奇归好奇 倒也没有人敢质疑 乖乖地散开 去做自己的事了 三十二则心中暗喜 嘿 我的表现被天尊看到了 交事给我做了 飞黄腾达 就从这里开始 先是帮他老人家完成小事 接着就是越来越大的事 最后成为他老人家的左右手 那可乖乖不得了 比在县衙门里做个师爷 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三十二 李道玄一声招呼 此处开始默认高一夜转序 三十二立即乖乖捶手听命 天尊有何吩咐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把油交给你来安排吧 小的明白 高家村民们一盘散沙 各顾各家 不会携也不会算 每天晚上安排灯笼用油这事 油他们管起来 肯定是一团糟糕 用不了几天就得错落百出 甚至还会有人偷灯油 回去留着家用 嗯 你明白就好 李道玄道 嗯 现在说话不带成语总结了 三十二有点尴尬的抠了抠头 小人每句话后面带句成语 是想在别人面前 表现自己很有学问 但在天尊面前 小人这点学问 犹如烛火面对着日月 怎么装也是个 好了 没必须长篇大论的解释 李道玄其实早就看穿了 他为啥每句话加个成语总结 一笑变了支 你看得出来 这高家村最缺什么吗 人 三十二毫无犹豫地答道 缺人 很好 看明白了就好 李道玄轻轻一伸手 一个面粉球小山丘 出现在了三十二的面前 用这些面粉 去弄些人来吧 三十二大喜 赶紧对空一个长衣 天尊放心 在这大汉年间 面粉比黄金还珍贵 有了他们 小人有信心骗 乖 请来许多人 李道玄 我先听听 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三十二 王家村 仲家村 郑家村 这三村附近的村庄 都有大量的村民 加入王二叛军 但总会有些人留在村里 不愿意从贼 这些留守下来的人 生活肯定比以前更加艰难 小人去这几个村庄里走上一圈 只削一袋面粉 管教他们全数来投 李道玄嘴角微微弯起 很好 这人的想法 正好与自己不谋而合 果然 有了这家伙在手底下 真的是省事太多了 他看过许多史料 里面都有类似的分析 县衙门里的师爷 才是务实的那个人 而县令其实是务虚的 县令通常是只动脑子空想 想出一个政令之后 就交给身边的师爷 师爷则是执行层面的负责人 所有的具体事物 都是由师爷一把屎一把尿地盯着完成 县令一张嘴 师爷跑断腿 所以论起实干能力 师爷其实是甩县令一条接远的 有许多读死书 死读书的县令 一旦离了师爷 啥事都做不了 李道玄 很好 那就交给你了 说完这句话 他就不再说话了 高一夜看到他的脸 缓缓地隐没于云层之中 似乎不再俯视着大地 这才到 天尊返回仙界去了 三十二哈的一声笑 跳起来一尺高 太好了 我三十二 今日算是天尊的师爷了 哈哈哈哈 他早就想这样大笑两声了 但面对着天尊不敢失礼 只好一直憋住心中狂喜 等到天尊走了 他哪里还憋得住 双手插腰 哈哈大笑 高一夜也松了口气 从紧绷的状态放松下来 伸展了一下手脚 对旁边的三夫人道 哎呀 穿着这一身厚重衣服 保持着一脸庄严的样子 好累的呀 三夫人一脸羡慕的表情 我不知道有多羡慕你 你却嫌这活嘞 高一夜 呀 我不嫌 不嫌 只是不太习惯 三夫人语重心肠地道 一夜姑娘 你是到玄天尊的圣女 负责为她传话 你的仪态越是端庄 别人也会越尊重天尊 这一点切莫忘了 高一夜努力摆出端庄的模样 我明白了 三夫人接着又转向了三十二 死鬼 村民们啥也不懂 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为天尊做点事 咱们家是不是该拿点家底出来 为天尊建个庙宇 住个精深 三十二连一秒都没考虑 毫不犹豫地道 建 砸锅卖铁 也要把庙给建起来 但是 在这高家村里 咱们只怕有钱都花不怎么出去 李道玄虽然引入云层 其实并没有离开 他还在箱子外面看呢 只是盖上了箱子的玻璃上盖 隔着玻璃看罢了 经过这些天的研究 他已经发现 揭开上盖看里面 高一夜就能看到他出现在云层中 如果隔了层玻璃看 那就连高一夜也无法看见 人类这东西蛮怪的 明明正大光明的看也没关系 但偷偷看却感觉很爽 看高一夜和三十二等人 在天尊离开之后 表现出的真性情 挺有意思 修妙素身这事 李道玄觉得没啥必要 但是小人们喜欢折腾的话 就让他们折腾好了 也没必要干预 反正村里就四十几口人 他们想做的事情 没有足够的人力 根本办不到 就看他们怎么玩吧 三十二首先让村民们 把家里的油罐子油瓶子什么的 统统拿出来 每个人都去装菜籽油 家家户户的容器全都装满 剩下的油还有半池子 在组织村里的青壮劳力 一起抬矿泉水瓶盖 就像一群蚂蚁在搬运重物 把那剩下的半盖子油 搬到了他的零食小家里 接着再处理那一堆面粉 李道玄投放进箱子里的面粉 全都呈现出球状 三十二从村长那里借来了墨盘 安排高出五等年轻人 把球状的面粉再碾磨成粉状 要让他们看起来像普通的面粉一样 怎么要把他们再压碎啊 好麻烦 三十二在他脑门上啪的抽了一剂 你懂个屁 我要拿着这些面粉出村去见外人 给咱们村弄人来 这种看起像球一样的面粉 在外人看来多诡异 要是被官府的人看见 还指不定闹出什么事来 所以必须碾磨成粉 才能瞒天过满 高出五憨憨地道 官府的人看见 就给他们说是天尊给的呗 三十二啪的又给他来了一剂 你懂个屁 这些年朝廷一直在打击白莲教 碰上邪教妖人 一律杀无赦 我拿着个球一样的面粉去给人说 这是天尊次的 简直是自投罗网 高出五抠头 不要再打了 我已经很笨了 你捞打我的头 会更笨的 李道玄看得直乐 转头再去看另一边 三夫人拉着高一页坐在屋檐下 手里拿着一本到家点击 照着给高一页念 高一页听着听着 就一个脑袋变得两个大 但他还是很认真努力地听 努力地背诵 没有要退缩的意思 小人们在努力 李道玄 我也来努努力吧 为了我的生活 再去接个小活来做 他打开了工作 QQ 点开派活的那位 老哥 这两天有工作没 再扔个给我呗 对面笑 等着你呢 这单接住 某游戏公司要的怪物设计图 要求是主格调黑色 凶狠 恶心 一看就反位 八百块 两天之内交货 两天时间 一化过 黄昏 夕阳西下 李道玄伸了个懒腰 舒展了一下筋骨 甲方刚才验了货 对他设计的怪物图 总体还算满意 但是总觉得 应该加两根獠牙 他用最快的速度加了上去 甲方却又觉得 獠牙太常见了 改成长舌头更好 他又给怪物加了长舌头 甲方看了看 觉得舌头上应该有刺 于是他把獠牙缩小 粘贴在了舌头上 甲方非常满意 李道玄存款加八百 这两天忙于工作 没怎么关注箱子里的小人 现在工作完成 终于有时间来看了 他刚把注意力投进箱子里 就发现 三十二正带着一大群 衣衫蓝褛的人走进城门 数了数 居然有102人 那群人的眼光 在高家村巍峨的城墙上扫了一圈 大约是被震慑住了 微微缩缩地走进村来 站在村中间的空地上 双手双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摆 三十二 站在这群人前面 大声道 该说的话 再来的半路上 我已经给你们说过了 总之 来了高家村 少不了你们一口饭吃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 吃了天尊上的饭 就得为天尊做事 天尊要你做啥 你就做啥 乖乖地听话 别偷懒摸鱼 不然 他故意停了停 阴侧侧地笑了笑 十足坏蛋嘴脸 没吃的都是小事 惹怒了天尊 管教你们知道 什么叫天珠地面 李道玄暗乐 这家伙 对着心来的玩恐吓呀 把我形容得很凶似的 这时候 高家村的村长凑了过来 三十爷 这些人是 三十二黑黑笑 这些人是王家村 郑家村 仲家村 还有周边数个村庄的村民 因为王二造反 裹挟走了大量的村民 他们的村子里 没剩下几个人了 我过去吆喝了几嗓子 他们便跟着我来了 人类是群居动物 一个村子里 如果人口少到一定的程度 剩下的人就无法生存了 只能迁移到别的地方 本来农民们 还有土地束缚着他们 让他们无法乱跑 但大旱三年 土地现在没半点屁用 几个人守着一村干裂的黄土 只有死路一条 村长有点尴尬 一下来这么多人 他们住哪儿 村子里没这么多房子了 三十二笑 我才懒得管他们住呢 只给他们提供吃的 看他们自己想办法 村长 要不 咱们再敲钟 请一请天尊帮忙 三十二眉毛竖起 怒瞪了村长一眼 不要什么小事破事 都去烦天尊 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 才需要烦请天尊帮忙 自己解决得了的 就得尽力自己弄好才是 否则总有一天 天尊会一脚踢在你裤裆上 叫你滚蛋 李道玄正在捡一拉罐呢 听到三十二这话 倒是把手里的剪刀 和一拉罐放了下来 有理 我好像是太过保姆了 这一拉罐就别捡了 且看看小人们 自己如何解决问题吧 正好外卖到了 李道玄端起自己的 土豆肉丝盖饭 一边扒饭 一边看着箱子 三十二给新来的村民们 一人发了一小袋面粉 这群饿得面带菜色的村民 便感恩戴德 剃泪横流了 借了锅煮了面糊糊 饱饱地吃了一顿 天色开始黑了 他们也不怕没地方住 去外面扯了些干草回来 堆在城墙脚下 合一一躺 反正这年头也不会下雨 有没有屋顶 又有什么关系呢 刚躺好 他们惊讶地发现 城墙上亮起了灯光 一盏接一盏 环绕着高家村的巨大城墙 每隔十步 就点亮一个灯笼 灯笼里面不是用的蜡烛 而是点了一盏油灯 菜籽油燃烧时 发出香喷喷的味道 给城墙附近 提供了一点点昏暗的光芒 两个拿着弓箭的村民 走上了城墙 开始巡逻 新来的村民们吓了一跳 这样烧菜籽油 这高家村 究竟是有多富有 大清早 小小的造景象热闹起来 增加了一百人口 使得村庄的活力 也大大增加 新来的村民 像看夕阳景一样 在村子里溜达过来 溜达过去 发出丢人的感叹声 这个圆形的铁房子好厉害 这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 这个大水池子 又是怎么回事 汗了三年啊 连河流都快断流了 为什么高家村 还有这么大一个池塘 鸡肉干 这边挂满了风干鸡肉干 新来的村民 很快就受到了一波震撼教育 这也是三十二喜闻乐见的事 他故意大清早的 不急着来找他们说话 不给他们安排活 让他们在村子里乱转 让村子里的神物 吓吓他们 使唤他们的时候 才会更加乖巧听话 等这伙人看得头鱼目眩之后 三十二才把他们召集到了一起 村子里急需各种人才 尤其是铁匠会打铁地站出来 每天可以多领二两面粉 三个中年汉子立即跳了出来 开心地直跺脚 没想到自己这点不入流的记忆 居然能每天多的二两面粉 三十二 你们几个 家里都有什么铁锤 铁针一类的东西吧 回家去搬来 以后跟着咱们村的李师傅 要打些什么 都听李师傅的吩咐 三个中年汉子乖乖音声 三十二又转头 对着其余的村民 剩下的人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修一座道玄天尊庙 李道玄在外面看到这里 不由得啼笑皆非 村子里要做的事还多着呢 可以说是百废戴心 你居然先修庙 搞这种没用的破玩意儿 正准备开口较高一夜来干预 突然想到 自己玩的文明系列游戏中 建一座新城市 好像并不是从正经建筑物开始的 而是要先从神庙开始 扩张城市的边界 是靠着文化输出来达成的 而早期的宗教建筑 同时也是文化建筑 虽然这是游戏设定 但这设定 并不是游戏设计师瞎弄出来的 而是以史为鉴 有其道理 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 从李道玄的心里生了起来 直觉告诉他 不应该去干预三十二的行动 他这乱搞一气的做法 说不定 会以另一种形式带来好处 李道玄打消了去叫高一夜的打算 继续冷眼旁观 三十二 会做泥水匠的 站出来 每天多领一两面粉 几个中年男人站了出来 脸带喜色 你们三个 率领别的人间庙 三十二说到这里 突然冷了冷 显然想起了什么 你们中间 有没有人会塑像 小人会 两个中年汉子 第一时间举起了手 通过铁匠和泥水匠的事 他们已经明白了 会点特殊手艺 每天就能多领到面粉 所以不能躲视 反而要主动揽视 县城的城隍庙 那个一人高的城隍像 就是小人雕刻的 小人也雕过一个观音像 两个中年汉子还是属手呢 三十二大喜 很好 其余的人 去班师伐木 建庙吧 你们两个会塑像的 跟我过来 领着两人 走到了高一夜的面前 高姑娘 我带了两个会塑像的人来 请你描续一下 天尊的相貌 让这两人造一尊 道玄天尊神像 高一夜 呀 这个 我得仔细想想 李道玄感觉有趣 故意掀开了 造景象的上盖 将自己的脸 移到了造景象上空 俯视着下方 高一夜马上就看到了 云层隐隐约约的 出现了一张年轻的脸 五官端正 眼神慈祥 英俊好看 他不禁喃喃地道 天尊很年轻呢 没有续长虚 五官 两位中年汉子 赶紧记在脑海里 不一会儿 两人就从附近的沟里 挖来了两团黄泥 先按高一夜的大致描述 搓成一个年轻男人的头部 然后再进行微调 这里 眼睛要稍大一点点 鼻梁高一点点 嘴唇微微向上弯 天尊并不凶 他很慈祥 温和 耳朵大了一点点 不到两个时辰 李道玄的脸就被雕刻了出来 他拿着个放大镜 隔着玻璃仔细看 这张脸雕刻的 还真是栩栩如生 只是 高一夜在转续自己相貌时 明显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绪 帮他整了整容 头发给他改成了长发 眼睛改大了一丢丢 鼻梁改高了一丢丢 眼神改胃炎了一丢丢 这各种各样的一丢丢加在一起 让他整体变率了32% 威严度提升了320% 从一个现代小年轻 摇身一变 变成了威风凛凛 助言有数的道玄天尊 头部搞定之后 弄身体就简单多了 两个中年汉子一起动手 拿大量的黄泥做了一个身体 盘膝而坐 身穿道袍 右手拿着扶尘 左手上还托着一个太极八卦图 最后 把头部给安装上去 宝像庄严的道玄天尊 宣告完成 李道玄拿着放大镜 对着自己的塑像 左看右看 前看后看 满意 非常的满意 好想伸手到箱子里 把这玩意儿给拿出来 摆在自己的收藏柜里 这玩意儿的做工 比那些什么高达模型 塑料宾人 什么细致多了 不到一厘米的身高 却连眼神 发丝 手指等细节 全都做得细致无比 咦 等等 李道玄转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模型收藏柜 眼光锁定在一个只有两厘米高 价格却高达288元的塑料模型上面 再转头看了一眼 箱子里的道玄天尊像 再转回头来 看一眼288元的塑料模型 再转回去 看到玄天尊像反复对比 确认 曾经爱不释手 花了288元 才请回家的模型 现在拿来与道玄天尊像相比 在做工的精细程度上 就是一堆屎 没错 真的就是一堆屎 如果这堆屎 都能卖288元 那这个道玄天尊 像能卖多少钱 嘿 有点子了 李道玄开口了 高一夜 你告诉这两个塑像师 我对他们的手艺非常满意 接下来有些事要交给他们做 做得好的话 重重有赏 说完 他在电脑上调出一张图片 点了个打印 很快 一张打印着大话西游 李的至尊宝版孙悟空的A5纸 从打印机里滑了出来 PS 8月到了 本书虽然还是一本新书 大概率不会有好名次 但是很想试试看 自己能达到月票榜的什么高度 恳请大家给我几张月票 非常感谢 李道玄这一次 并没有打印满整张A5纸了 他把至尊宝版孙悟空的图案 打印到了A5纸的一角 然后用剪刀将这一角剪下来 变成了一张仅仅只有三厘米长 两厘米宽的小图片 不能再缩小了 否则图片上的细节 也会变得不清楚 再将这张小小的图片 轻轻地放进了箱子里 摆在了高一叶 和两个雕塑师的面前 这凭空降止 还真把两个雕塑师吓了一跳 这是他们来到高家村之后 第一次看到天尊显灵 当场就吓得跪在地上 连磕了好几个响头 等高一叶叫起他们 两人定睛细看 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斗战圣佛 孙悟空 不愧是是搞雕塑的 认得的神佛 比高家村的人多得多 高一叶就无法一眼看出来 这个人物是谁 天尊要你们把这个佛像做出来 必须做得和这张画上的一模一样 哦 对了 不要走泥巴的 要用木头做 做得和这张画一样的 两丈高 两个雕塑师吓了一跳 在他们的认知里 一个佛像要是做两丈高 那已经可以成为巨佛了 而且 两丈的木质佛像的 用多粗的数才能做啊 这附近能砍到这么大的树吗 高一叶摇头 这倒不必 将它做成一人膏便可以了 两个雕塑师 那就简单了 以我们的手艺 普通的一人膏雕像 几天便可以做出一尊 只是这雕像要做到和画里一模一样 需要不少精细活 那就需要再加几天时间雕琢细节 高一叶侧耳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摆出严肃脸 要上色哦 这画一出 两个雕塑师就尬住了 我们没有五颜六色的漆 这个东西非常贵 高一叶 这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你们先去找木头 等木胚做好了 需要上漆的时候 再来找我 两位雕塑师赶紧找木头去了 李道玄则从箱子边站了起来 又要出趟门了 小区的东门对面 有一家红星梅凯龙家具城 他依稀记得 那里有各种油漆出售 凭着记忆一路找过去 花了十分钟 在家具城的角落里 找到了油漆店 十五块钱一罐的迷你装油漆 每种颜色来一小罐 这玩意儿还挺沉 颜色全卖其之后 把一大堆平平罐灌摆在了造景象旁边 出门转了一圈再回来 村子里已经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了 铁匠府里 现在有好几位铁匠围着李大 在他的指导下 乒乒乓乓地敲打着铁块 新老村民们 合力搬运着石块和木材 热火朝天地准备着建庙 三十二背着手 在人群中穿梭来去 指挥着村民们 一会儿往这边跑 一会儿往那边跑 烟火气开始啄了起来 姚和声此起彼伏 李道玄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 正在成长一般 露出了欣慰的老母亲笑 夕阳西下的时候 村外来人了 李道玄的目光向着村外一斜 不得了 来的人还挺多 一个骑着高头大马 穿着铠甲 戴着头盔 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将军领头 后面一百余名穿着不假的士兵 闹闹哄哄地对着高家村过来了 官兵来了 李道玄不用脑花 也知道官兵为什么会来这附近 皱起眉头来想了想 几巴掌将他们都拍死倒也容易 但是 没必要 低头 对着箱子里道 高一夜 去把三十二叫过来 我教他怎么胡走官兵 领头的武将名叫程旭 大明朝九平五官 巡俭 正在马背上问候白水王二的十八代祖宗 使用的问候语 充分彰显了 我朝几千年来尊老二幽的传统 例如 操你妈 赶你爹 剁了你全家 生儿子没屁眼等等 也难怪他气急败坏 因为巡俭 这个职位的工作 就是缉拿盗匪 维持治安 前几天 他正在自己的地盘里 看戏班子唱戏时 突然听到消息 王二阵闭一呼 纠结起几百个泥腿子 杀进县城 把县令张药才给剁了 还顺手剁了县城 逐步 杀了几个附加士绅 开了粮仓 夺了官粮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等到程旭收到消息 赶紧点起自己麾下的士兵 跑到县城来镇压 已经来不及了 张药才的头颅挂在城门上 被风吹得左摇右晃 白水王二一伙人 早已经拍拍屁股 溜之大吉 留给他的 只有一个满目窗移的 城城县城 还有好几处房舍 烧的黑烟直冒 这事儿 不管从哪个方向看 都是程旭的失职 事后被问罪追责 那是肯定少不了的 他花了两天时间 才把失控的县城安抚下来 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快把王二 缉拿归案 这样或许可以将功补过 让自己的罪名 减轻那么一点点 程旭刚刚从王家村过来 那村子已经人去村空 鬼影子也找不到半个 想问问王二逃去了哪个方向 都找不着人问 只好在附近到处乱转 转着转着 就转到了高家村来了 猛一眼看到高家村 那巍峨的城墙 程旭不由地揉了揉眼 妈的 老子是不是眼花了 身边傅巡俭低声道 头儿 你没看错 那真有个城 程旭撕了一声 莫不是王二 已经在山里 建起了一座大城 他心里一阵慌 如果王二已经筑起一个城了 那他手底下来 这一百来号士兵 还顶个屁用 工程是不可能做到的 捉拿王二将功补过的念头 怕是要落空了 这下不妙了 若是贼子已经有这般实力 我肯定会被朝廷拿板 仿佛看见我的太奶奶 在向我招手了 这不是城将军吗 高家村的城门开了 跑出来一个老熟人 正是县令的师爷三十二 他对着程旭招了招手 像在招呼老朋友 然后乐呵呵地迎向官兵 站到了程旭的马前 什么风把将军吹到了高家村来 真是贵客临门 平时听到三十那夸张搞怪总结词 程旭就想揍他 但这时候听到 却不知道为啥倍感轻松 翻身下了马 咦 三十爷 这里突然冒出个城池 我还以为王二那反贼 已经有这等实力 真是吓杀我也 还好有三十爷在此 你快给我说道说道 这城池究竟是怎么回事 三十二满脸古怪表情 城池 哪有城池 程旭伸手指着面前巨大的城墙 这不就是城池吗 这么高的城墙 这不是城池是什么 三十二转过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身后 左看 右看 装出一副睁眼瞎 什么也没看到的模样 再转回头来对着城旭 哪有城墙 我没看见啊 这里只有一个荒僻的小村 一村子的难民 没有什么城墙城池啊 将军你怎么能无中生有 城旭刷的一下 把刀子拔出来一半 我操 三十二 你他妈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玩我呢 三十二连连摆手 我哪敢捉弄将军 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城池 城旭气得暴跳 指着面前大声吼道 这么大一个城 看清楚 这么大一个 你他妈的在胡说八道 我一刀砍了你 三十二心里有点虚 眼前这位可是五官 粗皮 他说要砍人 那是真的会砍人的 好怕他突然出手 但是他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天尊要他说的 可不敢违抗天尊的命令 反正天尊在上面看着呢 应该不会让他真的砍了我 硬着头皮眼吧 城将军 你是不是睡过头 齐猛了 这里真的没有城池 他妈的 承旭刚刀出窍 李道玄看到这里 知道该自己出手了 他把自己的手机 放进了箱子 在官兵们背后的半空中 打开事先准备好的 恐怖片伴奏乐 播放 一声诡异的女子笑声 在官兵们的背后响起 这声音很大 铺天盖地的大 恐怖片女鬼的笑声 本来就很甚人 音量一放大之后 整个天地之间 都弥漫着那可怕又诡异的笑声 承旭刚刚抽出刀 就听到背后巨大的女子鬼笑 吓得不轻 手上的钢刀光地一声落在地了上 同时转身向后看 他挥下的所有手下 也全都来了个向后转 李道玄飞快地一抽手 将手机拿了出来 官兵们转身时 只见背后一片黄沙漫漫 尘土飞扬 有沙风缭绕 但是除此之外 看不到什么别的东西 刚才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是谁在笑 哎呀我的妈 刚才那声音 不会是鬼吧 官兵们议论纷纷 同时瞪大了眼睛 拼命地寻找 李道玄心中暗月 趁着他们的注意力 都在反方向的时候 伸手拿起了箱子里 搭成墙的乐高积木 放到了造景箱外 再伸手进去 把装水的乐扣乐扣盒子 也拿出来 对了 还有一个半扣在地上的 百式可乐一拉罐 全部抓了出来 高家村里 现在有一百多个村民 他们只看到村子里的东西 一件一件地飞起 消失在云层之中 那画面震撼到无以复加 李道玄拿完了东西 拍了拍手上的沙子 继续看戏 一群官兵对着身后看了半天 什么也没看到 找不到那可怕的女子 哭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也只好作罢 心里忐忑不安 再转过头来 面对三十二 刚转过来 所有人同时将住 仿佛中了定身法 定了足足十几秒 程旭才结结巴巴地道 城墙呢 那么大一个城墙 刚刚还在这里的 三十二这时候 也明白了天尊的安排 自信心刷得一下来了 果然 听天尊的就没错 他让我假装看不见城墙 原来是要这样玩 哈哈哈哈 后面的就看我的发挥了 心中狂笑 表面上却依旧一脸猛逼表情 程将军 您究竟在说什么呀 这里根本就没有城墙 一直都没有城墙啊 就叫叫 一如既往 程旭扯开嗓子吼了起来 妈的 他妈的 我发誓 这里刚才真的有一个城墙 那么大一个城墙 有两丈高 足足有两丈高的城墙啊 你们都看到了吗 刚才好大一个城墙 城墙啊 一阵女子怪笑之后 城墙就不见了 他说话 都开始语无伦次了 三十二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将军 我根本没有听到什么女子怪笑 这里也根本没有城墙 程旭扭过头 对着手下们怒吼 同时还用对着前面比划 刚才你们都听到的吧 都看到的吧 那么大一个城墙 刚刚还在这里的 手下们满头冷汗 刚才是真的看到城墙了 但现在是真的没看到 我们究竟该相信刚才的自己 还是现在的自己呢 风中凌乱 风中凌乱 三十二叻开嘴 露出了一个阴森森的笑容 很像那种山野老鬼 等来了猎物时的笑容 将军肯定是追缴王二的路程上 压力太大了 要不进村里来 好好休息一晚 明月精神抖擞 再继续寻找王二那火人的踪迹 嘿嘿嘿嘿嘿 他最后还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似乎看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程旭的眼光 从三十二那古怪的表情上划过 又斜眼看了看村里 只见高家村里灰尘漫天 大群村民眼神狂热地跪在地上 不知道在拜个什么鬼 他们身边还堆着乱石 乱木 泥砒 土块 整个村子都给人一种 莫名诡异的气氛 再想了想 刚才听到的可怕的女子笑声 程旭心里发毛 这什么鬼村子 我好像看见太奶奶在村里对我招手 我不要进去 我死都不要进去 快走 去找王二 我要去找王二了 我要离这里远远的 我是来找王二的 对对 咱们去找王二 太奶奶 我得走了 我还年轻 我现在还不能进村去见您 他转身就跑 跑了几步 又跑回来 捡起掉在地上的钢刀 插回刀鞘里 然后又掉头向远处跑 跑了几步 又跑回来 翻身骑上自己的战马 再一次掉头跑 来来回回跑了三圈 傅巡 工兵 小齐等人 全都看傻了 愣了好几秒后 三十二又咧开了嘴 阴森森地道 程将军跑了 你们不跟上去吗 也好 也好 你们留下来 在高家村里做做客如何 十分美味 傅巡检怪叫一声 撒腿追着程序去了 身后一百多名士兵 狼狈不堪 灰头土脸地跟上 转眼间 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 等到他们跑得远了 三十二才 双手插腰 哈哈大笑起来 有趣 太有趣了 哈哈哈哈 你这姓成的 以前看不起我 现在知道本师爷的厉害了吧 哈哈哈哈 吓不死你这个傻子 李道玄 官兵走远了 一夜 你让大家离城墙原先的位置远一点 我要重新把城墙摆下来了 高一夜赶紧传话 村民们又惊又惟又惊 尤其是那些新来的村民 第一次见到到玄天尊大显神威 当真是震撼的不要不要的 赶紧连滚带爬的离城墙位置远一点 免得妨碍到了先尊施法 很快 他们就看到 城墙又一次从天空中缓缓地降落了下来 安放在了先前的位置上 这庞然大雾 在空中缓缓降落的画面 实在震撼 接着 李铁匠的原住行房子也降下来了 落回原先的位置摆好 巨大的池塘 也从天上降下来了 落回他原本的坑里 到玄天尊的道观 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之中 经过了天尊戏弄官兵的事情之后 新来的村民大受震撼 几乎是一眨眼间 就变成了坚定的道玄天尊教狂信徒 而人这东西 一旦成为了狂信徒 为了自己的信仰干起活来 简直可以用拼命二字来形容 明明自己都没个房子可住 但为了天尊修道观 却拿出了吃奶的劲 整个高家村 呈现出一股子热火朝天的气氛 这种气氛连续持续了六天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正午 阳光很多 气温又开始向着四十度进发 李道玄刚刚把脸一道箱子上空 打算观察小人们今天的生活状况 就听到高一叶在下面大声叫道 天尊 两位塑像的大叔想和您说话 让他们说 李道玄心中暗想 来了 我要的那东西来了 果然 两位雕塑师走了过来 先恭敬地跪下 磕头 然后才开口会报道 天尊 我们为您塑的泥像 还有您要我们 做的斗战圣佛木像 都已经完成 可以上色了 很好 李道玄就等着这一天呢 他这边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拿出一张小小的锡箔纸 放进箱子里 平复到两个雕塑师的面前 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吸管 吸起一点点红色的油漆 对着锡箔纸上滴了下去 他滴下去的 仅仅只是一滴直径不到五毫米的漆滴 但在两位雕塑师的眼中 却是一颗直径达三寸的漆球 落到锡箔板上 啪哒一声摊开 声势怪吓人的 两位雕塑师 小心翼翼走到那摊油漆前 用小棍子 沾了一点点红色油漆 闻了闻 原来天上的神漆是这样的 比我们凡间的漆好多了 明朝食用的油漆 叫做修漆 是一种天然油漆 用漆树的枝叶 混合了颜料等东西加工制成 虽然已经很接近现代油漆了 但它依旧存在一脱落和不够量的毛病 所以涂完漆之后 往往还要打一层铜油 保护漆层 增加光泽度 而李道玄给他们的现代漆 是二十世纪高分子化合物 投入使用之后的优质产品 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牛逼 然而只要十五块钱一小罐 不但粘着力更强 而且色彩更加鲜艳 亮度也高 上完漆之后 并不需要再打一层铜油 就和油腻中年人的额头一样亮 全方位碾压明朝漆 两位雕塑师只看了两眼 就确定了这是天上才有的神漆 红色有了 接下来给你们绿色 蓝色 李道玄每种颜色 给他们滴上一滴 也就差不多够用了 他刚开始给小人们送东西时 还不懂得把握剂量 出现了整个鸡蛋投给小人这样的骚操作 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但现在 他已经懂得控制数量 节约资源了 两位雕塑师看到各种颜色的油漆 应有尽有 也不禁大为兴奋 以前做这行 就只有颜色暗淡的三五种颜色的漆可用 哪有这么丰富的色彩可选的 尤其是荆漆 太过贵重 都是由大老爷派来的人亲自掌管着 需要用的时候 才拿出来盯着他们用 绝不会直接交给他们这么多 还是天尊大器 荆漆给我们这么多 这下子可以尽情地发挥了 拿起刷子 沾上油漆 在至尊宝版孙悟空的木胚上涂涂画画 干得挺嗨 李道玄也不打扰他们 眼光又投向了旁边 看向那群顶着正午的娇羊 修筑庙宇的工人们 眼光刚一过去 就见到一个搬石头的村民 脚下打了的猎且 险些摔抖 旁边的人赶紧扶住他 那村民放下石头 用手扶着额头 在同伴的搀扶下做抖 显得有点不对劲 中暑了 李道玄马上就反应过来 这七月盛夏 大旱灾的正午 气温极高 村民们却顶着烈日干活 出现中暑的现象并不奇怪 应该说 都三天了 才有人中暑 已经是奇迹了 前两天这些人是怎么挺住的 三十二也过来了 赶紧指挥村民去池塘打水 一堆人围着那中暑的小人转圈圈 李道玄有点心疼起自己的小人来 怎么办 那还用说 他快步走到了冰箱边 拉开急动式的门 拿出了一盒冰块 在冰块盒子的边缘 有些小小的碎冰渣 用手指间挑起一块冰渣 放到了中暑的村民面前 这时候大群小人 正围着中暑的小人着急呢 有人在池塘里打了一桶水过来 拿着布片在水里浸湿 打算用湿布来给他降温 突然一块大冰块从天而来 村民们先是一愣 接着马上反应过来 天尊赐给我们冰块了 有人赶紧把湿布放在冰上 带整块布都冰了 带在中暑的村民额头上 还有人在冰块上敲了一小块下来 放进水碗 然后把冰水喂给中暑的人喝 折腾了好一会儿 中暑的人总算好转了些 李道玄也放下心来 中暑的人既然安全了 那就来预防别的村民中暑的问题吧 他从冰块上面敲下一小块碎冰来 放在矿泉水瓶盖里面 然后开了一瓶可乐 倒进瓶盖中 蒸蒸 冰镇可乐微型板 制成了 回到造景厢边 将那满满一瓶盖的冰可乐 缓缓地放到了小人们的身前 村民们傻乎乎地看着一大池子古怪的 褐色的水正在冒着泡泡 中间还插着一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大冰块 整池子水都散发着冰凉的气息 站在他的旁边 就能感觉到凉爽直透心皮 这是什么东西 没见过 我闻到了甜甜的香味 这里面有糖 有糖啊 但他在冒奇怪的泡泡 不会有毒吧 天尊何时毒害过我们 你这具有毒是对他老人家的不敬 来人啊 揍死这样的 别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村民们一下子就闹腾了起来 连中暑的兄弟都给暂时遗忘了 别闹了 也别打人 高一夜开口了 天尊说 这东西叫做肥宅快乐水 喝了可以解暑 村民们大喜 赶紧围到水池边 用手捧起可乐 往嘴里一道 啊 可嗨嗨 好呛人 但是不知道为啥 感觉好爽 感觉好快乐啊 难怪他叫肥宅快要水 可是快乐我懂 肥宅就不懂了 这两个字 究竟是啥意思 一群人眼巴巴的看着三十二 想看这位有学问的人怎么说 三十二哼了一声道 肥 胖也 也可以解释为大 宅 家也 肥宅二字连在一起 就是一大家子人的意思 而肥宅快要水 就是能让整整一个大家庭里的人全部都快乐起来的水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仙界的玄机 村民们恍然大悟 还是三师爷有学问 三十二哈哈大笑 拿了个大茶杯过来 在池子里烧了满满一杯 然后一口灌下肚子 顿时眯起了眼睛 可嗨嗨 哦 哥 这味真冲 但是 好爽 好快乐 躺在地上那位众鼠的村民 发出了微弱的抗议声 怎么 没人 管我了 村民们 啊 赶紧给他也来一杯 高一叶大声道 住手 天尊说 众鼠之人 不宜喝肥宅快乐水 应先喝普通的水 等到身体好转之后 才可享用快乐水 众鼠的村民 没资格 接受 天尊的恩赏吗 脑袋一歪 兄弟 别死 别死啊 几个村民赶紧蹲了下去 发现那家伙是装死 于是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家伙好像恢复精神了 居然有力气装死 把他架起来 给他灌一小口肥宅快乐水吧 哈哈 哥 快乐 2023年8月1日 双庆市 今天是建军节 蔡新子的模型店里 生意爆火 尤其是军魔 分分钟卖出去一个 分分钟又卖出去一个 什么辽宁号 重庆号 散冰冰人 今天敞开了大麦 蔡新子乐得眉眼开花 正数前呢 店门开了 他正打算招呼 就见到进来的人 是自己的老朋友 李道玄 蔡新子笑着招呼道 道玄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 是来讨客家为乌吗 别急别急 还有十来天才能提货 李道玄露出神秘笑容 今天我不是来提货的 是来给你供货的 蔡新子斜眼 又想坑我 李道玄 我来帮你赚大钱呢 你还说我坑你 泽泽 朋友白做了 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进裤兜 摸出了一个小小的 只有一厘米左右高的小人 摆在了蔡新子面前的柜台上 这小人也太小了 蔡新子都没正眼看 眼光一略而过 至尊宝版的孙悟空模型 你到哪里弄了个这么小的 塑料的吗 这玩意儿 顶多值五元 李道玄黑黑笑 拾目的 蔡新子 拾目两个字 引起了他的兴趣 墨人比塑料人 那肯定是要有档次的多的 但是 弄成这么小 也没多大意义啊 李道玄 你要不要拿个放大镜来 仔细看看这个小牧人 听他这么一说 蔡新子知道有古怪了 暂时放下了手里的活计 让店员招呼着别的顾客 他本人则静下心来 拿出个放大镜 对着面前的小牧人看了过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 这小小的牧人 虽然只有一厘米高 做工却极为精细 每一个细节 都精雕细琢 小小的五官 做得和至尊宝一毛一样 连脸上的猴毛都有所体现 孙悟空身上穿的那一身甲 居然吸到每一块钾片 都有精细无比的图漆 这 这已经不是玩具了 是工艺品 毫无疑问的微雕工艺品 蔡新子倒抽了一口凉皮 你这小牧人 哪里弄来的 李道玄 保密 蔡新子 别是偷来的 在我这里销赃吧 我擦 李道玄 你认识我多少年了 我是那种坐监犯科之人吗 蔡新子仔细一想 这倒也是 你不但是个烂好人 同时也是个极恶如仇的人 有人喊抓小偷的时候 你肯定冲在第一个 又怎么可能去偷东西来销赃 还是你了解我 李道玄微笑 我想把这东西脱手 但我没有销售渠道 就想起你这卖模型的老兄弟了 挂你这卖 你抽个成 蔡新子笑骂 抽个屁成 多少年老哥们了 我帮你挂卖就完事 不 你得抽成 李道玄语气变得严肃 这不是一锤子买卖 而是长期买卖 所以 你必须提成 长期买卖 蔡新子冷了一愣 马上明白过来了 你小子找到回微雕的人合作了 他负责雕刻 你负责拿出来卖 然后你在中间抽个成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能客气 我抽一成 好 李道玄 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值多少 估计你也有点猛 试探着卖吧 好的 我试试 我只是个卖模型的 还真没卖过微雕工艺品 这玩意要是给你卖亏了 你别骂我 嗨 不要虚 大胆地卖 亏了也不会怪你 两人商量极定 李道玄打车回家 车子还在半路上 他就看到蔡新子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 心到稀罕好货 身高一厘米的微雕至尊宝 用放大镜才能看到他的精美 只此一枚 先到先得 后到后悔 朋友圈有勤价888元 后面是数张照片 用了很高档的照相机 微距模式拍的 还刻意拍了一张 拖在手指头上拍的照片 让人对比这个微雕与手指头的大小 李道玄乐 这家伙还真用心了 他伸手就去点赞 没想到手指头刚点到赞上 就跳出提示操作失败 咦 不能点赞 李道玄点了个刷新 蔡新子刚刚才发的那条朋友圈 消失不见了 难怪点赞失败 接着蔡新子的消息发了过来 我擦 你的微雕 我刚发了个朋友圈 就被一个老顾客直接秒了 李道玄 这么好卖的吗 蔡新子 那家伙肯定是懂这行的 看到我定价低了 直接出手秒杀 二话不说 给我转了888元 把货定了 现在他正在赶来取货的路上 我擦 应该该再定高几百块 我对不起你 这一下我们两人一起血亏 李道玄乐了 没事没事 888元赚的不少了 我一点也不觉得亏 蔡新子 你那里还有货的是吧 那家伙一会儿来取货 肯定还能谈 我要再和他谈谈后续的问题 这次价格一定要定对了 现货没了 要再雕 那就是说定制也可 当然 随便定制 嘿嘿嘿 蔡新子 你等我好消息 李道玄道 不要把价格卡太死 让典礼给别人 别人才会长期和我们合作 我这边可以少赚点 蔡新子 这不用你教 论经商 我可比你专业多了 等着瞧吧 蔡新子向你转账800元 李道玄点了个收取 心中暗乐 不错不错 赚钱了 养了大半个月的小人了 一直在花钱 现在终于可以从小人身上赚回到钱了 果然 人才才是最重要的 箱子里的各类人才种类增多 自己才能想出更多的赚钱的点子 心情变得贼好 很快 小区门口到了 李道玄跳下网约车 钻进了小区门口的超市 买了一块朱礼剂 哼着歌 溜达回自己的家里 箱子里已经是黄昏 小人们正在煮饭 吹烟鸟鸟生气 李道玄从刚刚买回来的李挤肉上 切下来很小的一块 轻轻往村子中间的空地上一放 村民们顿时惊呼起来 肉 好大一块李挤肉 李道玄笑着吩咐道 一夜 告诉大家 今晚加肉 每人二两 两位雕塑师留到最后 多余的份 全部分给他们两人 作为雕刻斗战圣佛像的奖赏 村民们大喜过望 赶紧跑到村子中心来分肉 换了以前 肯定是村长出来主持 然后村民们七手八脚地自己乱分一气 分完之后 多余地往高一夜家里一甩就跑 根本不成体统 甚至会有人偷偷多拿一份 但自从三十二来到高家村之后 原本无组织无童鼠一盘散沙的高家村 现在也渐渐地开始有组织架构了 村民们不再乱分 而是眼巴巴地看着高一夜和三十二 高一夜站在旁边扎场子 以圣女的身份正常 能随时提醒这伙村民 天尊在看着你们 使得有些不安分的家伙 不敢乱来 三十二则主持具体事务 挥手指挥 高出五 你来操刀切肉 再拿个蹭过来蹭重量 高喇叭 领猪肉二两 三十二报一声 就在纸上写个高喇叭的名字 打个勾表示 他领过了 王二狗 领臂 重大头 领臂 镇阿牛 领臂 高三娃 领臂 一百多人排着队领完 三十二这才给高出五 高一夜和自己一家人分配 让几位管理层最后分东西 体现出他们的高风亮节 所有人分完了 这才轮到了两位雕塑师 这两人早已经等得急不可耐了 眼见着别人都有 就他们两人没有 心里颇为委屈 不知道为啥圣女和师爷 要把他们两人留到最后 高一夜对着他们招了招手 两人立即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圣女大人 你有什么吩咐 高一夜 天尊吩咐 剩下的猪肉就全部赏给你们了 两位雕塑师同时棱住 眼睛瞪得滚圆 转头过去 看剩下的肉 虽然已经有一百多号人 每人切走了二两 但那剩下的肉 还有两个洗脸盆那么大呢 初五咧开嘴笑了笑 然后一刀剁下去 将那块巨大的鲤脊肉 分成了两半 哎 剩下的 你们一人一半 两位雕塑师 这么多 都是给我们的 别的人才二两 高一夜 天尊说 你们雕刻的斗战圣佛像 他老人家非常满意 这些肉 就是你们的特别恩赏 两位雕塑师大喜过望 匍匐在地 猛磕了几个头 多谢天尊 多谢天尊 三十二在旁边压着声音 语气严肃地道 今后 你二人当再接再厉 为天尊好好办事 两位雕塑师 一定的 一定的 小人一定好好办事 他们以前被富人雇佣 去修庙祝福 虽然也会得到一些赏赐 但也就几口饱饭 或者几个铜钱而已 哪有机会得到如此大一块猪肉 这肉就算他们吃不完 拿去和别的村民换东西 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天灾年间 没有什么东西 比食物更保值了 只是 鲜猪肉可放不了两天啊 两人一脸尴尬 能不能 三十二笑了 这里有两袋盐 拿去腌腊肉吧 两人大喜 赶紧谢过三十爷 然后拿着盐袋子 扛起自己的那份猪肉 向着自己的零食小窝跑去 婆娘 大娃 二娃 咱们家发财了 哈哈 咱们家发财了 没过多久 两人在村子后面的空地上 堆起松枝 熏制起腊肉来 熏腊肉那味道 大家都懂得 献杀了周围所有人 其余的村民都伸长了脖子 心里暗想 我什么时候能为天尊丽个功 得到这种超额的赏赐呢 人心这东西 就是如此 没吃的时候 只盼一口吃的 但有吃的之后 却盼着自己的东西比别人更多 然后就会在这种心里的鼓励之下 不断地向上攀爬 当然 摆烂的也是有的 例如郑家村过来的郑大牛 现在就毫不羡慕 那两个正在熏腊肉的雕塑师 他不但吃饱了饭 还吃到了二两猪肉 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 心情贼佳 反正都吃饱了 你们这些家伙 还在拼个啥命啊 还非那镜像上爬个啥吗 躺下休息不好吗 只是 上次喝到的肥宅快乐水 真的好快乐 还想再喝一点呢 可惜现在没有了 糟糕 无法躺平 好想得到天尊的赏赐 好想喝快乐水 郑大牛刷地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 扛着斧头冲出了高家村 趁着太阳还有最后一点余灰 照亮了山林 他冲进树林里一通乱找 不一会儿 还真给他找到了一棵粗壮的好树 郑大牛挥起大斧头 堵堵堵 吃饱了有劲 没用多少时间 就把一棵大树给堕倒在地 接着将最好的一截堕下来 差不多两米多长的一截粗树干 扛是扛不动的 又拖又滚又翘 好不容易把它弄下山来 圣女大人 圣女大人 您看 我从山上弄回来的 这个用来雕刻下一次的神像 绝对好用 您看 我这个有用的吧 高一夜才不知道有没有用呢 但他仰起头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脸上就挂起了笑容 郑大牛 你很棒 天尊大人夸你了 郑大牛大喜 高一夜 天尊大人说可以赏你一些 郑大牛赶紧道 小人 小人斗胆 提个不情之请 高一夜 郑大牛 小人不要肉 就想 就想 喝一口 再喝一口肥宅快乐水 一口就可以了 高一夜冷了冷 随即笑了起来 天尊说 没有问题 你家有洗脸盆吗 快去拿脸盆来 郑大牛是从郑家村来的 刚过来的时候 虽然一穷二白啥也没有 但是过来之后 没两天 就自己用木头做了个木盆 现在闻言 赶紧回家 端了洗脸盆过来摆在地上 他家的洗脸盆 看在李道玄的眼中 直径才三毫米 数十小的可怜 只能用针头 在自己的可乐瓶里吸了一点 然后轻轻推动针管 滴了一滴下去 只一滴 就把郑大牛的洗脸盆装了个满 还有多余的溢了出来 郑大牛大声叫道 装不下了 流出来了 实在太多了 啊 糟糕了 多出来的快乐水 渗到地底去了 天啊 渗到地底去了 三十二在旁边大声骂道 你都有一脸盆了 多余的一点 一走了 又有什么关系 哭好个屁啊 快滚 李道玄一阵偷着乐 随后他确定了两件事 一 村庄外围不远处 有个树林 可惜自己的试据刚好看不到 二 以后给村民们发东西 可以让他们自带容器 这样可以更加节省资源 免得自己一出手 就是大浪费 天色已经全黑了 高家村进入了非静止画面 哦 不对 现在并不完全静止了 城墙上已经有了 二十四小时轮班巡逻的村民 昏黄的灯光摇割下 两个村民围着城墙 一圈一圈的转悠 不过这个画面 也有够无聊的 没人能盯着一直看 每天到了这个时候 李道玄也可以安心地将目光移开 回归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电脑懒得开了 打开了手机 恰巧在这时候 蔡新子的消息发了过来 道玄 我和那顾客谈了几小时 终于谈好了 李道玄 哟 结果如何 蔡新子 咱们那个至尊宝的做工是很棒的 但可惜的是 至尊宝这个人物 在那个市场并不吃香 这东西太偏向于玩具性质 所以并不值钱 这位顾客花888元买下来 其实只是想送个见面礼 和我们搭上线 李道玄看懂了 也就是说 换个雕刻主题 就能赚钱了 蔡新子 是的 福道两家的神像 可比至尊宝值钱多了 那才能摆脱玩具的性质 真正成为艺术品 李道玄乐 我弄个至尊宝 只是为了玩 福道两家的神像我也能弄的吗 他怎么报的假 蔡新子 主题正常 不饿狗 一厘米高的神像 如果和那个至尊宝一样的精细度的话 他可以出48888元收购 李道玄暗乐 哟 可以做两个客家围巫了 蔡新子哭笑不得 我给你做半米大的一个模型 又是轮胎 又是电机 还加遥控器 两百多个房间 铁皮和各种材料要用不少 才只能收你两千块 你一厘米大的小木头 居然卖48888元 我不服气 我要揍你 李道玄了 哈哈哈哈 蔡新子 顾客还提了一个很变态的要求 看你接不接得住 李道玄 哦 说来听听 蔡新子 他还想要更小的货 比一厘米更小 五毫米 你能做到吗 李道玄 蔡新子看他打了一排省略号 还以为他搞不定了 哎 果然不行吗 他愿意为五毫米的货 出28888元呢 李道玄 你咋对我这么没信心 你肯定加了他微信的吧 你马上微信问问他 五毫米是不是太大了点 我这边可以做一毫米的货 就怕太小了他看不清 不肯收 蔡新子 我操 李道玄 好好说话 别说脏话 蔡新子 你他喵的一毫米也能做 那比米粒还小了吧 李道玄 帮我做至尊宝的那个师傅 就是搞米粒微雕的大师 反正一毫米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你问问他顾客要不要 蔡新子 你等等 我问问他 两分钟后 蔡新子的消息再次发了过来 一毫米的货 如果精细程度 还有那个至尊宝的一半水准 他就可以出128888元 李道玄 好 这单我接了 蔡新子 你他喵的真是个疯逼 这样的单子都接得住 我有点服你 李道玄 哈哈 说吧 他要定制个什么玩意儿 蔡新子 太上老君像 李道玄 一毫米的太上老君 像能用来做啥 蔡新子 我也好奇 所以问了 他说要用来做朱中圣像 李道玄 大骑 朱中圣像 又是什么鬼 蔡新子回道 没见识了吧 哈哈 好吧 我也没见识 我也是问了他才知道 谭香木的佛珠和盗珠听说过吧 一粒一粒的 也可以串成一串 戴在手上 李道玄 这个倒是听说过 蔡新子回道 朱中 圣像就是 把佛珠或者盗珠中间挖空 放进一幅小小的神佛图画 然后用特制的液体注满 再把珠子封起来 上面留一个小小的窗口 可以向珠子里面看 当你拿起一颗珠子 眯起一只 眼向着珠子里面窥视时 看到一尊佛像图 在珠子里面漂浮着 那对信徒来说 简直就是宝贝 李道玄 我操 听起来确实有点牛逼 蔡新子 但是一般人的工艺 只能弄一幅很简陋的图画 放进珠子里 有了你这微雕手段 它就可以塞进去一个栩栩如生的雕像 这可比一幅画立体多了 看起来会更有逼格 雕像甚至可以在液体里悬浮和旋转 图片可做不到 李道玄 这下是彻底明白了 这玩意儿 好像真有点唬弄人 蔡新子 我敢肯定 这货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拿走你的微雕 放进珠子里 转头就敢 把珠子卖到三十万一颗 李道玄乐了 哈哈 有趣 他能卖多少是他的本事 咱们这边差不多了就行了 做人豁达点 蔡新子 做人可以豁达 但做商人不可以 我得再和他讲讲价 李道玄 成 你能讲到多少 都是你的本事 我这边只要能拿到十一万五千元就行了 多的都是你的提成 蔡新子 妈的 你这家伙真的是够豁达 要是在古代 你肯定是个仗义输材的豪杰 就像水浒传里写的 那什么小玄风柴镜一样 见人就送钱 也不管别人对你有没有用 反正就是送钱 拿钱砸得远近好汉 都敬你三分 李道玄心想 哟 你还真把我说对了 我前面大半个月 一直在小人们身上砸钱呢 现在小人们都敬我十分了 仗义输材 也不是什么贬义词 那就笑纳了吧 时间滴答滴答 就流逝了 一转眼 数日过去 最近几天 高家村里风头最近的人 除了高一夜和三十二之外 便是新来的两个雕塑师了 连续几个雕像供奉给天尊 使得两人得到了好几次大赏 除了最开始的两大块朱里脊之外 两人还得到了许多面粉 大米 菜籽油 一大坨白生生的猪油 这几样东西 在这旱灾年间 可比什么金银珠宝都还有用 他们用这些东西 在别的村民手里 交换了不少生活用品 甚至还雇佣了几个同村的村民 在搭建到玄天尊庙之后的休息时间里 给他们两家人搭了两个窝棚 两位雕塑师 成为了移民来高家村的村民中 最先拥有屋顶的男人 但是 有一个和他们一样勤奋 天天在拼命砍木头的郑大牛 却没能发得了财 都只要肥宅快要水 那东西喝起来虽然快乐 却没有村民 愿意用自己有限的物品去交换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能白的 那就喝个快乐 如果要我花钱买 我死也不喝 正大牛也乐得不卖 自己喝 一盆子喝完 再去弄木头来 再喝一盆子 别人愿意不愿意为这东西拼命他才不管 他只要自己快乐了就行 就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到玄天尊庙 终于建好了 天启七年 八月初八 到玄天尊的庙宇建成了 其实这庙提前两天就已经建好 但是三十二 三夫人 高一夜 村长四个人 凑一块商量商量 八月初八 才是凉晨吉日 所以 明明建好了 也要说成没建好 非要拖到八月八 于是 八月初八这天 一百多位村民 全都换上了干净衣服 排着整个队列 就像好几个班的学生排队 来参加生气仪式似的 高一夜又一次站在了C位 穿着热得要死的白衣服 化着浓装 跪在了到玄天尊洞的面前 明明是个庙 非要取名成洞 毫不夸张地说一句 到玄天尊洞是当前的高家村里 最豪华大气上档次的建筑物 这玩意儿 居然还打了地基 然后用漂亮的石头 垒了下半部分 再用精细的木工 做出上半部分 油漆是李到玄提供的现代油漆 色彩鲜艳 光滑明亮 使得整个建筑物非常惹眼 放在战场上 肯定很招弓箭手的惦记 里面的到玄天尊像 雕刻得栩栩如生 除了比本人帅了32% 和威延了320%之外 没什么别的毛病 李到玄在箱子外面 看着自己的道观 真想伸手进去 把他挖出来 然后跑到蔡新子那里 去估个好价钱 把他卖了 但是看到小人们 一脸仰慕地 对着他膜拜的模样 还是算了吧 做个人 高一夜又开始念叨导词了 上一次还磕磕绊绊 但这一次顺畅多了 最近这些日子 他跟着三夫人学读书十字 天天背诵导词 现在虽然还不能说滚瓜烂熟 但也已经不会出大毛病 一通台词念完 高一夜挥了挥手 敲钟 旁边的高出五 轮起大锤 光 光 光 悠扬的钟声响起 是正常的钟声 悠远绵长 带着点神圣的气息 看来是李大 高一一 这两位铁匠 重新敲的一口好钟 李道玄不禁暗乐 叫你们打铁甲 大半个月了 我到现在为止 一副铁甲都还没看到 你们却先打出了一口好钟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八号失令的卫免 与实际执行的卫免 相隔的有多远 就算自己天天盯着这箱子 但只要没有 专门去盯着两个铁匠 他们两人的工作进展 就会与自己的想法 不在一个波段上 一通一事搞完 道玄天尊洞 就算是正式开张大吉了 村民们开始轮流进洞 跪在天尊巷的面前 磕头磕的邦邦响 磕完头 当然要许愿 李道玄把放大镜 凑到窗口巷里看 一个村民跪在天尊巷前 连磕五个响头 求天尊保佑 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李道玄心想 这个许愿我本来 就要帮你们实现 天天给你们供应水 就算天下大汉 高家村也不会汉 他调皮兴起 对着高一叶道 一叶 告诉他 这个愿望 我恩准了 站在雕像旁边的高一叶 赶紧摆出一副端庄的模样 对那村民道 起来吧 你刚才许的愿望 天尊已经恩准了 村民冷了冷 大喜 真的 真的恩准了 高一叶 天尊刚才亲口恩准了 村民狂喜 向着庙外就跑 刚跑了两步 突然想起来 自己理数不全 又吓出一头汗 反回来 对着圣像扑通扑通 又磕了几个 然后再次跑出庙去 大叫道 天尊恩准了 来年能中庄稼了 哈哈 天尊恩准了 汗了三年了呀 三年了呀 这三年你知道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哈哈 来年终于可以中庄稼了 旁边跳出三夫人 摆着那村民骂道 来年要是真的 中上了庄稼 有了收获 切莫忘了还愿 村民赶紧道 那是肯定要的 后面的村民见状 各个大喜 排着队 轮番开始了磕头许愿 求天尊保佑 来年我家的田地 比平常年份 多收成几斗粮 李道玄心想 这又有何难 给你安排点化肥就完事 一叶 告诉他 恩准了 高一叶拿枪拿掉的转序过去 那村民一冷 随即大喜 磕完头跑出了庙 站在村中狂笑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恩准了 我的愿望也被恩准了 哈哈哈哈 接下来出场居然是三十二 这家伙居然也学着村民的样子 排队到了天尊巷的面前 跪好 磕头 求天尊赐福 我想下面那玩意儿长大一点 时间能持续的更长一点 从此 龙惊狐猛 李道玄 我擦 叫他马上滚 高一叶冷了冷 尴尬的对三十二道 天尊生气了 叫你马上滚 三十二 抱头鼠窜去 全村一百多人 连同李道玄在内 正玩得开心呢 突然 守在城墙上的两哨兵 敲响起了城门上挂着的两个大竹筒 发出空空空的声音 接着大声叫唤起来 哎呀 有人来了 外面有人来了 好多人来了 他们这么一喊 村子里的人 马上就往城墙边跑 李道玄本来正和村民们斗乐子呢 现在闻声也直起身子来 向着村子外面看 不过 有趣的是发生了 他的试据 只有五百米乘三百米的范围 也就勉强笼罩高家村 和周围的一圈田地 但村民 站在城墙上横着看出去 试据却能延伸出几里 所以 村民都开始示警了 李道玄居然还看不到 有人走进箱子里来 妈的 好不方便 李道玄不禁又骂了一声 这该死的视野范围 究竟要怎样才能提升 村子里这时候开始乱起来了 在没有组织度的情况下 村民们都是一盘散沙 面对突发情况时 根本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倒是刚刚抱头鼠窜出去的三十二 现在又精神起来 爬上城墙 看了一眼远处 立即大声指挥道 有武器的都拿上武器 没武器的 拿锅盖 扫帚 托把 镰刀 锄头 反正有什么拿什么 全部给我上城墙 村民们本来眉头苍蝇的窜 有个人出来指挥 立即无脑听从 也不管发号失令的是谁 立即就抄起各种乱七八糟的武器 爬上了城墙去 好一会儿之后 李道玄才明白了 少兵为什么那么慌 三十二为什么要让所有村民拿上武器上城墙 原来 少兵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一大群人托儿带女 哭爹喊娘在前面逃跑 后面则是大群贼军挥着刀子 追着前面人的乱砍 不时有人掉队 被追上来的贼军一刀剁倒 鲜血喷得老远 前面的人见状跑得更慌 后面的人跌血之后更加凶残 陷入癫狂 一边追砍 一边还发出疯狂的笑声 这谁看了能不慌 高家村的村民们如果不是有个城墙保护着他们 还有个天尊悬浮在头顶上 看到这一幕只怕已经吓尿 已经开始想着怎么逃了 上城墙 快快快 所有人上城墙 弓箭 我有一把弓 上次从山贼那里捡来的 我有一把锈刀 都带上 竹竿也拿上 村民们拿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往城墙上爬 铁匠府的李大 高一一两人居然从屋脚里翻出了两套两当甲 往身上一套 再拿上大铁锤 瞬间变成了整个高家村里装备最好的战士 两人身体也强壮 披着甲 扛着铁锤往城墙上一站 立即就有了定海神针般的效果 不少身体弱的村民聚在了两人身边 还有两个人虽然没装备 但牛高马大 也颇为威风 正是高出五和正大牛 两人各拿着一把斧头 身边也聚了几十个村民 就在他们完成了站好防御位的同时 外面的人也跑进李道玄的视野范围里了 跑得最快的不像是普通老百姓 像是一户有钱人家 他们居然有马车 只是马车在这没有关到的地方 跑得很艰难 颠簸得很剧烈 所以并没有不用脚跑的人快上许多 马车率先到了城门前 驾车的居然不是车夫 而是一个穿着青色长衫 一看就是有点身份地位的中年男子 仰头就对着城墙上大叫 不知此处是何城 请开门 放我们进去躲一躲 后面山贼杀人 凶 他一句话没说完 三十二就叫道 咦 这不是白先生吗 那人抬头一看 啊 三十爷 我这是到了城城县城啊 不对啊 县城应该还远吧 三十二 快开城门 放白先生一家进来 村民赶紧搅动木盘 钓鱼线拉动两扇木门 向着两边缓缓打开 白先生双手一甩 马车赶紧冲进了村来 可以关门了吗 负责开门的村民大声问道 三十二向外撇 白先生一家 因为有马车 和后面的人拉开了许多距离 所以打开城门放他进来不难 来得及关城门 但是后面那些步行逃跑的人 和山贼之间距离相差不大 可以说是前脚跟着后脚 如果放前面的人进村 后面跟着的山贼 就有可能跟着一起冲杀进来 那可就 短短一瞬间 他的汗水就流了下来 是为了保护自己 下令立即关门 还是为了救更多人 让整个高家村 承担贼军杀进来的风险 三十二并不是武将 面对这种情况时 他根本无法冷静地判断 整个人慌得不行 好在李道玄并没有给他做出决断的机会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李道玄不希望用这种事 去把一个不算坏的人逼成坏人 咱有能力解决 就没必要考验人性 他鼓起腮帮子 对准村外的黄沙地 呼地一吹 漫天黄沙扬起 将后面的人与山贼笼罩 山贼们要追着砍人 需要看得到目标才行 但逃跑的人不用 他们只要对着正前方 比值得跑就可以了 短短十几秒 逃跑的人就从黄色沙风中冲了出来 与山贼分开了一段距离 他们只要拉开了距离 李道玄就可以用手掌拍蚊子 或者给山贼们弹脑瓜崩了 抬起手 想了想 又把手掌放了下来 拍死他们随时可以 不急在一时 而且太过惯着小人们也不好 得让村民们 有处理这种事的经验 否则哪天自己不在的时候 全村都没一个有战斗经验的人 遇到点是全抓虾 空有奸程 还是被人一波打穿 死无葬身之地 启动天尊冷眼看世间模式 先看看现在的高家村如何操作 逃跑的那伙人 借着沙风支柱 与山贼拉开距离之后 三十二就不需要考验人性了 大声道 把所有人都放进来 再关城门 他才吼了一句 那白先生居然也上了城墙来了 他家的马车冲进城池之后 他就立即跳下了马车 快步冲上了城墙 站到了三十二身边 大声吼道 手里有功地 对准山贼乱射几件 吓走他们一下 他一个外来人 跳上城墙就开始指挥 挺不客气 但有趣的是 村民们也不管是谁指挥的 反正有人指挥 就听呗 拉开从上一次的山贼那里得来的弓 对准外面的山贼刷刷射去 稀稀拉拉几只箭矢 有气无力 毛都没射中一根 但吓唬山贼也够了 那火山贼齐刷刷 停在了几十米的范围外 仰头看着眼前的巨大城墙 小声一轮起来 前面逃跑的人 趁机涌进了城门 村民们赶紧转动脚盘 还有好几个人帮着推 轰的一声 幸亏我君子六亿学得还行 尤其是欲这一意没有丢下 亲自驾驭马车 一路逃亡过来 也幸亏这里有你 否则在下就命丧皇权了 三十二有点慌 白先生 你这是 什么的情况 白先生叹道 白家宝 被贼人攻破了 三十二 大吃一惊 白家宝 也就是白家的家宝 白家说不上是很厉害的世家大族 只能算是一个小家族 祖上出过一位知府 一位县令 但到了这一带 家中已无人在朝中为官 凭着祖上留下的基业 白家在城城县 还是很吃得开的 家里有一个坚固的家宝 有几十号家丁护院 还有上百名店户 并且 白家一直出钱出力 组织白家宝附近的村民们 成立民团 抵御盗匪 实力不弱 附近的小谷马贼山贼 从来都不敢惹白家宝 三十二真没想到 贼人居然攻得破白家宝 这他妈的 什么贼人这么厉害 白先生指着城外那些 正对着城墙议论纷纷的贼人 摇头探道 追来的这几十个贼人 只是一小撮 后面还有数百上千人 我的白家宝纸 挡了他们两个时辰不到 就被贼子攻破 民团完了 家丁护院也损失惨重 就逃出来这点人 三十二有点慌 数百上千 哪路贼人能有这样的规模 白先生摇头探道 半个多月前 白水王二造反 杀进县城 这是你是知道的吧 三十二 当然知道 所以我现在躲在高家村呢 白先生 王二造反之后 立即带着几百个反贼 躲进了附近的山中 巡捡程序率兵去缉拿 在山里转了几天 却连王二的影子也摸不着 三十二 白先生常叹道 他这么一闹 成了个坏榜样 各地相继暴乱 许多交不起税的农民 学着王二的样子 反了 那巡捡程序手下 只有一百来个兵丁 又不会分身术 哪里管得了这许多地方的农民 一起造反 他一天到晚疲于奔命 按下东边的乱民 西边又起 按下西边的乱民 东边又起 据说他最近经常在感叹 他累得看见了太奶奶向他招手 李道玄听到这里 不禁扑的一声 差点笑出声来 承煦就是上次被我放女鬼笑声下 跑的五官吧 原来最近这些天 他在到处打地鼠 三十二 我这些日子 躲在小村子里 消息闭塞 倒是不知此事 乱民造反 承询捡兵力不济 理应尚书朝廷 请大军来镇压吧 白先生哭笑不得地道 尚书了呀 好多官员 乡绅 士族 纷纷连名尚书 连我都去签了个名 但是陕西巡抚胡亭燕 年老昏代 害怕这事情 被上面知道了治他的罪 极力隐瞒此事 哪里愿意上报 把尚书求援的人 全部仗打二十 赶出了巡抚衙门 还说什么此机蒙野 略至明春自定乙 你听这说的人话吗 三十二将住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旁边高出五好奇地问道 略至明春自定乙 这句话我没有听懂 白先生瞥了高出五一眼 剑是个浓眉大眼的年轻农民 不想理会 但三十二却低声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 让反贼们随便抢 抢到明年开春 他们自然就不抢了 该回家种庄稼去了 高出五 旁边的村民们 所有人瞬间无言 过了好几秒 高出五大怒 那我现在踢把刀出去 见人就抢 也不会有人管我罗 我抢到明春 回来种庄稼 又是一个良民 没人答他 但是三十二和白先生 那沉重的表情 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高出五 我他妈的也反了算了 高一夜啪的给了 高出五一巴掌 出五哥 醒醒 你气坏脑子了吗 高出五被圣女抽了一巴掌 高出五这下冷静下来了 高家村的人不需要出去抢 他们有天尊庇护 而且 天尊不喜欢别人烧杀抢掠 他老人家对待贼人的态度 那可是一巴掌一个 全部拍成肉饼的 要是自己变成了贼 说不定就是下一个肉饼 白先生黑着一脸道 巡抚大人不管事 不上报 不派兵 这事情很快传开 那些反贼知道之后 更加嚣张 规模也越来越大 短短半个月间 就有好几只流寇作乱 动辄几百人 上千人的规模 横行十里八乡 愿意加入他们的 就全都裹挟着一起 不愿意的 就杀个干净 抢走财物 众人 大伙说到这里 城外的那群山贼 突然鼓噪起来 不一会儿 山贼堆里钻出来一个人 仰着脖子 对着高家村大声喊叫道 这是哪个有钱人见的城池 让他出来说话 村民们的眼光 都转向高一夜 高一夜见状 正打算出来 三十二却挡住了他 高姑娘 您可是圣女 和这群人说话 辱没了您的身份 而辱没了您 就是辱没了天尊 可不敢这样 有什么话让我去说 您只需要转续天尊的命令就好 高一夜便不说话了 安静站着 三十二站到了最前面 大声道 何方刁鸣 犯我高家村 还不快滚 他做了多年师爷 在面对普通老百姓的时候 自有一股气势 那群贼人也不认识三十二 还以为他就是见这个城的富家士绅 便大声吼道 你就是这里的画室人吧 很好 限你半个士绅之内 交出实弹粮食 我们便饶你狗命 否则我债全数好汉起来 管教你这小小城池 和白家宝一样 土崩瓦解 李道玄听得乐 这伙人并没有直接杀过来 而是采取威胁谈判的态度 说明他们已经怕了这道城墙 他们知道 要攻破这种两丈高的城墙 会很困难 会有大量的伤亡 甚至有攻不下来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就不直接攻了 企图用恐吓的手段 直接获取粮食 这就是所谓的拳头大 别人就会和你讲道理 高家村的大城墙 把从不讲道理的贼人 变成了讲道理的贼人 三十二转向了白先生 他们人真的很多 白先生 很多 数百上千 到底多少我也不知道 反正攻过来的时候铺天盖地 我的白家宝完全挡不住 三十二 白先生觉得如何 我们该是给粮还是守 白先生冷了冷 看了看外面 又转头 看了看高家村这边 高大的城墙 让他有点小小信心 但是守在城墙上的村民们 感觉不怎么行啊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们没什么战斗经验 还不如自己 那几十个家丁 想了几秒 他低声道 如果你们不缺粮 给他十弹 消灾了事 此为上策 等这阵风头过了之后 在下送你们二十袋粮食 算是我白家的谢礼 你也知道 君子六义中 理这一义 我可是很讲究的 三十二却不答复他 转头看向了高一夜 眼神明显露出征询的味道 白先生微微一棱 咦 三师爷不是这里的花式人 这个姑娘才是 她究竟是何方神圣 高一夜侧耳听了听 扬声道 天尊说 怕他们的锤子 众人 三夫人在旁边抹了一把汗 低声道 圣女 明代表天尊说话 这潜词造句 须得雅致一点 高一夜 天尊大人 原话就是这样说的 怕他们个锤子 三夫人 诡异的僵硬 数秒之后 高出五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天尊都发话了 还怕他们个锤子 郑大牛也大笑 对对对 怕他们个锤子 两位铁匠举起了大锤 怕他们个锤子 村民们扑通扑通跪下 对着天空拜了一拜 齐声大叫 怕他们个锤子 上百人一起喊出同样的话 那声音就很响亮了 震得外面的山贼们 齐齐猛逼 这村子什么情况 给脸不要 敬礼不吃 要吃罚酒 白先生更是整个人都梦了 这是 怎么了 你们这村子 怎么有点不对劲 白先生看到村民们 狂热的举动 心里有点虚 结合刚才看到三师爷的表现 他马上就明白过来 邪教 这明显是邪教的做派啊 这少女应该是邪教的圣女 就好似白莲圣女一般 而他们嘴中的那个天尊 和无声劳母本质上没有区别 大明朝数百年来 一直都在狠狠地打击白莲教 从未有停止过 白先生作为一个君子 经言君子六亿 当然不会喜欢邪教 他一把拉住三十二 低声道 这村子搞邪教的 你居然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三十二 尊崇邪神的才是邪教 若是善神 不可称之为邪教 白先生 你听听他们喊的什么 怕他们的锤子 这样的口号 这不是邪教 又是什么 三十二 可 那是因为天尊 不拘一格 白先生 疯了 都疯了 三十二黑黑一笑 白先生 其实我懂你 我刚来这个村时 也和你一般想法 直到我亲眼看到了 天尊施法 白先生斜眼 邪教骗人都是这一套 总会有个圣女 或者神婆 能看到邪神施法 别的人则看不到 三十二 但是 天尊施法 刚刚你也看到咯 白先生头顶上 缓缓地跳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何时看到 三十二指了指城外 刚才城外突然扬起沙风 帮助你家的家丁 和店户逃入高家村 但你可有感觉到狂风扑面 这句话一出口 白先生顿时棱住 刚才狼狈逃命 没有细想 现在回想 才发现诡异之处 城外沙风大作 但自己站在数百米外 却感觉不到有风拍面 这事 真的是透着诡异之气啊 三十二 那风就是天尊在施法 白先生一时不知道该不该信 这时候 村外那群山贼暂时按兵不动了 他们听到高家村人齐声呐喊的声音 就知道这村子决定抵抗了 既然如此 那就撕破脸了呗 派两个跑腿回去通知老大 准备来攻打高家村 剩下的人就在外面坐着 冷眼看着眼前的高墙 而城里的村民们 则开始紧张起来 这些村民都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碰上这事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看向三十二 后者也一样不会 只能摇头 一群人就只好去看高一夜 高一夜却贪手道 天尊叫我们先自己准备准备 他有别的事要去忙一会儿 众人 三十二一把就抓住了白先生的胳膊 白先生 看来要靠你来指挥了 你是白家宝的团练教习 你是会打仗的 白先生哭笑不得 我可是打输了 被撵到这里的 三十二 所谓吃一欠掌一智 你肯定比我们强 白先生仔细一想 罢了 我来吧 贼扣现在派人去搬救兵 对方的主力部队 正在白家宝 抢掠自家的财物 那么一来一回 起码要四个时辰 贼扣最快也要傍晚十分才能到 时间还来得及 白先生首先清点人数 高家村里有150人左右 扣掉没有战斗力的老若妇孺 还有70人 而刚才跟着自己逃进高家村的家丁 还有十几人 店户六十余人 家丁全是能打的 店户里扣除老若妇孺之后 能占的也有24人 把能占的全部加到一起 一百人出头 一百余人 靠着高家村这高达两丈的城墙 有生机 白先生精神一震 挥手指挥道 有力气的男子 动手搬石头 将村里所有的大石头小石头 都往城墙这边搬 大点的石头 用来顶在城门后方 堵死城门洞 让山贼就算破坏了木门 也无法冲进城里来 中小块的石头 用来砸那些爬城的敌人 尤其是城门上方 多堆点中型石头 如果对方想要强行来冲击城门洞 就扔石头下去砸死他们 石头若是不够 村里一扫 整个村子里全是破烂茅草屋 只有一个建筑用上了石料 顶经一看 那建筑简直就是村子里的显眼包 到玄天尊洞 还崭新的呢 他正想说 可以拆这个 旁边的三十二抢先开口道 这可拆不得 你若想拆它 死无葬身之地 白先生冷了冷 心想 看来全村邪教徒都要护着这个庙 我这外来人还是别闹了 石石物为俊杰 他又大声问道 村子有油吗 若是有油 可以将之主废 带贼寇爬城之时 滚油当头灵下 这话刚说出去 就有点后悔 只看一眼这村子的房舍 就知道此村极穷 茅草盖的破房子 衣衫蓝履的村民 沿着城墙内侧 还摆开几个窝棚 甚至许多人连窝棚都没有 是在地上铺干草 席地儿睡的 这种穷村子 哪里找油去 看来只能用烧开水来代替 但开水的效果远不如油 刚想到这里 就听到三十二大声吩咐道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十几个速去仓库 把那一大盆油搬出来 准备过碗瓢盆 让富人们酱油烧滚 那几个被点道明的村民 应了一声 跑进一个破房子里 不一会儿 就抬出来一大盆油 这个盆子 其实是一个矿泉水瓶盖 但放进箱子之后 变成了一个直径 接近一丈的巨大水盆 此时里面的油不到一半 不然十来个村民 还真搬不动它 这巨大一盆油 光当一声摆在了白先生的面前 看得他整个人都梦了一猛 这么多油 好像 这全是上好的菜籽油吧 这大汉年间 高家村如此富裕的吗 三十二黑黑笑 天尊恩赐的神物 够得你吃惊呢 别发呆了 还有什么守成手段 速速拿出来 白先生赶紧一醒 现在要争分夺秒 确实不是玩震惊的时候 他赶紧把那一百多个 能站的人领上城墙 一队一队 手把手地给他们 指定防御区域 讲解一会儿 山贼如果从这里 攻过来要如何 从那边攻过来要如何 如果山贼攻上城投了 又该如何 拟定了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对策 而与此同时 李道玄却已经下了楼 站在一个小孩子的玩具店里 对着柜台上 一排排的小玩具 筛选过去 玩具店里 各种玩具武器 琳琅满目 但是李道玄一排排看过去 几乎一个 能用的都没有 小孩子用的玩具枪 是没法用的 这玩意儿 放进箱子 就长几百米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把披荆枪 也有十厘米长 这玩意儿 放进箱子变成二十米 也不是小人们能用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 什么能用的现代武器 那他就只能把牙签剖系 再掰断成一厘米左右的短节 放进箱子里 给小人们当长枪用 但是 村民们没有习过武艺 没有训练过阵法 就算有长枪在手 依旧是战武渣 必须有投射型的武器 才能帮助他们 安全地对抗敌人 投射型 投射型 李道玄突然双眼一亮 玩具店最角落 不起眼的货架上 居然有一盒微型塑料投射机 请看断屏里的图 它只有三厘米的边长 做工非常简陋 全塑料结构 机括也做得极简单 完全就是利用塑料的韧性 来制成的投射机 小孩子用手指将 头臂压下来 手一松 塑料的回弹力 就会让头臂弹起来 李道玄乐了 好玩好玩 我小时候怎么没见过 这么有趣的小玩具呢 干脆就一整盒 都端了起来 走到收银台 老板 这投射机多少钱 老板瞥了一眼 一块钱一个 李道玄不经土个槽 就这点塑料 这做工 你也卖一块钱啊 老板 那你整盒拿走呗 五十个 我只收你二十五块钱 李道玄拿出手机 扫码 付款 回到家里 刚坐到造景箱前面 就见到高家村里 正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 所有小人都在卖地的干活 女性小人们分成了两批 一批在煮饭 要给男人们吃顿饱饭 再上战场 另一批则在烧油 两毫米直径的小锅里 菜籽油正在翻滚着呢 男性小人们 则在做着下力气的活 他们把修建到 玄天尊洞多余的石料和木料 搬向城墙边 用来当滚木类石 城墙上还有一群小人 在认真的听白先生讲话 李道玄把耳朵竖起来听 拿枪要这样拿 手掌稳 下面有贼扣爬上来 你就这样 捅下去 好玩 还有一群老人和孩子 正在刚刚建成的 道玄天尊洞里 跪在圣像之前 天尊保佑所有人平安 不要受伤 这箱子中的热闹 正是李道玄喜欢看的 暗自庆幸 自己没有伸手 把山贼全拍死 不然就没有 这么可乐的事情 可看了 好了 该给他们一点 小小的帮助了 李道玄开口道 高一夜 叫大家准备好 我要送武器下来了 高一夜文言一阵 大喜 赶紧大声宣布 大家注意了 天尊要赐给我们武器了 此话一出 高家村原本的 一百多号人 全都肃然起来 本来还在听白先生讲 怎么守城的一群年轻人 全都不听了 抬起头来 脸上露出仰物的表情 白先生好生气呢 我教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打仗 你们应该 对我恭恭敬敬才是 听着听着 突然转头看天上去了 岂有此理 那邪教妖女还说什么 天尊要赐武器 骗人的玩意儿吧 一会儿装神弄鬼表演一番 跳跳大神 然后就从仓库里 爆出一堆生锈的破刀破剑 给大家发一发 却说成是邪神赐的 像这种把戏 白先生耳朵都听起茧子了 他正想到这里 就听到身边的高处大声叫道 来了来了 快看 下来了 拜见天尊 高家村的原住民 扑通扑通 一个接一个的向地上跪 白先生带来的一伙人 却傻乎乎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 白先生定睛向天上一看 终于看到了 头顶上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片矮云 离地仅仅只有70丈左右的高度 云层中有一个庞然大雾 正在缓缓降落下来 绿色的 方方正正的 带着个巨大的勺子 白先生一时半会 居然认不出这什么东西 不 这是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啊 关键问题是 他怎么从云层中缓缓落下来的 怎么做到的 莫非 真是天上的神仙赐下来的 整个人都看待 那庞然大雾缓缓落地之后 放稳了 白先生 这时候才看清楚 他的主体长两丈 宽两丈 方方正正 而上面那个勺子 装在一个长臂上 由基库固定 头 头是剑 白先生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模样古怪的头尸鸡 他能一眼认出头尸鸡 别的人可不能 高家村的村民们 白家宝的店户们 还傻乎乎地发冷呢 完全不明白天尊赐了个什么玩意儿给他们 高一夜扯开了嗓子 大声道 大家听好了 天尊赐给咱们的这玩意儿 名叫头尸鸡 先将石头放进头壁上的勺子里 然后搬动旁边那个基阔 他就会将石头投出去了 众人 高一夜大声道 李大 天尊令你拿着铁锤过来 站到那基阔旁边 一会儿我让敲 你就抡起锤子 用力敲那个基阔 李大赶紧应了一声 拧着大铁锤站到了头尸鸡旁边 李道玄轻轻捡起一块石头 放进了头尸鸡的勺子里 那石头对他来说小得可爱 像颗六味的黄丸 但村民们眼中看到的 却是一块大石头 凭空悬浮起来 飞进了勺子里面 众人 哇 白先生 刚刚还在满脑子鄙视斜胶的他 现在已经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高一夜大声道 敲 李大使出全身力气 轮起手里的大铁锤 碰的一声 敲在了基阔上 投尸鸡的基阔松开 巨大的头臂 呼的一声震了起来 装在勺子里的巨石飞起 划过长空 声势骇然 从村子这一头 飞到了另一头 砸落地面 轰的一声 飞沙走石 惊心动魄 村民们愣了一愣之后 其声欢呼 太厉害了 贤家法宝 贤家法宝 白先生啼笑皆非 一群没见识的傻子 战场上的投尸鸡 就是这般威力 嘴里这样说 他却看了一眼天空 心中升起了敬畏之情 天上这朵云里 确实有仙人 这投尸鸡模样古怪 搞不好真是贤家法宝 白先生是真的被惊到了 就和三十二第一次进村一样 他本来不信什么道玄天尊 还以为是个和无声老母一样的货色 但现在开始信了 说到底 古人就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只要一点点神迹显现出来 就能让一个古人信仰动摇 这时候 高初五 郑大牛等人 都围到了投尸鸡边 对着那个投币 已经竖起来的投尸鸡 一轮纷纷 高初五憨憨地道 这东西投了一次 大勺子就立起来了 似乎没法用了吧 李大作为官方工匠 见过的机器最多 一眼就看出问题关键 要把大勺子按下来 让他卡在这个鸡阔里 才能再用第二次 怎么将他弄下来 这不废话吗 高初五 你爬树厉害 你先爬上去 把神绳捆在勺子的脖子那 然后咱们几个人一起用力拉 将他拉下来 就能卡住鸡阔了 好办法 高初五像那猴子似的 沿着头壁爬了上去 这头壁竖起来的时候 接近两丈多高 对他来说 也就是一棵大树罢了 三下五除二 就爬到了勺子处 将制造城门时 剩下的神绳捆在上面 然后滑了下来 数个村民拉住绳子 像拔河一般 一起发力 嗨呦 嗨呦 一 二 三 喊起耗子 一起扯绳子 还真把那头壁给拉下来了 李大和高一一两个铁匠一起发力 用锤子用力一砸 咣当 头壁重新卡在了鸡阔上 成功了 村民们欢呼起来 我们学会怎么用仙家兵器了 白先生从震惊中醒了过来 现在不论是嘴里还是心里 都不骂什么邪叫不邪叫了 对村民们挥了挥手道 多来点人 把这个头饰机 推到城门后面的空地上 瞄准城外 等山贼杀过来时 咱们就投石头出去 砸死他们 村民们欢呼 好脸 一大群人跑过来推 李道玄还在担心 他们推不动呢 却见村民们找来了 壁粗的树枝 一排排摆在地上 就成了滚轮 先将头饰机推到树枝上 便能很轻松地推走了 好吧 这些村民虽然没读过书 没见识 但他们在干力气活的时候 经验丰富得很呢 无需李道玄干预 甚至比李道玄专业 见到村民们推投石机 白先生心里则在想 仙家投石机虽然好用 但只有一台的话 感觉不是很够啊 念头刚起 高一夜大声道 天尊说 既然大家已经学会了怎么用了 那就再次给我们几台 城墙后面那几个人 让一让 白先生猛地一惊 赶紧转头过去看 城墙后面的村民们 向着四面散开 天空中又降下来 一台投石机 这次直接就帮他们摆好了位置 落地激起一棚尘土 接着又一台 又一台 再一台 一转眼的功夫 城墙后面排了一排 足足二十台投石机 颜色还各不相同 有绿色的 有蓝色的 有灰色的 还有红色的 五彩斑斓 就像那不正经的城墙颜色一样 花里胡哨 白先生 此等奇景 当真是让他开了眼界 他看到这些投石机五彩的颜色之后 马上就明白了 高家村这莫名其妙的大城墙 看来也是神仙次的 所以一脉相承的五颜六色 才智古怪 这时候村民们又习惯性的开始跪了 高家村的村民 哗啦啦跪下了一片 对着天空膜拜 拜谢天尊 白先生转头一看 才发现自家的店户们 也跪了一片 跟着高家村的人一起 对天空大喊 拜谢天尊 就连那十几个家丁 现在也是膝盖打闪 看看就快要跪下去了 白先生正发猛呢 三十二拉了拉他的衣袖 白先生 现在多了二十台投石机 需有人操控 你得重新安排一下了 啊 白先生这才脑门一醒 将头顶上飘出来的惊叹号 塞回脑子里 振作起精神来 大声指挥道 那两铁匠 一会儿战斗刚开始时 你们就不要上城墙了 留在城墙后面 守着这些投石机 我喊你们砸 你们就用锤子 用力敲下投石机的机括 李大和高一一赶紧应了一声 白先生皱起眉头响了一会儿 伸手指了指村子里的一群老人和女人 你们几个加入铁匠这一组 负责给投石机的大勺子里 重新放石头 老人和女人有点猛 他们可是老弱妇孺呀 哪来的力气干这活 白先生指着绑在投石机上 那一根绳绳 虽然你们没什么力气 但合在一起 拉动这根绳子 应该还是可以将它拉下来的 再搬一块小点的石头 放进勺子里就可以了 那群老人和女人 赶紧去试了一下 别说 只要拉绳的人数够多 还真行 李大和高一一两人 看了一眼自己新的站位 又抬头看了一眼 站在城墙上 战斗第一线的高初五和郑大牛 两人干脆把身上的两当甲 给扒了下来 大声招呼 初五 大牛 你们过来 这两套两当甲 给你们穿 两个年轻人也不客气 恶呵呵地劈起了两当甲 他们本就年轻力壮 身材高大 现在劈上甲 看起来真有点威武 白先生在旁边瞅着 心里直犯嘀咕 私藏铁甲 是杀头大罪呀 不过 转念想了想 攻打白家宝的贼军 那又是什么罪 根本没人管 巡抚大人亲口说的 略自明春自定 高家村这两幅铁甲 就算被巡抚大人知道了 估计也就一句 村民驻甲鸡贼 待明春贼寇自定 驻甲之势即定 时间滴答滴答就流逝了 傍晚 夕阳西下 太阳在天空中打醉拳 步伐凌乱 随时有可能摔下地平线 李道玄的外卖送到了 鱼香肉丝盖饭 而且又有附赠 三百毫升的小可乐 他一口饭一口可乐 嗨得不行 高家村里的小人们 却突然吵闹了起来 闹哄哄的声音 从箱子里飘了出来 李道玄向着箱子里一看 哟 贼军主力来了 贼军的主力部队 来了 好多 好多啊 高家村的哨兵 率先惊叫起来 对于这些从小生活 在一个小村庄 从来没出去见过 世面的村民来说 一千人走在一起的画面 实在太过震撼 但李道玄瞥了一眼 一般般吧 就和高中运动会时 三十个班的学生 排列整齐出席运动会 开幕式的规模差不多 而且这些山贼的组织纪律 比高中生可差得远了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 所谓的对立可言 也缺乏统一的号令 就是一大群乱七八糟的家伙 凑在一块乱跑 经过主席台时 也没有喊一声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他们的身体素质 也明显不如现代高中生 毕竟旱灾灾呢 这伙人也没怎么吃过饱饭 各个面黄鸡兽 营养不良 和高家村这伙 连续大半个月来 天天有米有面 有油有肉有菜的村民比起来 身体强度不在一个卫面上 但是 他们有一样是高家村里的人 比不上的 那就是气势 他们是山贼 是强盗 他们已经抢劫过数个村庄 杀了不少人 甚至攻破了 十里八乡文明的白家堡 他们已经有了战斗经验 有了自信 有了把一个活生生的敌人 砍死的凶狠劲 就算自己溅了一身鲜血 也不会恶心反胃呕吐 就算欺辱妇女 烹食婴儿 也不会内心愧疚的铁石心肠 而这些东西 在战场上 是能提高战斗力的 高家村民们 没有这些东西 看到近千名敌人靠近 从没打过仗的村民们 吓得瑟瑟发抖 哪怕有三十二和高一夜 不停地安慰大家别怕 我们有天尊保佑 村民们也依旧抖个不停 贼军在离城百米外站定 一个提着鬼头大刀 看脸就是坏人的家伙站了出来 大声吼道 老子名叫无上名王 高家村的闷耸们 听说你们仗着有个高墙 就给脸不要脸 本来交出实弹粮食 我就可以放过 你们这破村子 但是现在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城破之时 管叫你高家村鸡犬不留 是你北的 一千多贼军 把他的话齐声吼了一遍 生振四野 村民们三十二这时候 也开始怂了 身子有点轻微颤抖 白先生却冷笑了一声 一群蠢货 开战前说这种话 不就是在告诉高家村民 你们一定要拼命抵抗吗 果然 山贼就是山贼 连攻心都不会 要打这样的高城 须得先许诺好处 放软化诱惑村民 开城投降叛变才对 三十二 能吓到我们 也是一样有用啊 我现在就感觉到 胆战心惊 白先生没好气得到 不要为了点这事就吓到 三十二 我可是文人 白先生音量放大三分 我也是 算了 我和你吼个什么劲 他转向旁边 大声道 两位铁匠 我喊砸 你们就砸 黎大和高一一大声应道 好的 白先生又对着城墙上吼道 白家子弟 你们打第一波 白家那十几名家 丁大声应道 遵命 白先生 高出五 正大牛 你们第二波顶上 两个壮士的年轻人 一起应道 遵命 白先生大吼 所有人都知道 该做什么了吧 知道 知道 好像 知道 一群人大声回应 有的声音坚定 有的声音却迟疑 这一百个能守成的轻壮 训练程序不一 勇气程度也不一 其混乱程度 不比外面的贼军墙多少 李道玄这时候 已经搬好了小板凳 端着自己的盖饭 拿好了放大镜 坐在造景箱外 准备好看一场古代战争大戏了 城外的贼囚 吴上明王将手一挥 大声道 冲 他旁边的二当家 有点小尴尬地问道 这么高的城墙 冲哪里啊 哪都冲不上去吧 吴上明王怒 叫你们准备的梯子呢 一会儿搭到城墙边 爬上去 我们就赢了 哦 还有削尖了的大木头呢 吴上明王怒道 撞开他们的破木板门 冲进去 我们就赢了 哦 吴上明王 一千多人打一百多 怎么说 还等啥 给我冲呀 就像打白家宝一样 我们一冲就赢了 他手里鬼头刀一挥 大群贼军齐声呐喊 挥舞着各种乱七八糟的武器 扛着临时制造的撞城墓和云梯 对着高家村冲杀了过来 他们这一冲 高家村民就更怕了 全都耸成了一团 高一夜也害怕 站在城墙上 脚都有点闪 但他想到 三夫人上次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你的一态越是端庄 别人就会越尊敬天尊 虽然害怕 却咬着牙一动不动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淡定一点 就在这时候 高家村上空 响起了白先生的嘶吼 两个铁匠 敲 站在城墙后面的李大 高一一两人 因为城墙挡着的关系 并没有看到贼军们 齐声呐喊冲锋的画面 他们两人倒是没觉得害怕 手脚也不抖 拿着铁锤的双手 还有立着呢 一听到白先生的喊声 两人同时抡起了大锤 对着身前的投石机机阔 狠狠地砸了下去 大锤与机阔相撞 发出沉闷的声音 一颗巨大的石头抛了起来 石头首先从城墙上空飞过 滑过空气 发出呼呼的风声 站在城墙上的高出五等人 不禁抬起头来 看着头顶上空飞过的大石 然后一群人的眼光 便追着那两块石头 一起飞出城去 目送你离开 有无限感慨 轰 大石头落在了贼军之中 瞬间将正面击中的贼人砸扁 两块石头去世不停 还在继续向前翻滚 滚动的路上见人杀人 见鬼杀鬼 在人丛中离出了两条血路 贼军大滑 我的妈 张三就在我面前 被砸成了肉酱 哇哇哇哇 我的脸上全是血 贼你妈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飞出来的大石头 贼军瞬间大乱 然而投尸机还有十八台呢 两个铁匠又换到了下面两台投尸机前 抡起大锤 狠狠砸下 又是两块巨石飞起 又一次越过城墙 这次仰起头来看 巨石划空的人更多了 哄 哄 两块大石头再次落入贼军阵中 砸得一片鬼哭狼嚎 贼军冲锋之势 未知一缓 不少人心生退役 村民们看到这一幕 一下子胆气就上来了 不少人刚刚还吓得瑟瑟发抖呢 现在手不抖了 心不慌了 扯开嗓子就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豪爽 砸死这帮紫瓜耸 继续 李大 高一一 继续啊 不用他们喊 李大和高一一早 已经跑到下面两台投尸机前 又一次抡起了大锤 城头上驻守的村民 连同白家的家丁们 都忍不住回过头来 看两个铁匠 白先生大怒 你们在看哪里 眼睛看着城外 弓箭手 准备放箭了 他这一吼 才把村民们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转头 向城墙外一看 乖乖不得了 一群最彪悍的贼人 冲得离城墙 只有十来步的距离了 放箭 放箭 白先生撕心裂肺地大叫 白家的家丁反应最快 转眼就拉开了弓 四五只箭矢飞了出去 扑扑扑 射中几个贼人 李道玄 鼓掌 好剑法 不过 他马上就发现 中了剑的贼人并没有倒下 还在继续向前冲 电视里演的一个人 中剑立即就死 那都是瞎掰 真实的情况是 三剑不如一刀 三刀不如一枪 剑的威力 简直是来搞笑的 村民们的轻功 就只能给贼兵身上 添一个小小的血窟龙罢了 数名山贼也拉开了弓 对着城墙还击 刷刷刷 几十只有气无力的箭矢飞起 李道玄 本来打定主意旁观的 但是看到山贼射箭 又忍不住了 我的村民小人们 还没几副甲呢 身上被射个血窟龙多痛 护短之心发作 忍不住就伸出去手 在村民们身前一挡 贼兵的箭矢射 射在了他的手掌上 被他变厚了200倍的皮肤弹落 PS 小之时 人类手掌和脚掌皮肤最厚 可达3至4毫米 变厚200倍之后 就是60至80厘米的超级厚皮 巨手帮村民挡剑的画面 只有高一叶看得到 山贼们却以为自己的箭矢 是被城墙挡住的 根本不知道 村民们已经开启了金手指 抱住了粗大腿 正在疯狂作弊 头顶上又有两块巨石飞过 后面的贼兵 又一次被砸得抱头鼠窜 但最前面的汉贼 已经冲到了城墙下了 数名贼兵一起发力 将一个长长的云梯 对着城墙搭了过来 白先生大吼 扔石头 倒滚油 白家家丁立即抱起 事先准备好的石头 对着城墙下乱砸 这石头的威力 就比弓箭强多了 砸中一个脑袋瓜子 就开花一个 城墙下的汉贼 被砸得惨不堪言 后面早已经组织好的村妇们 勾搂着腰 踢桌装满了滚油的油壶 爬上城墙 将油壶递给家丁 家丁们接过油壶 对着下面就一阵乱泼 泼完把空壶往身后一摆 村妇们赶紧又拿着油壶 撤下城墙去 墙后面大锅小锅架着 正拼命地烧滚油呢 村妇回到锅边 又满满地装上一壶 然后再次送上城墙去 这可是上好的菜籽油 这样拿去泼人 村妇心里颇为心疼 每送一壶上去 都像被小刀刮着心 几个回合一打 原本怂怂的普通村民们 现在也终于定下神了 喊沙声在身边响起 天空中巨石飞过 他们原本抖呀抖的手脚 不知道为啥 慢慢地有了力气 高处一个箭步 就穿到了城墙边 抱起一块大石头 用力砸了下去 我来也 郑大妞 我也来 身后几十个村民一冲而上 我们也来帮忙了 原本十几个家丁兵在那里瞎打 威力明显不足 但村民们一跟上 情况马上就变了 大石头小石头 大糊油小糊油 对着城墙下疯狂乱砸 第一批冲到城墙边的汉贼 马上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抬着撞城墓 过来打算强行开门的那一队人 被砸得连撞成木都不要了 丢下木头 抱头数窜 但是扛云梯的贼兵还在 他们并没有直接来到城墙下 而是在离城墙树米外 开始竖起云梯 在这种距离下 头石鸡打不到他们 落石砸不到他们 滚油也扑不到他们 还真让他们把云梯给竖了起来 然后向前一轻 咣当一声 粗竹子扎成的云梯 搭在了城墙边上 好几个村民立即跑过去 想要推倒云梯 白先生大吼 别去推 那东西推得动才怪了 拿长枪的靠近过去 准备捅翻云梯爬上来的人 他在开战之前 给这些村民们 讲了无数遍 应付各种情况该怎么办 但实际上一打起来 这些家伙全都抛到了脑后 没几个按他说的做 气得白先生跳来跳去 不停地骂人 好在地形优势极大 贼军也一样 没什么组织纪律 都是瞎搞一气的 一阵混乱中 一个汉贼顺着云梯爬了上来 一只手抓着梯子 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柴刀刷刷乱挥 但那柴刀才多点长 村民提起一把 削尖了头部的长竹枪 对着那汉贼一枪捅下去 那人就惨叫一声 从两丈高处跌落 后背落地 发出彭的一声闷响 枪伤加上摔伤 这货眼看是不能活了 但是 下一个爬上来的贼兵 就有点不对劲了 这人牛高马上大 身上居然还裹了一块厚牛皮 村民提起竹枪 一枪捅过去 那人居然连躲都懒得躲 那厚牛皮 村民手上的力量也不够 竹毛一捅之力 居然没能把那人 从云梯上顶翻下去 他一只手抓着梯子 另一只手的拖刀挥起 咔嚓一声 就将竹毛斩断 村民吓了一大跳 赶紧后退 那人刷地一下 跳上了城墙来 哈哈大笑 老子外号一把刀 你们给老子记清楚了 今儿个把你们全部杀的金光 眼前人影晃动 有几个村民对着他杀过来了 一把刀一点也不虚 他裹着厚牛皮 等险武器根本伤不了他 打一群村民 根本不带怕的 昨天攻打白甲宝石 一个人就砍翻了五个家丁 就有这么猛 他对着迎头冲过来的第一个村民 一刀就剁了过去 正 这一刀明明砍在了对方胸口 却发出了金属交击之声 一把刀大吃一惊 铁甲 来人正是正大牛 他根本不会武艺 对方一刀砍过来 他硬是没来的急闪 被端端正正地砍中了胸口 但他穿着高一衣给他的两当甲 整个前胸都是一块大铁板 坡刀砍在大铁板上的结果 那当然是 哇 吓老子一跳 正大牛被这一刀吓坏了 但当他发现自己毫发无伤时 嘴巴又咧了开来 傻笑 一把刀挥起了刀 又斩向正大牛的脖子 你他妈的脖子 总没有铁甲护着了吧 但他一刀斩住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自己的刀在半空中 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 动弹不得 咦 咦咦 为啥 明明半空中啥也没有 什么东西 抓住了我的刀 抓住他刀的 当然是李道玄了 偏心天尊 自家小人的命 比别家小人的命 珍贵一万倍 何况正大牛为他的微雕收入 做出了汗马功劳 这个小人是绝不能让别人伤到的 看到一把刀砍正大牛脖子 李道玄便伸出两根手指 在半空中一钳 将他的刀钳住了 一把刀发力 想把刀收回来 但并没有什么卵用 远处的高一叶大声道 正大牛 天尊帮你钉住了敌人的刀 你还在傻笑什么 正大牛 哎 哎哎哎 他猛的一醒 挥起自己的斧头 他抡斧头的功夫 可是练过的 最近这些天 天天在山坡上砍树 把木头拖回来 给两位雕塑师 用来雕刻各种木像 然后就能得到天尊的恩赏 一大盆肥宅快乐水 报应之下 短短十几天 这货场胖了不少 他一斧头横扫之威 百年老树都要下的 把根从地里拔出来 撒腿逃跑 一把刀身上裹的那块厚皮甲 哪里够斧头砍 扑 一声闷响 一把刀感觉到自己的胸腹肩 传来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 夫人将他的厚牛皮 切开一个大口子 鲜血从里面鼓鼓而出 他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 看了天空一眼 仰天倒下 正大牛举起斧头大吼 天尊保佑 旁边的村民 也不自禁地跟着大吼 天尊保佑 贼军首领无上名王 现在开始 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他是领头的 当然冲得比较快 带着一群最彪悍的手下 冲在最前面 所以大石头飞过来的时候 都落到了他的背后 没砸着他 他就不怕 到了城墙下之后 他也没跟着往城上爬 只是不断地挥手 督促自己最彪悍的 那几个汉贼往上冲 所以石头 滚油 都没落到他头上 还是那句话 没砸着他 他就不怕 他继续挥着手里的鬼头大刀 吆喝着 督促身边的人爬云梯 杀上城墙 但是指挥着指挥着 就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咦 我一千两百大军呢 吴上冥王转头过去一看 身后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军 只有稀稀拉拉几十个人了 原来 投石机投出的巨石 连续不停地砸在他身后的贼军阵中 第一波一共砸了二十块大石头 这些石头连续不断地落下 直接就把贼军们的士气给打崩了 后面的贼军 根本就不愿意再向前冲 反而是退得离城墙越来越远 最后干脆四散而逃 跑得没了影 这样一来 最先一波冲到城墙下的贼军 就成了孤军了 被石头砸翻一个就少一个 被滚油烫爬又少一个 爬上云梯被捅下来又少一个 吴上冥王的人不断地减少 但他站在阵前 而不是站在阵后 身边又闹又吵又乱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 直到这时候 猛地一回头 才发现大事不妙 在这一刻 吴上冥王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守城方优势很大 毕竟 这辈子他也是第一次攻城 从评书相声里 学了一点点攻城 扎个云梯就能爬上去的知识 在实战时才发现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布下的士气 也不是他一个土匪山贼 有能力掌控的 吴上冥王大吼一声 退 退退 撤退 说完 他撒腿就往后跑 他身边仅剩下的那几十个汉贼 也跟着他转身就跑 白先生将手一伸 大声道 拿弓来 旁边的家丁 立即给他递上一把猎弓 并且做好了大喊好剑法 拍自家老爷马屁的准备 只见白先生捏弓搭剑 瞄准吴上冥王的背心要害 然后右手一松 嗡的一声弓弦阵鸣之声 剑势驱若惊鸿 刷 在距离吴上冥王半丈远的地方 飞了过去 准备喊好剑法的家丁 尬住了 旁边的人 白先生轻咳了一声 老脸微红 赶紧把弓往旁边的家丁手里一塞 拍了拍手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本老爷还是专心指挥吧 君子六亿的设这一意 化掉化掉 当然 他这小小的出丑 并不影响大局 贼军开始退去 城头上压力顿轻 村民们开始欢呼起来 我们赢了 挡住贼人了 高家村守下来了 安全了 天尊保佑 天尊保佑 白先生左右前后看了一圈 大声道 你们高兴个什么劲 走脱了贼球 那无上冥王肯定记恨我等 今后说不准什么时候 又回抽棱子 杀个回马枪 村民们齐齐一棱 仔细一想 咦 对啊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高家村民都是些良善之辈 怕是小民 还真不喜欢被贼子记恨着 那滋味可不怎么好受啊 躲在高家村城墙里还好 万一以后上山采药 去县城买东西 或者走个邻村什么的 半路上被这无上冥王埋伏 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 就在这时候 他们突然听到了高一夜的声音 他伸手对着无上冥白的背影一指 大叫道 各位看好了 天尊马上就要施仙法 为我们根除后患了 村民们顿时大喜 白先生 突然 天空中风雷生动 似有什么庞然大雾 分开云层 急速降下 看不见的威压 使得城外的空地上 卷起一道狂暴的旋风 灰尘呈环形 向着周围扩散开来 接着 轰 一声巨响 地动山摇 正在向着远处奔逃的无上冥王 和他身边三丈之内的手下 全部变成了肉饼 他们站立之处的地面凹陷了下去 凹出了一个巨大的手掌印 无上冥王的肉饼 就躺在手掌印的中心 沙尘飞扬 无上冥王的尸体 与巨大的手印 在沙尘中慢慢地越来越清晰 尤其是站在城墙上看 那画面当真是太过震撼 高家村最初的42个原住民 早就见过这一幕 但再次看到 依旧被震撼得不要不要的 扑通扑通 一转眼就跪了一地 然后就是新来的村民 白家的店户 白家的家丁 一个接一个地相继跪倒 以头枪地 白先生也被这一幕震住了 一直都保持着骄傲的他 这一刻受到的震动 甚至远超过那些 平凡普通的村民 他转头一看 三十二夫妻两人 居然也和普通村民们一样 乖乖地跪好了 所有人都在嘴里 喃喃地念叨着 天尊威武 就在这时候 白家那辆庄家眷的大马车 不连掀起 一个中年女子 带着个年轻男子 从马车上跳出来 正是白先生的夫人和儿子 他们两人一跳下马车 就果断地跪了下去 身子浮在地面上 衣服上沾满了泥沉 也毫不在意 白先生环顾四周 整个高家村里 就只有自己一人还站着 显得格格不入 白先生努力说服了自己一句 他不是邪神 也不是伟神 是真正的神仙 刚刚才显过灵 而且他的名字像是道教的 我跪拜一下道教神仙 也没什么关系的吧 这不算是加入了邪教 实际上 明朝文士多以穿道袍为时尚 道教在所有人心中 都是正经教派 道教的神仙 当然是贵德的 这样说服一下自己之后 膝盖就没那么硬了 白先生也跟着跪了下去 天尊威武 李道玄在天空中 看着下面满村贵府的小人 嘴角微翘 正打算叫他们起来 突然 他感觉到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每个小人的身上 都升起了一团隐隐的光点 就像萤火虫的光芒一样 虚弦于天空 然后 这些萤火虫光点 对着村子正中间的 道玄天尊洞汇聚了过去 村子里150多号人 加上白先生带来的100多号人 人数接近300 每人一枚光点 就是近300枚光点 他们先先厚厚厚 飞入道玄天尊洞 汇聚在了道观之中 接着 道观金光大放 就像在造景箱里 点亮了一个巨大的金灯 那些小人 似乎看不到这股金光 他们连眼都没眨一下 但李道玄却被这道金光闪的 眼睛眨了一眨 等他眨完眼 才惊讶地发现 箱子边角上 多了五个按钮 上面分别写着 东 南 西 北 中 一股奇怪的感觉 从李道玄的心底里升起 就像在玩游戏的时候 突然领悟了一个关键性的操作 这五个按钮 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作用吗 起来试试看 他对着东按钮点了下去 箱子里的村庄 似乎刷了一下 整体向箱子的左边 移动了一点点 村子左边的视野 明显变少了一截 右边的视野 却明显多出来了一截 他再点了一下东按钮 防射和小人们刷地一下 似乎又向左移动了一点点 右边的视野 又多出来一截 他刷刷刷连点了几下北按钮 整个村子似乎向着南边 移动了一点点 而村子北方视野扩大 出现一个小山坡 坡上还长着一片树林 全是树皮都被包光了的枯树 这就是上次正大牛砍树的山坡 当时他还看不到 但现在能看到了 忘了的朋友 请看三十九章最后几段 视野可以向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移动了 李道玄大喜 哈哈 视野终于变大了 原来如此 我懂了 我懂了 造神庙开局的玩法是正确的 以庙为中心 以信徒的数量来决定半径 形成我能看到的视野范围 本来一百多个信徒 还达不到开视野的最低要求 但现在多出来了一百多个 达到了开视野的条件 箱子上面就多出来了 东南西北中五个按钮 让我可以靠着点击按钮 来看多出来的那一部分视野范围 李道玄兴奋地对着 北夷正乱按 但是很快 他就发现 按不动了 应该说是 按了没反应了 视野并不再向北方移动 视野向北一道极限了 点一下中 视野瞬间居中 回到道玄天尊洞上空 再把东南西北按了一个遍 拿尺子出来量了量 用一笔二百的比例进行换算 很快就计算出来 村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各多了大约五百米左右的视野 提高的并不多 这当然是因为 信徒增加的不多 但这没关系 只要知道扩展视野的方法 就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 今后只要想办法增加信徒 视野即可继续扩大 等等 如果我卡报 利用规则漏洞 自己用手抓起到玄天尊洞 将他在视野边缘摆下来 是否就又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了呢 想到就是 李道玄伸手就抓向了自己的道观 然而并不能 那小小的道观 居然有一个奇异的保护罩 让他的手 无法将道观抓起来 李道玄在电脑上 打开一个记事本文件 将今天的发现 记录在了里面 一 箱子的视野中心 是到玄天尊洞 而视野半径 由信徒的数量决定 二 视野可以用东南西北中 五个按钮来移动 但里面的物品和小人 与真实世界的比例 依旧保持着二百比一 三 箱子有防漏洞机制 不允许我本人移动道观 几好这些 身个长长的懒腰 心中颇有些开心 再低头回去看箱子里面的高家村 就见到村民们正在忙碌 他们就和上次山贼 进村一样 要开始收拾残局了 一群村民正在清理贼人的尸体 衣服当然是要扒下来 一块布也不能浪费 武器全部收脚瓜分 有些贼身上 还有点散碎铜钱 谁摸到就归谁 全凭一个运气 扒得赤条条的贼人尸体 抬出城去 山坡上挖个大坑 扔进去买好 由于李道玄的偏心帮忙 全村人都没吃什么亏 伤得最重的 居然是一个白家的家丁 他在踢着油壶向城下道的时候 不小心把滚油撒了一点出来 撒在了自己的腿上 现在腿上一块皮烫起了泡 痛得直哼哼 几个村民正在拿冷水给他冲 想帮他降降温 但是村民们并没有什么处理烫伤的药物 除了拿冷水冲一冲之外 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李道玄打开自己的抽屉 找到了一管强烈牌烧烫伤膏 挤出来比芝麻力还小得一丢丢 递了下去 高一叶现在基本上是个大花瓶角色 站着保持端庄 啥也不能做 看到受伤的家丁腿上一片烫出来的大水泡 他也蛮想去帮忙 但是想到三夫人说的那句你越是端庄 别人对天尊也会越尊敬 他就不方便动了 他可不想丢了天尊的脸面 正纠结呢 天空中云层开处 天尊那张威严的脸出现了 一只巨手伸下来 递到了高一叶的面前 天尊又要给自己东西了 但是他定睛一看 齐了 天尊递下来的 居然是一团颜色黄黄的 软绵绵的 黏乎乎的奇怪物事 高一叶 哎 这是什么好吃的 李道玄啼笑皆非 又吃 上次给你们铁板 你第一个念头也是吃 高一叶的小脸 飞快地红了起来 这是药 制烫伤的 你接过去吧 高一叶大喜 刚刚还在卫兽上的同伴给心疼呢 天尊赐下神药啊 那还不赶紧接过 他赶紧伸双手来接 那药膏在李道玄的手指头肩上 比芝麻力还小 但对于高一叶来说 却是老大老大的一坨 太沉了 他伸手一接 居然没脱稳 直往地上往 幸亏三夫人 一直在旁边护着神使 见他要摔 赶紧伸手帮忙 两个女人一起发力 把那一大坨的药给拖住了 三夫人听不到刚才那番对话 所以对于这团凭空出现的奇怪物事 也有点猛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突然出现在你手上 好浓郁的要香味 高一叶道 这是天尊恩赐的烫烧药 快给那位受伤的家丁涂上 三夫人大喜 神药 哎呀 不得了 不得了 他大声喊叫起来 来人 来人啊 快拿个空罐子过来 由于刚才打仗的关系 城墙后面有许多女人 堆着一大堆罐子 随时准备装油呢 现在空罐子多得很 三家的丫鬟 赶紧拿了一个大罐子来 三夫人一脸肃穆表情 将那一大坨膏药 小心翼翼地放进了罐子里 装得妥妥的 还用最快速度找了张油纸 把罐子的口给封住 缠上绳子扎好 一副谁也别来乱碰的模样 高一叶道 哎 怎么封口了 还要治那位家丁呢 三夫人道 天上神药 当然要好好保存 至于那位受伤的家丁 用您手上残留的那些药 给他随便抹一抹就好了 高一叶低头一看 好吧 自己手上确实残留着许多药膏 黏乎乎 冰凉凉的 他走到受伤的家丁身边 努力保持着端庄的模样 别乱动 天尊恩赐你神药 家丁冷了冷 大喜 赶紧想要磕头 但他脚上有伤 还真是不方便乱动 赶紧对着天空 虚做了一个大衣 天尊人善 高一叶缓缓蹲下身去 把自己手上残留的药膏 糊在了家丁的伤口处 他手上到处试药 只好琢磨一把 又抹一把 还反手再抹一把 动作那是一点也不专业 家丁痛得撕 撕连抽了好几口凉气 心想 好痛 我还不如不涂这药呢 不过 当高一叶抹完了药 站起身来时 家丁才感觉到 咦 伤口好像没那么痛啊 原本起泡的地方火辣辣的 但那神仙药膏 散发出丝丝清凉 震住了伤口的刺痛 让他感觉好多了 家丁大喜过望 仙界神药 真是不得了 我感觉好多了 旁边的人露出羡慕的眼神 真好 你居然能享用到仙界神药 家丁 贼你北的 要不我给你们淋一罐滚油 你们也来享受享受 旁人笑了起来 这个我们无福消受 有你带我们享受了就够了 白先生分开人群走过来 你这伤 真不痛了 家丁 还有一点点痛 但比没涂药的时候好多了 白先生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了 他这种大老爷 关心家丁一句 已经算是 没必要表现得太多 转头过去 看了一眼村子中心的道玄天尊洞 心中更加敬畏 这位道玄天尊 并不是白莲邪教编出来的那种 根本不存在的伟神 也不像道教诸神那么神神秘密 眼眼盖盖的 谁也没见过 天知道姨们存不存在 眼前这位是真神 看来 我也得去庙里好好摆摆 此时威胁已去 所有人心情都轻松了 也就脑子来考虑别的事了 三十二过来拉了白先生 走到了高一夜面前 这位是高一夜 道玄天尊教的神使 圣女 天尊所有的命令 都是通过他转达的 白先生其实早已经看出来 但这时候 还是抱权为理 在下游里了 这位名叫白渊 呈呈献远近文明的君子 善人 组织民团 守护一方 多得百姓爱戴 高一夜以前见到这种大老爷 肯定吓一大跳 贵妇路边都是有可能的 但现在的他胆气足了 代表的又是天尊 不能舍了天尊的身份 只是微微点头回礼 白渊环视了一圈高家村 又将目光收了回来 这高家村 得天尊保佑 可真是个厉害地方啊 有高大的城墙 干净清澈的大水塘 不愁吃喝 在这天灾年景 着实难得 三十二得意地笑 那当然 不然我为啥放着 县城不带 非要跑到 这里来住着呢 这就叫 良情择目而期 白渊哭笑不得 开口骂道 你这三师爷 有点学问但不多 经常乱用成语 又把自己比喻成禽兽了 三十二 白渊 所以你只能当个师爷 一直考不上功名 三十二被吐了曹 有点小不服 低声回了一句 你不也考不上 白渊听到这话 就如同被点了学道 整个人一将 过了好几秒 叹了口气 是的 我也是个半桶水 学问不够 君子六义中书这一项 化掉化掉 三十二又低声道 书是指书法 又不是指学问 白渊诡异地安静 好几秒后 白渊突然大喜 书这一项 加回来 不用化掉了 众人 李道玄听到这里 不由得也乐了 这个叫白渊的 先前还以为是个 逼格很高的人 结果却是个乐子人 话说回来 书这一项 究竟指的书法 还是学问呢 李道玄想了半天 发现自己也搞不清楚 果然 还是化掉化掉吧 此时天色已晚了 贼军来时已是傍晚 打完一仗 天色已开始黑下来 白家一行人 今天肯定走不了 只能在这高家村暂住 村中防射有限 也住不了这么许多人 从白家保过来的店户们 都是吃惯了苦的农民 倒是没啥讲究 跑到城墙边 和那些挤在城墙后面 过活的难民们一挤 将就凑合了 但是白渊 白夫人 白家少爷 可不能和那些难民挤一块 三人犹豫一番之后 眼光看向了崭新的道悬天尊洞 古时行路 借宿寺寺寺乃是常事 若是没有出家人管理的空寺空道观 直接进去住就完事 但在高家村 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 天尊就在头顶上悬着 不久前还显了灵呢 这种情况下 谁敢没心没肺 直接往他的道观里住 白渊这一犹豫 别的人看不懂 三十二却看懂了 笑着对高一夜道 白先生想住进天尊洞府 也不知道天尊是否恩准 高一夜侧耳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微笑 天尊恩准了 白渊大喜 赶紧对空一了一一 今日在下落难 多有得罪 来日定为天尊修庙住身 高一夜又道 天尊有令 一个时辰之后 待村民们都已休息 三十二 三夫人 白渊 都到天尊庙里 他老人家有些事 要令你们去做 被点道明的人精神一阵 尤其是三夫人 他没想到 自己一个父道人家 居然能被天尊点明 要交代事情 给他 兴奋的全身颤抖 名女 名女 能得天尊器重 三生修来的福气 一伙人开始盼着一个时辰 快快过去了 天黑得很快 太阳摔下地平线之后 整个世界瞬间陷入黑暗之中 只有天上的月亮 和城墙上的一圈灯笼 还在散发着昏暗的光线 村民们都休息了 只有两个少兵 还在城墙上转悠 道玄天尊洞里 点起了几盏油灯 高一夜 三十二 三夫人 白渊四人 围着油灯坐了一圈 至于白夫人和白公子 没有被点道明 没资格参与 连靠近过来都不敢 高一夜侧耳听了听 喜道 天尊来了 另外几人赶紧诉容 端坐 腰背挺得笔直 李道玄从窗户看着里面的人 只叫你们几个来 是因为高家村里 只有你们几个能做成这件事 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高一夜刚转续完 三十二便抢达道 不管多艰巨的事 在下都会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白渊也对着旁边李道玄的雕像 行了一个大礼 在下的命是天尊救的 天尊但有吩咐 莫敢不从 李道玄 我需要姓氏 希望你们能让更加多的人 成为道玄天尊教的姓氏 两个男人微微一愣 这时候反倒是三夫人精神了 他可比两个男人更懂宗教那一套 对着旁边两个男人道 你们发什么冷 天尊的要求不是很正常吗 香火 香火 你们这都不懂 两个男人恍然大悟 对啊 哪个神仙不希望自己的寺庙香火鼎盛呢 虽然不明白神仙拿香火去干嘛 但却知道香火这东西多多益善 所有神仙都喜欢 但是 具体怎么传播这事 两个男人都有点抓下 不经同时看向三夫人 心想 难怪天尊要把他也叫来说话 他比我们两个懂得多 三夫人一脸严肃地道 增加姓氏嘛 明女道知道一些手段 在天下各处修建道观 铸造精神 在各个道观派驻道士为姓氏 奖金解惑 还得派出道士云游四方 将天尊的恩泽变洒天下 他这一说 两个男人顿时抹了一把汗 我们 我们有这实力 做得到这事 理到玄校 不然怎么说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不扫一屋 何以扫天下 实力不计时 就从周边做起 一点一点地慢慢扩大便可 三十二和白渊一一道地 天尊所言即是 李道玄沉声道 我可不是那些招摇撞骗的邪神 你们需注意一点 不要装神弄鬼的骗人 要给予老百姓们实质上的帮助 要让他们自发地加入 而不是拿刀子 逼着他们加入 三十二和白渊两人赶紧道 不敢 李道玄道 白渊 你明天就要返回白家宝吧 白渊 是的 贼囚已被天尊神长拍杀 与贼不足为惧 在下想返回白家宝 收拾一下那边的烂摊子 李道玄 白家宝周围的老百姓 肯定惨不堪言 而你的白家宝 已被贼人劫掠一空 你两手空空地回去 根本无力帮助老百姓的生活 重归正轨 白渊 李道玄 你出去看一眼你的马车 白渊冷了冷 赶紧快步走了出去 马车就停在到玄天尊洞的门口 他三步并坐两步到了车前 掀开帘子一看 里面居然堆了半车面粉球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装进去的 李道玄 带着这些粮食 回去救济白家宝周边村民 当然 这点粮食肯定不够 你回去之后 再派人派车 来高家村取粮 务必让所有老百姓 安然渡过难关 白渊深深地吸了口气 对天长衣 天尊人善 李道玄又道 三夫人 你那里已经有一罐烫商药了 明天你再准备些瓶瓶罐罐 我再次你各种功效的神药 你携这些药物去拯救世人 三夫人马上就明白过来 每只好一人 名女都会告诉他 这是天尊的恩责 这女人果然是懂宗教的 白渊听到他这句话 才猛然一醒 赶紧跟了一句 在下帮助白家宝周围的村民时 也会告诉他们 这都是天尊恩赐的粮食 李道玄 嗯 就这样去办吧 说完 他便消失在了云层之外 高一夜 天尊他老人家 返回天界去了 众人呼 同时松了一口气 白渊摇了摇头 叹道 幸亏三夫人提点 在下险仙酿成大错 哎 对天尊太过失礼了 这君子六亿中的理智一项 化掉化掉 天光刚刚亮起 白渊一家人 就准备出发了 白家的十几名家丁 几十名店户 都要跟着他一起返回白家宝 从高家村前往白家宝 足足两个时辰的路程 所以出发前 大伙都得好好饱餐一顿 三十二给他们借来过碗瓢盆 又张罗了一些大白米 大白菜 鸡肉条 煮了好大几锅鸡肉白菜粥 香喷喷的 一人吃上两大碗 不少人吃得直掉眼泪 心想 我被贼人追杀几十里 逃难中吃的饭 居然比在家里吃得还好 这算什么事 一伙人看着村子中心 最先眼包的建筑物 到玄天尊洞 心中不禁暗想 高家村的人能吃这么好 还有这么高大的城墙保护 都是因为天尊照福 我等回了白家宝之后 砸锅卖铁 也见个这样的道观出来 每日顶礼膜拜 祈求天尊保佑 那我等岂不是 也能过上一样的好日子 好 回去就这样干 临行前 白夫人和白公子爬上了马车 但是很快 两人就从车里探出了头 惊叫道 老爷 这车里全是面粉 我们在车里待不住啊 白云哼了一声 忍着 白夫人和白公子 就只能忍着了 车厢里堆了半车面粉球 车子行驶起来 微微一颠簸 面粉球滚动 白色的粉尘飞起 搞得整个车厢里 白灰乱舞 白夫人和白公子 好几次想跳下车去不行 但他们这种娇生惯养的大户人家 哪里受得了不行几十里的苦 只好在车里强忍着 等到了白家宝 两人钻出车来时 已经变成了两个白人 白家宝果然已经被贼子截掠一空 白家的财物全部被抢光 家具 布匹 粮食 金钱 一样不留 只留下了空荡荡的大宅子 不过 这倒难不倒白渊 他回退家丁们 只带着儿子走到后院 撬开地上一块大青石 下面出现一个长长的通道 沿着通道走到最下面 有一个地下室 里面金银珠宝 堆了不少 随手抓了一袋金银在手 走出暗室 盖好青石 我白家又复活了 白渊站在白家宝前 将手一挥 对家丁店护门下令道 每人领一两银子 领两斤面粉 然后去把逃散的乡亲们叫回来 我们来重建白家宝 都记住了 我们能有机会站在这里 都是天尊的恩赐 所有人齐声应道 天尊保佑 白渊暗想 我这次把天尊的恩威竖起来了 礼数作全 那君子六义中的礼这一项 可以给我夹回来了吧 高家村的天 是晴朗的天 三夫人抱着一大堆瓶瓶罐罐 正在狂喜 这些瓶瓶里面 装的都是药 天尊大人用手指头尖交给她的 她很小心很谨慎地 用家里最好的罐子装了起来 还在每一罐药上标注了名字 烫伤 筋创 皮血 感冒 伤风 肠胃 这里面中药西药都有 乱七八糟的 李道玄本身不太懂这方面的事情 只是把家里的常备药品 每样给她弄了一点点 膏状的药很方便 翘一坨给她便是 但有些药是颗粒状的 例如感冒药 消炎药 李道玄只能窃下一小块 交给三夫人自己碾磨成粉 这事折腾了两天 三夫人装了十几个罐子 李道玄千丁万主 要她注意用量 外敷的药还好 敷多了 也问题不太大 但是内敷的药 吃多是要人命的 李道玄无法告诉她 哪种药该吃多少克 因为古人并没有克这个概念 要让她换算成古代的什么金两钱 也很难换算 她只能一边看药盒子里的说服书 一边叮嘱三夫人 这种感冒伤风药 宁少物多 每次服用 最多只能给病人半个小纸盖 那么一丁点 一日三次 饭后半小时服用 切勿空腹服用 否则会腹痛难当 三夫人恭敬记好 还补充一句 天尊放心 小女子舍不得多用 绝不会给多了 这种清热解毒药 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使用 也是半个小纸盖的分量 一日两次 宁少物多 三夫人也恭敬地记好 十几张纸 每张纸上 记好了对应的药物使用方法 贴在罐子上面 三夫人抱着这些瓶瓶罐罐 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 整整两天时间 她都是疯的 贱人就把药罐子往身后护 连三十二想要摸一下 也被她一通母老虎拳法 打了个鼻青脸肿 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三夫人对着三十二咆哮 这是天上的仙丹 仙丹 天尊亲手交给我 要我用性命保管的 你居然伸手乱摸 你这只手快快拿去剁掉 三十二当然不会去剁手 只好向夫人赔礼道歉 只差一点就要跪下磕头了 才终于安抚下了夫人的怒气 两夫妻重归于好 三十二离那些罐子远远的 压低声道 夫人 你拿到了这十几罐咸药 接下来打算如何 这还用问 当然是回现场了 三夫人道 天尊命令我们广纳姓氏 你在这小小高家村里 能拿到什么姓氏 这里的人 全都是天尊最忠诚的姓氏了 我得回县城 在那里才能将天尊的恩义 撒向百姓 三十二的眉头深深皱起 县城 那边情况混乱 现在回去 还是挺不安全的 万一又有疯子冲杀进县城 那就危险了 天尊又不会在县城帮你 你可能还没注意到吧 他老人家偏爱高家村 只愿意在此地险胜 这话吓了三夫人一跳 他其实也是怕死的 但几秒之后 他的眼神又转为坚定 自己给自己上了一个 狂热的信仰buff 怕死之心就淡了 三夫人道 我奉天道以救世人 虽非圣女 也是神使 世间邪魔外道 师妹王俩都该绕着我走才是 何惧之友 三十二 这话怎么见 饶是三十二自诩脑子灵活 这一刻也失去了应对能力 他只好叹了口气道 罢了 过几天 我把村子里的事情处理一下之后 带上几个村里的年轻后生 一路护送你回县城 把你安排好了 我再回高家村 来为天尊处理杂物 重要通知 今天作者和编辑小姐解培根讨论了一下 因为一些政策上的原因 不得不修改核心设定 所以修改了五十章里 视野扩大的设定 从信徒数量决定视野半径 改为了拯救指数 决定设视野半径 麻烦书友们翻回去重新看一下 否则这么重大的设定修改 会造成你后续的阅读矛盾 五十章后面的几章也有微调 给大家带来的麻烦 申表抱歉 如果你看到五十章时 已经是拯救指数的设定 就不需要重看了 第二天大早 李道玄刚刚起床 就看到三十二正 站在高一的家门口 骂人 李大 高一 你们这两个光吃饭 不干活的废物 三十二插着腰指着两人的鼻子骂 天尊让你们打造铁甲 一眨眼 时间都过了大半个月了 前几天贼人来袭 你们却只拿出来了两副两当甲 天尊要你们何用 吃天尊上的饭时 你们自己不脸红吗 这话骂的 两个铁匠还真有点脸红 两人身后还有一些从王家村 郑家村 众家村等地来村子的铁匠 也跟着一起脸红 好一会儿 才见高一站了出来 低头道 这是不赖李大师傅 天尊给他的命令 是打造奇怪的心事火冲 给我的命令 才是打造铁甲 我先前 没想到贼人真的会来 而且一来就这么多 所以 我就只打了两剑两当甲 然后就一直在慢吞吞地学习 造各种铁甲的技术 甲片倒是打造了许多 但是都没来得及拼成甲 那群新来的铁匠 也跟着一起认错 我们也在跟着李大师傅 学造铁甲 也是打造了一大堆铁片 但是没拼接 三十二骂道 少糊弄我 甲片很多是吧 拿出来我看看 高一一返回家里 不一会儿捧了个大破鸡出来 里面还真装着许多甲片 形状各异 能看出来 他们有的是装在肩部的 有的是装在手臂上的 有的是装在胸前的 三十二 既然都这么多了 为何不拼起来 高一一抠了抠头 露出尴尬笑容 不知道怎么解释 李大把话头接了过去 三十爷 这却是我们的错 一来 我们也没想到 贼人真的会来 而且这么多 以为高家村一时半会 用不上铁甲 疏忽大意了 二来 我们也缺乏把这些铁片 拼接起来的材料 村长从旁边溜达过来 天尊给了你们这么多铁 你们还缺材料 是铁不够了吗 李大摇了摇头 铁是够的 但是铁甲并不是 全部用铁制成 您想想 全用铁拼的话 那多重啊 都不用穿上针去打仗了 铁甲就能把咱们压死在地 村长忍不住问道 那用啥 李大道 棉 他这一说 箱子外的李道玄 倒是明白过来了 棉 或者说成棉布比较准确 依稀记得在某个资料里看到过 现存出土的明朝铠甲 没有一件是纯铁打造的 或多或少的使用了棉布 铁甲片 都是靠棉布条来连接在一起的 有些铠甲 甚至棉布 用的比铁片还多 因此叫做棉甲 棉甲相对传统铁甲来说 优势很多 首先就是轻 不至于还没打仗 就压扁了士兵 其次是价格低廉 保养容易 不易腐朽 保暖性好 特别适合气候寒冷的北方冬天 不像传统重型铠甲 需要量身定做 对早期火器 还有很强的防护力 这是传统铁甲 如炸甲 锁子甲 鱼鳞甲 所欠缺的优势 听李大这么一说 三十二的表情倒是缓解了 没那么生气了 你既然缺棉布 早说嘛 我就安排人 带上面粉去县城 换一些棉布回来给你便是 李大和高一一 有点尴尬的抠了抠头 实在没想到 贼子来得这么快 这么多 就没急着说 嗨呀 三十二摇头 蠢不可及 听到他们聊到这里 李道璇倒是乐起来 我倒是有一件老棉袄 本来就不想要了 从里面薅一团棉花出来给他们 但是 棉花纤维变粗二百倍之后 还能用来织布吗 再仔细一想 这里有古怪 回想自己 放进箱子里的各种东西 他依稀感觉到 这个箱子的规则 并没有这么简单 好像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物品 放进箱子 也不会变大 举个例子 他放进箱子里的白菜叶子 如果菜叶里的纤维 也变粗二百倍 那小人们根本无法食用 还有鸡蛋 白米里面的分子 原子 这一类的东西 如果也变大二百倍 那早就出乱子了 还有水里的细菌 如果也变大两百倍 那池水还能喝吗 这样一想的话 他倒是依稀感觉到 像细菌 分子 纤维 这一类微观的东西 放进箱子之后 并不会变大两百倍 多想无意 不如试一试 像这种事情 一试变之 李道玄打开衣柜 翻出早已经不想要的老棉衣 从衣角的破洞伸手进去 抓住里面一团棉花 用力一扯 将它薅了出来 然后轻轻地 将它放到了高一一等人的面前 这时候 三十二正在琢磨 去哪里买棉花呢 突然一团棉花 从天而降 众人一看 好大一团棉花 一幢房子那么大 这当然是天尊恩赐的了 所有人赶紧跪下 向天磕头 三十二磕完爬起身来 伸手到半幢房子 那么大的棉花团上 薅了一把下来 在手里搓了搓 一脸兴奋 天上的鲜棉 真是好啊 又白又细又长 这不废话吗 李道玄暗乐 我这可是一流的新疆长绒棉 是1955年 从苏联引入的 中亚型长绒棉品种 在明朝肯定是没有的 你看了 当然觉得稀罕 他看出来了 棉花纤维并没有变粗 依旧保持着很细腻的特质 这就说明 微观的东西 放进箱子 并不会变大200倍 在棉花纤维没有变大的前提下 整个棉花团 却变大了200倍 那说明 棉花纤维的数量 增加了200倍 从这里看来 放进箱子里的微观物品 例如粪子 原子 纤维 细胞这一类的东西 并不是体积变大 而是等比例数量变多 才使得物品整体变大 这样一想 先前想不明白的事情 现在就豁然开朗了 32抓着一把长绒棉 喜道 村长 你快去把村里的女人们都叫来 凡是会织布的 都有活干了 村长看到这么多棉花 早就已经喜不自胜了 咱们全村人 好像都可以换新衣服了呢 高家村所有的妇女 都激动了起来 自从天尊降临 保佑高家村 高家村的男人们 倒是揽上了活 今天帮着铁匠俯干活 明天建城门 后天又见到惯 但是女人们就尴尬了 没事可做呀 现在突然有了一大团棉花 女人们的激动可想而知 家里的织布机 总算可以拿出来用了 三娃他娘 你可是才艺的一把好手 这下 你有用武之地了 是啊是啊 要是能帮上天尊的忙 说不定我也能得到一些恩赐呢 女人们七嘴八舌 围着那半壮房子大的棉花 叽叽喳喳 吵得李道玄 哪怕竖起耳朵来 也很难听得清楚 他们在说什么 32怒吼 捅捅住嘴 女人们刷地一下 安静下来 安静了两秒 然后哄得一声 又开始叽叽喳喳 32 李道玄 扑 哈哈哈哈 32身吸了一口气 大吼 谁再说话 不发给他棉花 刷 瞬间 安静的落针可闻 李道玄笑得差点满地打滚 果然 只有用利益才能控制别人 威严什么的 都是假的 就像公司老板 想要控制员工 唯一的办法 就是发钱或者扣钱 别的招式没有一个管用的 32 天尊要你们把这些棉花 做成棉布 然后配合铁匠们制甲 我就懒得多说别的废话了 总之 谁干的活多 做出来的棉布好 能尽快帮铁匠们做出甲 就给谁家多发些棉花 让他可以给自家人做两件衣服 这句话管用 女人们大喜 顿时摩拳擦掌 32让他们排好队 一个人抱一大团棉花回去 尽快做成棉布上交 每一个人来领棉花 他都要黑着脸 凶巴巴的威胁一句 别忘了天尊看着你们 谁要是私吞天尊的棉花 明明做了两尺棉布 却只交上来一尺 必定天诛地面 他很明白 少数乡下富人的习性 喜欢贪小便宜 要是不吓吓他们 还真会被这些家伙偷走不少 有少数几个女人 还真有偷偷私藏棉花的打算 被32黑着脸吓唬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天空 心里虚了 暗想 举头三尺有神明 给天尊办事 可不必得给普通老爷办事 我还是老实点吧 一个女人领了棉花退开 下一个站到前面来 32正打算给他发一坨棉花 但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定睛一看 站在面前的 居然是高一夜 32 高一夜小脸微红 也会织布 32 不 爷爷姑娘 你来凑什么热闹 你是天尊的神使 跑来之什么不 简直是 乳身败名 高一夜 织布也是为了天尊分忧 我也想为天尊做点事啊 我会尽量保持着 端庄点的动作织布 不会弱了天尊的威名 32一手符额 头晕 头晕 李道玄看到这里 笑得不行 32长叹 拔剑四股心茫然 高一夜祈祷 三师爷 你突然背一句诗 是什么意思 32 没事 我就瞎感叹呢 李道玄倒是能明白 他在感叹什么 这诺大的高家村 以前是李道玄一个人操心 心累 现在变成了32代他操心 没别的人能替他分忧 连身为圣女的高一夜 也是个胡来的 那当然是拔剑四股心茫然了 高家村最缺的东西 依旧是人才 然而 人才哪有这么容易得到 水浒传 李诺大的梁山坡 会读书十字的一个巴掌 都数得过来 无用只是一个破书生 就能当军师 可想这个年头人才的稀少 李道玄心想 人才这东西 还是得自己培养一些的 就在这时候 三夫人带着女儿和丫鬟走了过来 他最近这两天都在收拾东西 打算回县城去传播到玄天尊教 要准备的事情还挺多的 快步走到三十二身边 压低声道 死鬼 我过两天就要去县城了 但我们的女儿不能跟着去县城 那便没有高家村安全 三十二点头 那是自然 三夫人低声道 你忙着做正经事 我又不在县城 女儿的读书十字 女的女工 谁来教她 这个问题问得三十二愣住 对啊 夫人走了之后 女儿的教育怎么办 女的女红也就罢了 读书十字 是万万不能停的 不然将来女儿长大 也成个文盲 那可如何是好 三十二抱头蹲下 苦恼万分 李道玄被他们两人这么一提醒 倒是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了 开口道 姨爷 你去带我和三十爷说两句话 高姨爷听到天上声音 赶紧抬头 就见天尊的连隐隐地出现在了云层之中 赶紧行了一个大礼 跑到三十二和三夫人面前 开始充当传声筒 李道玄 三十爷 过两天你夫人回县城时 你会护送他回去也会跟着去一趟县城 对吧 三十二赶紧回应 在下却有回去一趟的打算 但只稍作停留 顶多一两日便立即返回高家村来 为您处理事务 李道玄 我想问问你 花钱请一个教书先生来高家村 有可能做到吗 三十二将主 愣了半想 低下头 略带惭愧地道 启禀天尊 教书先生都傲气得很 想要请他们来到这里县城三十余里的山沟里教书 颇为困难 傲气 李道玄究竟有多傲气 你多花点钱试试看 三十二探道 独树人这个东西吗 你也知道的 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哪怕花很多钱 他们也不一定肯 五斗米当然不行 李道玄 你且给他看看这个 看他折不折腰 说完 李道玄从抽屉里翻出了一根纯银999的项链 男士的 巨粗 当初他还是个中二少男时 玩飞主流 搞了一套很傻叉的皮衣 染了头发 然后配上这根大银链子 把自己搞得像个蛊惑仔 后来中二毕业 这根银链子不但没了用处 反而成了黑历史 从项链上面 取下一个小环扣 大约一厘米直径的一个小银环 将它放到了三十二的面前 三十二只觉得眼前一亮 一个直径比人还高一头的巨大银环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上好的白银 闪闪发光 亮瞎狗眼的那种 三十二 三夫人 高一夜 连同周围所有看到银环的人 全都张大了嘴巴 可以塞进去 一个猕猴桃那么大 久久都避不上来 虽然他们已经见过天尊 拿出来许多巨大的食物 但是 看到这一大块银子 依旧再次被震撼 这可是银子啊 不是一颗米 或者一块猪肉 是银子啊 李道玄 你再说说 他折不折腰 三十二结结巴巴地道 他会用棍子 打断自己的腰 直径比人还高一头的银环 三十二等人 显然是没法用 李道玄放进去 就是为了装个B 装完了 还是得处理成 他们可以正常 操作的大小 把银环拿出来 拿出家庭常备工具箱 找了一把钳子 咔嚓 剪下很小很小的一个颗粒 再放进箱子里 出现在三十二面前的 就成了一个拳头大的银块 贼沉 三十二 双手捧着巨大的银块 一脸惋惜 那么好的铅环 剪成这样的小块 多可惜啊 李道玄笑骂道 不剪的话 你搬得走吗 嗯 这 还是感觉好可惜啊 李道玄 你把夫人送回县城之后 不必急着回来 带上银子 去找一个教书先生回来 如果他不肯来 你就拿拳头大的银块砸他 如果他还是不肯来 你就砸他两块 说完 他又放了一块银子进去 如果他还是不肯来 三十二这下懂了 我就再砸他两块 不 第二块砸下去还不来的话 就不砸了 李道玄 直接带上银块离开 让他懊恼错过了发财机会 就会追出来 追着你一路认错 放下身段 求你雇佣他 三十二 天尊偶尔也会捉弄世人呢 三十二对空长衣 多谢天尊 为了我女儿能读书 把仙环都捡了 大恩大德 小人莫齿难忘 李道玄悠悠地道 不只是为了你的女儿 我要那教书先生来高家村 教所有人读书识字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 只要自己愿意学 都教 三十二愣了一瞬间之后 马上又明白了过来 长衣道地 小人定不辱命 叮叮叮 李道玄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把注意力从箱子里收回来 接通电话 就听到了蔡新子急吼吼的声音 道玄 你压得现在QQ不回 微信不回 天天见不着个人 要联系你就非得打电话吗 我最讨厌打电话了 李道玄 哎呀 最近沉迷模拟城市1627 所以没时间看QQ和微信 怎么了 这么急吼吼的 做啥呢 模拟城市1627 什么鬼 我只听说过 模拟城市2000 没听说过 还有1627啊 冷门MOD 哦 好吧 这个不重要 说正事 蔡新子道 我这边有个奇怪的顾客 下了个订单折腾我 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能帮我了 李道玄 说来听听 蔡新子道 那顾客找我定制了一个机器人 做工很复杂 很精细 很牛逼的那种 上面每一个装甲片 都要可以拆卸 可以组合 李道玄 哦 这和我有啥关系 蔡新子 他提了一个很变态的要求 要机器人的驾驶舱盖可以打开 然后驾舱舱里 要做一个驾驶员 这个驾驶员 要用他的造型来做 五官必须做的和他本人一模一样 要细致到眉毛眼睛鼻子什么的 都清晰可见 李道玄这下明白了 你要我来做这个小人 蔡新子 是的 一厘米大的小人 妈的 要我把脸做的和他一样 我哪来这实力 但是 我如果说一声做不到 他就连机器人的单子也不给我了 李道玄笑了 好吧好吧 这单子我确实能接 这次是要用什么材质的 蔡新子 当然是塑料材质了 驾驶员的身体部分 我都做好了 只把脸留着 你帮我搞定他的脸 我们多年老朋友 也不说废话 机器人的总价是两万 那人专门又为这个小驾驶员 出了两千块钱 就是为了把他自己的脸弄上去 所以这单你帮了我的话 我赚机器人的钱 驾驶员的两千块钱 全部给你 两千块呀 李道玄第一反应是太便宜了 但仔细一想 朱中圣像毕竟太贵了 销量是很有限的 做不了几单就没了 而那两个雕塑师 就会没活干了 自己单纯地养他们 只怕会养成废物 真正帮他们的办法 是让他们有长期的 稳定的饭票 甚至以后 还有更多的雕塑师 来到高家村 也能有活干 这对他们来说最好的 有些老国营企业 有时候接到不能赚钱的单子 还是愿意做 为啥 就是为了工人能开工 蔡星子 我知道两千块不多 就当帮兄弟一个忙 李道玄孝 你上次不是还说 我账一输财吗 少赚点 又不是没得赚 哪能不帮你 这单我接了 蔡星子大喜 够哥们 李道玄 你这个顾客的想法 其实挺有趣 把自己的脸 雕刻到小玩具人的脸上 我感觉这个市场 还有得深挖 要不你在店里 搞搞宣传 定制小人脸 说不定会有不少人有兴趣 价格方面低点也没事 薄利多消吗 还有各种模型的微观小地方 有愿意定制的 咱们都接 蔡星子仔细一想 确实 定制模型微观部位 说不定也有一定的市场 可以试着搞一搞 反正 自己也不用出什么力 接到订单 往李道玄这边一扔 自己中间分个成就完事 那就这样说定了 电话挂断 不一会儿 蔡星子开车过来 给李道玄送来一个塑料小人 这小人是坐姿的 身上还穿着一套 看起来很有科技感的军服 军服上的细节做得一塌糊涂 毕竟太小了 以蔡星子的手艺 不可能将它做得细致 小人的脸是一块平板 没有任何无关 这张脸就交给你了 这是顾客的脸部照片 正面 两个侧脸的都有 行 你放心吧 送走蔡星子 李道玄开动彩色打印机 将那顾客的脸部 打印在照片纸的一角 然后用剪刀剪下来 再掀开箱子上盖 呼唤到 一夜 去把两个雕塑师叫来 很快 高一夜带着两个雕塑师 准备宫听天尊下令了 李道玄将坐姿的塑料小人 轻轻放到了两个雕塑师的面前 再加上照片 看明白了吧 把这张脸 照着画上的模样 雕刻出来 两位雕塑师当然是一看就懂自己该做什么 只是 一名雕塑师忍不住发问道 天尊 这究竟是什么奇怪的材质啊 飞金 飞木 飞石 小人究竟要用什么工具 才能雕得动 用雕刻玉石的工具 就能凿得动 李道玄 雕刻的时候小心点 别失手弄坏了 这可不像你配坏了 可以补一块上去 一旦弄坏了 就无法补救了 两位雕塑师吓了一跳 懂了 这是天上才有的稀罕材料 要是弄坏了 杀了我们的头都赔不起 那必须非常小心了 一定要精工出戏活 两个雕塑师现在有点惶恐 老师傅碰上了新问题 这仙界的材料 感觉真是好奇怪啊 摸起来硬硬的 但凿子钉上去一敲 又能轻松地挖个洞 真怕自己手欠一不小心给敲坏了 诚惶诚恐 诚惶诚恐 六他们两人看了看他巨大的画 要雕刻的这人 长得是真的丑 三角眼 他鼻子 左看又看不像好人 也不知道天尊为什么要雕这么个人物 你知道这是天上哪一尊神吗 看不出来 没见过哪个神穿这样的衣服 既然不是神 那一定是妖了 啊 你这句话提醒了我 这有可能是妖怪 天尊造他的雕像 在雕像的背后贴一张符纸 然后放火一烧 这个雕像被烧起来的同时 那妖怪本体也会惨叫一声 化为灰烬 神魂俱灭 对对对 说书先生讲过这个法术 我听到这里是可开心了 那我们越是快地帮天尊雕刻出来 就能越快地干掉这个妖怪 说不定 世间就少被害死几个好人 对啊 赶紧干活 两个雕塑师看一眼照片 转过头来对着小人的脸部 轻轻来上一刀 再转过头去看一眼 又一刀 两人打定了主意 要协助天尊除魔味道 干起 活来根本不要命的 从早上雕刻到晚上 点起菜籽油灯 在灯下继续干活 唯恐雕刻的不像 天尊施法烧死妖人时 烧错成了别的人 所以 对着那张妖人画像看了又看 勿求雕刻的与妖人一模一样 连眼角的一丝细微皱纹 也要给他雕刻的唯妙唯笑 第二天傍晚 李道玄正在电脑前 啃着喷射战士的炸鸡腿时 箱子里响起了 咚 咚 咚 悠扬的钟声 这声音响起来 那就是小人们在召唤他了 他凑过去一看 高一叶带着两个雕塑师 正跪在大钟面前 对着天空膜拜 看到天尊的脸 出现在了云层之中 高一叶立即汇报 启禀天尊 两位雕塑师信不辱命 将您交给他们的活计 完成了 李道玄 咦 这么快的吗 两名雕塑师顶着黑乎乎的眼圈 神情憔悴 但是精神却显得十分兴奋 大声道 若是能助天尊除魔味道 小人虽死无憾 除魔味道 李道玄脑袋上 飞起来好大几个问号 不过 他也懒得问 这些小人的脑回路 和自己不是一个时代的 非要搞清楚 他们在想什么也没必要 他们既然 觉得自己除魔味道了 那就让他们乐吧 这两人每次给李道玄做了东西 都会赏他们一些食物 什么米 面 油都赏过了 这一次又赏点什么好呢 李道玄想了想 跑进厨房 把自己的糖罐子抱了过来 用手指轻轻捏起一点点白糖 摆到了两个雕塑师面前 哇 糖 这么大一块 太棒了 有糖吃了 这糖又白又亮 像冰块一样 我从小到大 只见过黑褐色和红黄色的糖块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像冰块一样的糖 这肯定是天上的鲜糖 两位雕塑师兴奋莫名 激动万分 糖这东西 在明朝相当值钱 甚至可以 说是一种奢侈品 天尊给他们的这一小堆糖 若是拿去售卖 妥妥的一笔巨款 哎呀 家里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一位雕塑师道 若不是外面兵荒马乱 我真想带些东西 去县城里卖掉 换些银钱 把班匠营交了 另一位雕塑师笑道 巧了 我也想交班匠营 过几天 三师爷要去一趟县城 咱们两人跟着一块去呗 只要去的人多 那就安全了 哎 那可真是不错 就这样定了 PS 关于什么是班匠营的问题 在61章会有解释 现在情节还没到 解释起来影响故事流畅性 所以暂且压后 李道玄拿到了塑料小人 凑近到眼前寂静的地方 仔细看 这张脸雕刻的还真是不错 与照片上的那张人脸 几乎是一模一样 如果一定要说 有哪点不一样的话 就是雕刻出来的这张脸 笔原照片 稍微凶了那么一点点 哎呀 气质方面略有差别 也不知道顾客会不会满意 总之 给他送过去先吧 李道玄出门 打了个车 向着蔡新子的模型店而来 顺手先打个电话 老蔡 我给你送小人来了 十五钟后到 蔡新子 咦 这么快 他好了 那顾客住得不远 我也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收获 十五分钟后 李道玄到了店里 只见蔡新子 正和一个年轻男子聊天 那男子三角眼 他鼻子 长相颇有点丑 正是照片上的哥们 手上正拿着个 华丽的机器人在摆弄 那机器人的做工 真是没得说 细腻到每一块假片 都能安装拆卸 机器人的眼睛还装了灯 一通电就能发光 身上到处是呼吸灯闪烁 手指关节什么的 全都能动 两万块定制的东西 着实不凡 看到李道玄来了 蔡新子立即站了起来 先生 您定制的驾驶员也来了 马上就可以完成 最后的组装 那丑男大喜激动地站起身来 李道玄便走过去 递上了塑料小人 丑男接过小人 仔细端向那塑料小人的脸 左看 右看 随即大喜 做得好棒 这张脸 超出我的预期啊 太细腻了 太像我了 嘿 还专门帮我把脸部的表情 弄得凶狠了一点 这样太对了 一个马上要踏上战场的 战斗机器人驾驶员 就应该表情凶悍一点 带着鼓把敌人 全部杀光的气势 哈哈 我太喜欢了 蔡新子笑着介绍 这是我哥们李道玄做的 他这一手微雕功夫 举世无双 李道玄笑 什么举世无双 净瞎吹 也就是魂口饭吃 两人的尬话 那人已经完全没听进去了 他小心翼翼地掀开 机器人胸口的驾驶舱盖 把小人放了进去 盖好舱盖 那舱盖居然还是透明的 能隔着盖子 看清他的脸 丑男人大笑起来 哈哈 太爽了 你们看这个 有没有一种 我是个王牌驾驶员的感觉 哈哈 看招 吃我一招 高速米加粒子炮 李道玄和蔡新子对视了一眼 心中同时道 这么大年龄了 居然还是个中二 2023年 8月16日 晨 双庆市 李道玄睡醒的时候 箱子里正热闹 32 三夫人 两位雕塑师 高出五 郑大牛 还有数名年轻村民 正在准备出发去县城 以前去县城是件简单事 随便准备点干粮 三十几里路 甩开两条火腿 一两个时辰就走过去了 但是现在 去县城 变成了一件很危险的事 高家村那高大的城墙外面 已经是一片强食弱弱的荒原 白先生上次带来的消息说了 朝廷已经完全不管贼人 等着他们略自明春自定 这外面会有多乱 可想而知 三十二其实很耸 上次一听说 牙医抢了王家村的重粮 就第一时间开溜 他并不是那种胆子大 敢对正面的个性 但是 这一次 三夫人铁了心要回县城 他根本无力阻止 只好硬着头皮 去冒险走一走 天尊干掉了无上名王 将势力最大的一股贼人打散了 三十二团团乱转 不停地安慰自己 应该没有大股贼人了 高出五 撇开大嘴 不要怕 有我保护你呢 你看 我穿着两当甲 多帅气 啊 就是有点热 三十二吓了一跳 赶紧到 快脱下来 蠢货 在对付贼扣时 披甲也就罢了 去县城你穿着甲去 转眼就被砍了脑袋 高出五 哎 为啥 三十二赶紧给他谱了一波法 吓得高出五 用最快速度 脱了两当甲 送回了高一一的铁匠服里 一番闹腾之后 高出五 郑大牛 两位雕塑师 还有另外十名年轻人 只能各配了一把刀 背上大包小包 走出了村外 大伙都有点怕 毕竟数日前 还经历过贼军攻打高家村的事情 谁敢没心没肥在外面乱跑 但想到此行适应天尊之命 拯救世人 所有人便鼓起了勇气 天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我们能为天尊做的 却并不多 走快点 走快点 尽快到县城 就安全了 三十二不断地催促 其实不需要他说 一行人的双脚也翻得飞快 李道玄目送着他们出了村 向着县城的方向走去 伸手在箱子外面的西河南 这两个按钮上点了点 视野便追着他们移动 然而仅仅移动了数百米 视野就卡住了 一行人走出了视野 消失在了箱子外面 而行迁李母担忧啊 李道玄突然体会到了 什么叫老母亲送儿子出远门的心情 他转过头来看了看村子里面 三十二刚离开没多久 村子里的人一下子就松懈了下来 铁匠铺里的铁匠们 干活的动作明显变慢 刚开始织棉布的女人们 也暂时停下活 聚到一块 鸡鸡喳喳聊起家常理短 高一夜从他的家里偷偷溜出来 跑到了存放棉花的破草屋前 左看右看 趁着没人注意到 薅了一大团棉花 藏在衣服里面 然后三步并坐两步 跑回了自己的家里 关死门窗 开动了纺织机 幸亏他一直没有补天花板上的破洞 不然躲家里偷偷纺织棉布 连李道玄都看不到 李道玄乐了 三十二不在的时候 我要不要出来管管这些村民呢 他稍稍想了半秒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管他们作甚 最近这些天 村民们拼命干活 又是剑道官 又是打仗的 被逼得很紧 团团地转 何不趁着三十二不在的时候 让他们的生活悠闲几天 就当放假呢 他也干脆把自己的注意力 从箱子上移开 想了想 对着箱子摆着的监控摄像头 已经循环录制很久了 是时候清理一波录像了 李道玄坐到电脑前 打开了摄像头的管理软件 打开录像列表 全选 保存到本地硬盘 然后随手点开一个录像 乐呵呵地看一段 关掉 再随手点开一个录像 乐呵呵地看一会儿 我操 这段录像不对劲 李道玄看到 夜视功能拍到的画面里 高一夜正在池塘边宽衣 看样子是准备洗澡 本能与节操 瞬间同时操起了武器 你一刀 我一剑 一阵血拼 砍了好几十秒 最后节操险胜 把本能砍死在地 他啪地一下点了个删除 把这段录像直接送走 又点开一段录像 小人们正在吆喝着修建道观 那热火朝天的画面 看起来还颇有点意思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干脆发个抖音吧 让网友们也看得稀奇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我拍的是明朝 还以为我找的一堆演员在演 他赶紧行动起来 剪下那一段画面 结成三十秒的短视频 配上一段文字 明朝末年 一群勤劳的劳动人民 正在修建道观 写到这里 写不动了 肚子没什么文采 写不了很感人的文案 就这样吧 传进自己的抖音号里 不管了 放下手机 跑去烧开水泡方便面 数分钟后 端着方便面碗 再拿起手机 这才发现 刚刚发的那一条短视频 居然火了 短短几分钟就出来了一大堆回复 这视频还原度好高 里面的演员个个都演得很逼真 真的像是一群贫苦劳动人员 而不像一群演员 确实 道具和服装都很用心 不像那些粗制滥造的垃圾电视剧 这画面感觉好奇怪 有点像小人国呀 你懂个屁 这叫做一轴摄影 能把正常比例的东西 拍得看起来很像小人国 对 我可以肯定 这是一轴摄影 其实一轴摄影本身并不稀奇 随便找一个摄影师就会 但是 博主拍这个视频 得下血本啊 请了好多群众演员 穿上破烂的衣服 来演这个剑刀官的小视频 这成本太高了吧 这么多群演 这么多道具 拍着30秒 成本不低于2万 就凭这用心程度 这个视频 我就要点赞收藏加分享 走一波 楼上一群二伙 你们以为博主 为什么舍得投这么多钱 来拍这30秒的视频 还不是为了以后赚更多的钱 过不了几天 这个账号就会挂个小黄车 然后博主跑出来直播 告诉你们 他把某个破玩意的价格打下来了 不要999 不要99 只要9块9 包邮给你送到家 把你们的钱全部骗光 李道玄看到这个评价 双眼一亮 嘿 我本来没打算这样干 你这一说 倒是给了我思路 好 那就来骗你的钱吧 李道玄干脆把自己的抖音账号 改了个名字 改成小人国的日常 一轴摄影 这样一改 那就可以大摇大摆 肆无忌惮地发一些 看起来明显就是小人国的视频了 反正我都明说了 我是一轴摄影 你不会怀疑我家里真的有个小人国吧 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刚才那个剑刀官的视频 虽然真是好看 但却不够震撼 想要很吸一波流量的话 只怕需要点更加刺激 更加精彩的画面才行 那当然是 战斗 他在录像堆里翻了翻 很快就翻到了 无上明王攻打高家村的那一段视频 很好 就从这里下手 精心剪辑 加点滤镜 再一次上传 配上文案 勤劳的小人国村民们 遭到了贼军的袭击 所有人都拿起了武器 保卫自己的家园 妈的 当年读书时认真点就好了 现在写文案写得稀烂 还好没去当作家 不然肯定是个死铺街 三十二一行人 正在向着县城急行 没有人说话 都在害怕碰到贼军 然而命运弄人 莫非定律可不是说着玩的 你越是怕什么 就越会来什么 走到离村十来里的地方 道路两旁突然响起一阵鼓噪声 树林里刷刷 冲出来了近百人 手上拿着的武器五花八门 千奇百怪 这伙人一出来 就把山路前后都拦住 然后瞪着了三十二等人背着的包裹 三夫人看到这里人不怀好意的目光 第一个动作就是抱紧了自己的包裹 这里面装的是几罐仙药 那可绝对不能被抢了去 高出武和郑大牛两人 率先拔出了刀 一群年轻厚生 全都亮出了武器 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 人数相差如此悬殊 几把刀剑是救不了他们的 三十二强装镇定 大声叫道 你们招子放亮点 我是三十二 县尊老爷的师爷 我身后这些 都是县衙门里的帮贤 你们要是敢对我们动手 就是造反 抄家灭族 一个也活不了 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瞎吹一波了 把自己以前的就职位拿出来唬人 再把高出武人说成帮贤 带点官府的身份 这样也许能把这些人吓到 PS 帮贤类似于现代的外聘人员 没有正式编制 明朝时一个衙役手下 通常会有三五个帮贤 可惜的是 三十二这番话 并没有把那伙人吓到 为首的人黑黑笑了起来 县令我们都敢杀 还怕你一个区区师爷 此话一出口 众人都吓了一大跳 不过 三十二却双眼一亮 马上就明白过来 你 你们是白水王二 王好汉的部下 那为首之人黑黑笑道 没错 我们都是跟王二大哥混的 怕了吧 哈哈 远近谁不知道 我们杀了县令张药彩 你居然敢拿师爷名头来吓我 哈哈 他这一笑 三十二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大声道 是王好汉的兄弟就好办了 这位好汉 我们与王好汉有救 是朋友 您可千万不能对我们动手 不然王好汉知道了 恐伤了你们兄弟感情 那为首之人听得一棱 随即骂道 说什么狗屁话 先前何县令攀亲戚 现在又想和我王大哥攀亲戚了 你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三十二额头见汉 这可是生死关头 一句话都说错不得 强装出一副硬气的表情 我可丑话说在前面 我们与王好汉是真的有救 你动我一下试试 王好汉拆了你的骨头架子 他这一下 还真把那小头目唬住了 愣了半天 一时不知道该不敢喊干到他们 他不下令 别的贼人就不敢动 场面僵住了 贼兵队最后面 一个年轻人悄悄地溜了 向着后面的山坡跑去 小头目心里有点虚 真怕得罪了大哥的朋友 你他妈的肯定是骗我 王大哥 怎么可能和你这么一个满度肥肠的家伙有救 三十二其实心里也虚 他也不知道 王二还念不念高家村的情 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你过来砍我呀 杀了我们 你家大哥回头把你剁成十八段 挂在树上 双方都色立内人 场面又僵住了 紧张 双方都紧张 踏错一步 都是死字啊 就在这时候 远处的山坡上 响起一声断壑 都把刀放下 双方齐齐转头 向坡上一看 白水王二来了 在他前面 还有一个年轻人在领路 王二大不留心 飞快地走到了场中 左看一眼 果然 是高家村的人 右看一眼 白猫 把你的人撤了 原来 那小头目名叫白猫 听到王二命令 他心中暗叫好险 这伙人真的认识王大哥 还好我没把他们乱刀砍死 三十二这时候也松了口气 双腿一软 扑通一个屁蹲坐到了地上 妈的 还好王二是个讲人意的贼球 这要是换个人 我们就全完了 围在旁边的贼人开始散去 只是 离开的时候 眼光还是不舍得 在高家村民的包裹上来回巡视 这伙人最近已经抢劫上了影 看到别人的东西 总觉得都该是自己的 王二瞪了这群人一眼 他们才坐鸟收散 三十爷 高家村的兄弟 王二对着众人抱了抱拳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这兵荒马乱的年景 不好好躲在高家村 背着大包小包的赶路 命都不要了 三十二尴尬地看了自家夫人一眼 心想 还不是因为这女人非要回县城 不过 夫人要回县城 也是为了救助世人 这也是天尊的命令 所以也没什么草可图 他抱了抱拳道 我们有不得不去县城的理由 王二皱起眉头来考虑了几秒 既然如此 我护送你们一段吧 带你们从县城返回高家村 我再来护你们回去 高家村与我有恩 我不能让恩人遇险 这话一入耳 三十二大喜过望 只知道王二讲义气 却没想到他讲义气到这个地步 这人也太他喵的厚道了 三十二肃然起敬 抱拳道 王好汉 您这样的人却被逼得落了草 真的是 真是世道不公